拉萨之真月传召法会均在此举行 四顶之,经禄与轮回,乃本寺之标志,经禄为菩萨化身,双眼凝视轮回,象征倾听大乘佛法之奥礼 寺门外有唐木宗长庆三年,八百二十三,所见之,唐帆会蒙碑,其上捐刻汉,藏二种文字 悲策有古柳一珠,传系文成公主所值,称为唐柳,公主柳 寺内保存有唐代以来之大量历史文物 参阅,小昭寺,九百二十四,朱干寺,四千一百八十七,批八百零五 大昭庆律寺至,凡石卷 清代无数虚传 经收于中国佛寺史智会堪第一集 大昭庆律寺位于杭州西湖北岸,与南岸之境慈寺对质 旧名菩提院,建于石敬天福元年,九百三十六,宋干德二年,九百六十四,重建,森永至开山 太平新国三年,九百七十八,住戒坛,七年赐俄,大昭庆律寺 立宋,元,明,清,或毁于火,或遭兵险,旅费旅心,香火不绝 既本寺之掌故,旧有昭庆加兰纪,昭庆纪室,昭日宗浦等 其后,广兵宗里诸书尔传位西湖律宗大昭律寺集略十四篇 清乾隆年间,四僧一节别财至稿五卷,沙门传御位之离阵 乾隆二十九年,一千七百六十四,乡人无数须重集 转大昭庆律四至十卷,祭分圣典,兴建,旧祭,敬赦,戒律,鬼仪,僧家,游己等八门 P806 大染法,指礼至明和之至极,行于男女两性之染爱,乃密教爱染明王之西底 于纸巾卷上,大一八,二五六下,四左金刚弓,又直金刚弦,如射重星光,能成大染法 P806 大盆净土经,请参阅净余兰盆经 大盆经,请参阅净余兰盆经 大皮婆沙论,请参阅阿皮达摩大皮婆沙论 大皮卢遮纳成佛神辩加持经,请参阅大日经 大皮卢遮纳经,请参阅大日经,大皮卢遮纳经 公养次第法书,凡二卷 唐代不可思议传 经收于大阵藏第39册 略称公养次第法书,不思议书 随文解释大日经书卷七公养念诵三昧耶法门一卷五品 初阶七言四句之规敬颂,其次分位,数大义,说来由,试题目,随文解释等四门 传者生平不详,依本书卷末所在,仅知其为新罗陵妙四之沙门 且曾亲至受教于善无畏三藏 大日经义士严密超卷七,诸阿舌离真严密教部类总路卷上 秘密以鬼随文记卷二十三,P806 大界,于僧众之团体生活中 依做法规定某一特定区域未界 在此区域内之森众,共同举行步萨,说戒等式 一戒场之大小而有大小戒之别 大戒范围大,其距离之大小,有不同说法 据四分率三返捕卷形式超卷二上载 大戒之范围为三游巡,即方圆一百二十里以内 又标示大戒区域之石柱长提友,大戒外乡,四字 参阅,结界,五千一百八十一,P806 大象国寺,位于河南开封市中心 本寺于北齐天堡六年,五百五十五,始建立,时称建国寺,至唐瑞宗改为象国寺 宋至到二年,九百九十六,重建,改名大象国寺,成为当时汴京第一大寺 寺内壁画与塑像揭出自当代名家手柄 其建筑结构之精巧,虽宋代建筑大师于浩,亦不解其中之奥妙 其后,本寺建成为万商云集之市场,有如北平之天桥,南京之夫子庙,西安之开园寺,台北龙山寺,热闹异常,已非属寺院性质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至卷四十五,世世基古略卷四,大清义统治卷一五零,河南通治卷五十,批八百零六 大红莲地狱,大红莲,泛名Maph Padma,英译摩赫特摩,摩赫班特摩 八寒地狱之一 剁此的玉,则身体皮肉因盐寒逼切而拆裂,犹如赤莲花,故有此称 据摄论光纪卷十一,参月,八寒地狱,两百九十七,批八百零七 大眼力,我国立法之一 为唐代森一行所作 唐开元九年,七百二十一,地召令一行至心力,此乃因李淳锋所作之灵德利见为人所忽用,且灵德利中之日时推测的物谬一日一显著,故地召一行令转心力 一行曾南复郊州,北地铁勒,以测量各地之纬度,又用各种测日之仪器已定下各地日时之日期,并测见恒星之移动,撰妥草稿,燃其于开元十五年十月祭灭,故所谓开元大眼力五十二卷,盖细位草稿 其后,帝幼赵令章说,陈玄锋编定立数七篇,略立一篇,立一十篇等,开元十七年班赴有司,实行至保应元年,七百六十二,改用郭县之之五纪力 大眼力,大眼力之名即依据周易细词,大眼之术,一语而来 旧唐书卷三十四绿立至,新唐书卷二十七上立至,通至略卷二十,佛祖统计卷四十,批八百零七 大英,一千五百九十三,一千六百四十二,明代曹洞宗僧 世称九末大英禅师 这西十门人,俗姓姚 家平,以操周未业,美于僧舍闻佛身,折兴生欢喜 二十四岁出家,参业云门山湛然远城,忽染病挤壁,乃雾前飞,赴文瑞白鸣血于湖州,浙江,变山创龙华寺,岁网参寇,得其印记,并伺其法 后继变山法席,镇阳禅风 崇祯十五年世纪,享年五十,法腊二十七 五登全书卷一一三,P八百零七,大臣,范宇姚,YNA 英译磨合眼那,磨合眼 右坐上眼,上臣,审臣,第一胜 为小臣,范HANA,之相反词 臣,范YNA,即交通工具之意,既只能将众生从烦恼之此案载至觉悟之彼案之教法而言 有如此各说,一,在阿涵音,尊称佛陀之教说位,大臣 二,大臣,小臣之语,系世尊入灭后一段时期,大臣佛教兴起后,由于大,小臣对立而起之名词 一般而言,系大臣佛教徒对原始佛教与不派佛教之贬称 若由不派佛教之立场来看,大臣并非佛教 然由思想史之发展而言,小臣乃是大臣思想之基础 三,小臣是世家为教主,大臣则提倡三世十方有无数佛 小臣仅否定人我之实在性,大臣且否定法我之实在性 小臣以自己之解脱为主要目标,故为自调自度,调指灭除烦恼,度指正果开悟,的声闻,原觉之道 大臣认为涅槃有积极之意义,乃自立,立他,两面兼顾之菩萨道 四,小臣中,有阿含经,四分律,五分律等,以及菩沙论,六族论,发制论,巨舍论,诚实论等论 至于大臣,则有班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经,以及中论,赦大臣论等论 大臣教徒虽承认小臣三藏之价值,然以为不如大臣经之殊胜,而小臣教徒则不以大臣经论为佛说 五,大臣所以殊胜之理由,菩萨善界经卷七语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十一阶层列举七项,是清之涉大臣论是卷六亦曾举出十亿种理由 菩萨善界经所说之,大臣,要一如下,根据十二部经中之最上者匹佛略,范菲托亚,方等,之教法,法大,发菩提心,心大,领解其教法,解大,以清静心,静大,具足菩萨之福德与慧德,庄严大,经过三大阿森指节之修行, 十大,具足相好而得无上菩提,具足大,此籍大臣法门之核心要义 六,印度之大臣,有中观,瑜伽二系统以及后期之密教 一,初期大臣,约一世纪至五世纪,集中产发,假有性空,知理论,逐步形成游龙术,提婆创始之中观学派 二,中期大臣,约五世纪至六世纪,出现已说如来藏缘起与阿赖耶时缘起位特典,集中产发,万法为时,知各类佛经,从中形成游无者,是清卫始祖之瑜伽学派 三,后期大臣,七世纪以后,佛教医学逐渐衰微,密教起而代之,至十三世纪初在印度绝基 而由印度本土传出之大臣佛教,属北传佛教 七,在我国,根据大臣诸经论所创之多数教派,如三论,涅槃,地论,净土,禅,社论,天台,华言,法乡,真言等位表示自宗之优越,而对大臣经典作种种分类与判断 例如,真言宗分显教,密教,华言宗及天台宗奋全大臣,大臣中之方便教,立,五性个别说,知教,识大臣,大臣中之真实教,主张一切均可成佛之教 父有分有相大臣,无相大臣二种,或法相,破相,法性三大臣之说法 八,我国及日本现行之佛教,均属大臣 九,缅甸,泰国之佛教属古来之上座部系统,而西藏,蒙古所行之教,则属大臣系统 十,天台宗将小臣经律论三藏称为三藏教,藏教,华言宗则称之为小臣教 又认为小臣中有,有门,八致论,六族论等,空门,臣时论,亦有意空门,乐论,此论未传我国,以及,非有非空门,加瞻言经,此亦未传至我国,等四门,称为小臣四门,或小臣四分 十一,至已知今光明悬议,立有理成,一切存在之本至未真如理性,随臣,随应对象而作用之智慧,得臣,得正自悟,悟他之国位,等三大臣之说,依次相当于真性,观照,资臣等三鬼 法华金卷二辟育品,大宝基金卷二十八大臣十法会,放光斑若金卷五探眼评,金刚仙论卷二,入大臣论卷上,法华文具卷三下,大臣大一张卷下,大臣一张卷一摩喝止观卷三下,大臣法院一零张卷一本,参阅,大臣经典,八百二十八,小臣,九百二十八, 教乡判世,四千六百零二,乐门,五千九百一十一,批八百零七 大臣七善,据法华文具卷三上载,七善指缘顿大臣所据族之七善 即,一,十节善,为法华经据族序,正宗,流通三分,即初善,中善,后善,三分皆是当机得意之时,故称十节善 二,义善,为法华义经所说之法,其义深远,为顿交了义之礼,而非生文,原觉所能测其鞭底,故称义善 三,义善,为法华义经所说之法,其义巧妙,乃如来经口泛音,会理直说原顿义成妙教之文,听文之人无不欢喜,故称义善 四,读义善,为法华义经所说之法,唇义无杂,读为菩萨而说,非为二圣所供,即原顿义成之妙教,故称读义善 五,圆满善,为法华义经所说之法,具名世间,初世间满足之礼,故称圆满善 六,调柔善,为法华义经所说之法,清静洁白,为谈忠道之礼,而无空,假二边辖慧之乡,调和柔顺,故称调柔善 七,无缘慈善,为法华义经所说之法,备有范形之乡,心不攀缘一切众生,而于一切众生自然献意,故称无缘慈善 P809,大臣七种大义,据大臣庄严经论卷十二载,大臣之,大,有七种意义,即,一,原大,为菩萨修行大臣之法,以无量修多罗之广大法义为原,称为原大 二,行大,为菩萨修行大臣,既能自立,赋能利他,自立,利他,妙行俱足,故称行大 三,至大,为菩萨修行大臣,常以智慧观察,乐之人,法皆无我,于一切尽,善能分别,故称至大 四,秦大,为菩萨修行大臣,自久远大节以来,发广大心,今修无鉴,其灯圣果,故称秦大 五,巧大,为菩萨修行大臣,由善巧方便,化岛于他,不舍生死,垂行诸去,于生死中去住自在,故称巧大 六,为大,为极摩所谓,为菩萨修行大臣,智力内冲,明了决定,于大众中广说一切法义,既决定无师,则摩所恐惧,故称为大 七,世大,为菩萨修行大臣,为另一切众生绝了其大事因缘,故屡屡事献于世间,演大妙法,入大涅槃,故称世大 P809,大臣八大曼拿罗经,请参阅八大曼拿罗经 大臣九部,十二部经中除去因缘,论义,辟喻等三部,其余九部称为大臣九部 即,一,修多罗,意味弃经 即经中常行之文,直说法相,随其意理长短,不以字数位居 二,纸业,意味应诵,众诵,众诵计 应前常行之文,众宣其意,或二句,四句,六句,八句乃至多句,皆称众诵 三,加陀,意味奉诵,又作姑其诵 不诵常行之文而直说即句,如今光明经中之空品及冷言经中阿南赞佛迹等君属之 四,依地目多,意味本师,指如来说诸菩萨等因地所行之事等 五,蛇多家,意味本身,指佛说诸菩萨等本地受生之事即自说为菩萨时修诸苦行等事 六,阿弗达摩,意味未曾有,又作西法 如佛出生时,即行七步,足迹之处皆有莲花,放大光明,便照十方世界,并自言适度一切众生生老病死者,的大振动 天与种花,树出阴生,作天祭乐,如是等无量稀有之事,称为未曾有 又四众等,凡有闻所谓闻,见所谓见者,亦称未曾有 七,幽陀纳,意味自说,只无人发问,如来以他心智,观察众生之根基而主动宣说 如人言会上说五十种模式,不待阿难请问,又如阿弥陀经,无有缘起,自告舍利福等 八,皮佛略,意味方广,指大成方等经典,其意广大,犹如虚空,及诸经之理体 九,何加罗,意味受计,指如来为诸菩萨,原觉,身闻受计作佛,如法华经中,佛与阿弥陀受计作佛,好为弥勒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三,卷五,法华经卷一方便品,八粒文善见绿皮婆杀续,长部经柱,参阅,九部经,一百四十五,批八百一十 大臣二重成佛,大臣佛教主张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然又分为二种,即,一,生的成佛,为众生之心性原本清净,自可成佛 二,修的成佛,为御执教化使修佛道,而得成佛 批八百一十 大臣十余,诸大臣经典美以幻,言,水中月,虚空,想,尖踏婆臣,梦,影,静中相,化等十种辟欲,衬托出,空,知道理,以助学人成就空观 一,如幻,譬如幻师,幻作种种诸物及男女等相,体虽无实,然有幻色可见,一切诸法亦附如是,无名幻作,悉心不了,妄直未时,修空观者,于诸幻法,心摩索者,皆惜空计,故说如幻 二,如言,无智之人出见阳焰,妄以为水,诸烦恼法亦附如是,无智不了,于解始终妄记我乡,智者勒之虚狂不识,皆是妄想,故说如言 三,如水中月,月在虚空,影现于水,诸于小而见水中月,欢喜欲取,智人见之则笑,比喻无智之人于五音中望起我 我所见,只为时有,于苦法中而生欢喜,得道智人敏之而笑,故说如水中月 四,如虚空,虚空但有其名,而无实体,于人不了,直之为时,一切诸法亦附如是,空无所有,无智之人于虚妄众计为时有,岂必我直,修空观者,乐一切法皆无所有,故说如虚空 五,如想,深山幽谷即空舍中,若与生,即悟生,随生相应而有相生,于人不了,以为时有,一切因生与言亦附如是,有智之人乐之与因无时,心不生者,故说如想 六,如奸踏婆臣,奸踏婆,甘踏婆,亦未相应 日出出时,见尘门楼宫殿,行人出入,日高见灭,但可眼见,而无时有,一切诸法亦附如是,智者能乐之诸法西皆虚假,不生执着,故说如奸踏婆臣 七,如梦,梦中本无时事,望之未时,觉还自孝,一切诸法亦附如是,一切皆使烦恼皆是虚妄,于人不了,直之为时,若得到觉悟,乃之虚妄,亦附自孝,故说如梦 八,如影,影但可见而不可捉,一切诸法亦附如是,如眼而等诸根,虽有见闻觉之,求其实体,乐不可得,故说如影 九,如镜中相,镜中之相,非镜坐,非面坐,非镜面和和而坐,亦非无因缘坐,虽非时有,然亦可见,于者不了,直之为时, 而身分别,一切诸法亦附如是,从因缘生,无有实体,但有名字,而其分别,狂惑凡夫生诸烦恼,智者虽附见闻,乐之无时,故说如镜中相 如画,诸天仙的神通者便画诸物,虽有男女等相,而无生老病死苦乐之时,一切诸法亦附如是,无有生灭, 如画而成,亦无有实,如人之身,但从先是之因,而有今是之身,西皆虚假,故说如画 法界次第出门卷下之上,参阅,时遇,四百七十,批八百一十 大臣三藏,依大制度论之说,三藏为小臣之特称,大臣经典仅为一修多罗藏,若据设大臣论之说,则大臣亦有三藏,即,一,大臣经藏,指华严经等,全是大臣菩萨修行正果之法 二,大臣律藏,指范网经等,至大臣菩萨所持之解 三,大臣论藏,指阿皮达摩,大臣起性论等,决则全辨大臣菩萨修正之法 此为一修多罗藏之分类,称为总部三藏,小臣之三藏,则称为别部三藏 设大臣论事卷一,批八百一十一 大臣三保,佛,法,僧可尊可贵,称为三保 据华严经随书演义超卷二并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保章卷上所在 大臣三保,即,一,大臣佛保,佛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者 具足三生十生,能视现无边相好,称为大臣佛保 二,大臣佛保,如来所说之中道十相及人法二空之理,乃至无量圣妙法门,能令众生依循此法而成正觉,称为大臣佛保 三,大臣僧保,十住,十行,十回向,十的等皆为之菩萨,不着有无二边,而与中道之理合合,称为大臣僧保 P812 大臣大吉的藏石轮经,请参阅的藏石轮经,大臣大一章,请参阅大臣一章 大臣中观世论,泛名MLA,Mathia Makeup,Sandy,Neur McKenna,VYP 樊九卷 安慧菩萨造,宋代为敬等一 收于大臣藏第三十册 右座中观世论 乃随文解释龙树之中观,为中观八大注释书之一 本论所示之诵,与揪摩罗时所义之中论,波罗婆密多罗所义之班若登论对比,互有存缺出入,日本学者与希勒地于日本,国义一切经,中复有各经内容之对照表 本书屡屡屡举出皮婆沙诗,独子部诗,经部诗,圣论诗,外人,义人,义宗,义部诗,我宗,字部人等之说,而其所谓,义部义宗,系指中观派之论诗 本书之范本及西藏一本献均不存 有关本书之卷术,于旧宋本与宋,元,明三本,及日本缩刷藏,大正藏,以日本增上寺所藏高利本位笛本,仅有九卷,然万字藏经,以日本见仁寺,法然愿所藏高利本位笛本,则有十八卷 此外,关于本书之译者,据诵本,立本,原本等所在,本书系法护语为尽所共益 岳藏之经卷三十八,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卷四,大明三藏圣教南藏目录,至原法宝刊痛总录卷九,批八百一十二 大乘五运论,权义卷 右座粗式体义论,五运论 印度式清造,唐代玄藏义 经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 小乘佛教以运,处,戒等三科分类诸法,本书着重于阐明大臣五运法,并兼说大臣十二处,十八戒等法,属法相踪于加十之论之一 小臣萨婆多部降诸法分类五位七十五法,而以五运总设其中七十二有位法 对此,大臣则分类五位百法,其中之九十四有位法总设于五运,即,色运有五根,五镜,五表色,兽运有兽心锁,享运有享心锁,行运有除兽,享心锁外之一切心法 即不相应刑法等六十七法,时运设阿赖耶等八十 大臣经典中,以本论对五运法之说明最为简要 安惠有大臣广五运论,日照义,及广词论而作 大唐内典路卷五,开元式教路卷八,卷九,佛家民乡通事,雄实力,批八百一十二 大臣止观,请参阅大臣止观法门 大臣止观法门,凡四卷 略称大臣止观 南朝臣代会思讲述 经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六册 本书系阐述大臣止观之法 以如来藏缘起思想为基础,以心意是中真旺和和之本时为中心体系 此外又禅论染尽二性之说,此二体系互为表里,由以后者赋予信恶思想之倾向 本书共分三科,即略标大纲,广作分别,立式指点,令设五番建立,以名要指 其中,五番建立之内容为,以止观一止,修止观法门者,虚先一止一心,即自信清静心,又作真如,佛性,如来藏,法界,法性,此清静心。 并信心之体状有三种差别 即,一,此心为第一异地之真如心,本来即离一切明相 二,此心虽离一切分别即境界之相,但与彼之诸相法性不一不异 三,举空与不空二种如来藏意,以广辨真如之意 二,止观境界,以真实性,依他性,分别性为大臣止观之所观境 真实性者,即出仗真如即佛之境德,以他性者,即在仗之真如与染合合而成之阿里耶时,分别性者,即六,七二时之妄想分别 三性具染进两面功能,故犯通时法界 三,止观体状,为修习大臣止观法门之入门步骤 共分二门,一,就染着知三性而说,二,就清静知三性做事 二门之中又各分为三性 止观体状,再说明由三性入三无性之方法 一即转分别性为无相性,转一他性为无身性,转真实性为无性性 若入三无性,可止行成就,安住长计之境,复可有止其观,余定之中,兴起三业大用 四,止观断得,依三性次第之止观修习,而得各个层次断或正真之成果 五,止观作用,如止行成就,能体正清静心,理容无二,知识相法性,与一切众生缘同一相之身 若得观行成就,即因静心体现,使法界无碍之三业代用自然生出,一切染尽之大能变得兴起 所谓,立世指点,即将日常生活,礼佛,饮食,乃至大小便利等活动,吸纳入修行轨迹中,并分止观二门,劝令奉行 本书系天台教学及信剧思想之烂商,义味禅宗思想之先锋,是国人所者最早之一部综合信佛学剧者 注释书有了然之宗元祭五卷,智序之誓要四卷,慈山之宋祝一卷,清潭之宋讲义一卷等 天竹别集卷上,佛祖统计卷二十五,天台宗章书,大臣指观法门之研究,圣言,现代佛教学术从刊第五十八册,批八百一十三 大臣北宗论,全义卷,略称北宗论,为唐代流行之北宗禅集,作者不详,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五册 另有大英博物馆所藏敦黄本,史坦英第二五八一号 本书标题之下有,大臣心,三个小字,内文篇幅极短,全论景四六九字,系以寄送之形式,从北宗之立场来论述大臣心及生死与涅槃之对立 例如,大八五,一二八一下,我尚不起大臣心,何况生闻心 中略,我尚不起涅槃心,何况生死心 又本书,望兴,知竹章,犹受注目 P8113 大臣四果,据大臣庄严经论卷十二载,通教菩萨历时的修行正果,有浅身始终之不同,借生闻四果之位已区别之,大明三藏法术卷十六岁称之为大臣四果 即,移出的身如来家,是为虚陀还果 二,八的的受计,是为斯陀还果 三,十的的受执,是为阿纳还果 四,佛的则为阿罗汉果 P8114 大臣四论悬议,请参阅四论悬议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凡八卷 唐代般若译 略称本身心地观经,心地观经 经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乃是家如来于骑蛇绝山,为文书施利,弥勒等诸大菩萨叙述出家驻阿兰弱者,如何观心地,灭妄想,而成佛道 即分续品,报恩品,验舍品,无构性品,阿兰弱品,离世间品,验身品,波罗密多品,功德庄严品,观心品,发菩提心品,成佛品,主类品等十三品 关于本经之传议 据卷首欲秩序载 此经范本系唐高宗时代之师子国王所献 歹元和年间 史尤班若三藏等八人奉赵一支 附游建议大夫孟兰等四人修士而成 宋高僧传卷三 至元法宝刊痛总录卷四 岳藏之经卷五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批八百一十四 大臣玄论 樊五卷 随代嘉祥大师及藏 五百四十四 六百二十三 转 经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全书以三论宗空观中道之基本思想论证大臣佛法 著者嘉祥大师不仅为三论学之籍大臣者 且对于当时佛教界所重视之法 华四部 大品 二部 维摩 四部 华严 涅槃 圣满 弥勒 人亡 观金 无量寿 金光明 金刚 各一部 等大臣经典之著书一多所研究 本书集包含上述经典之重要问题 内容分位 二帝义 十章 八部义 六章 佛性义 十章 义成义 三章 涅槃义 三章 二治义 十二章 教义 三章 论义 五章 等八门 一 二帝义 阳明真俗 二帝之义 并通论南北朝佛教界之问题 细三论宗最重要的教义之义 二 八部义 皆是 不一 不二 不长 不断 不来 不出 不生 不灭 之义 三 佛性义 阐明三因佛性 四 义成义 解释法华经等所说之义成 五 涅槃义 解说涅槃之义 与佛性义 义成义同受到当时涅槃经之影响 六 二致义 便说全十二致之义 与义成义同位与法华教学有密切关系之论说 七 教义 彰显佛陀一代教化之义 八 论义 解说大制度论及三论大药与三论玄义之后半 共通点甚多 通关之 本论颇受当时流行之教叛理论所影响 本书虽为极藏之论著 燃系由后人极禄而成者 为极藏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亦为理解三论宗之重要典籍 本书博彩涅槃 维摩 大品班若 华言 法华 金刚 阿涵等经 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及大制度 陈时 婆沙等论 又援引揪摩罗时 僧照 道生等诛师之说 依依加以论评 亦指今生 为古来三论家学者所重视 本书著作年代虽不详 然可推之应为著者晚年之作 三论宗章书 东欲传登目录卷下 批八百一十四 大臣同性经 大臣同性经 泛名Mahway and Bishamaya Astra 凡二卷 北周舍那耶舍意 又称同性经 佛时的经 一切佛形入至疲鲁 这那藏经 经收于大正藏第十六册 叙述 如来之时的大臣同性之法门 初 佛于大摩罗耶 精妙山顶说法 人家陈罗沙王至佛所请问众生名义 夜之种类 佛乃未比解说声闻 辟之佛 菩萨 如来皆有时的 一切诸法如小穿入于疲鲁 遮那至藏之大海 同住真如清净之法性 人家王因此发菩提心 的阿诺菩提之寿祭 唐代日照三藏所义之正气 大臣经二卷位本经之同本意义 观经玄义分卷一 法经路卷一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 安乐集卷上 大唐内典路卷六 开元世教路卷十九 批八百一十五 大臣百法明门论 泛名Mahwaya Athidharma Prakamukha Stra 全义卷 属印度大臣宗经论部 又称大臣百法明门论略路 百法明门论 百法论略成名书论 天清菩萨造唐代玄藏义 收于大臣藏第三十一册 细摘自于家师的论本地分中之百法明术 为法相宗所依据重要论书之一 全书系旧诸法而略分为五位百法 即一心法有眼识等八种 二心所有法力偏行等六种分为 即一偏行有作意等五种 二别境未有欲等五种 三善有性等十一种 四烦恼有贪等六种 五随烦恼有愤等二十种 六不定有睡眠等四种 三色法有眼等十一种 四心不相应行法有得等二十四种 五无畏法有虚空无畏等六种 本论有大三一八五五中如是尊严一切法无我之语乃说明一切法即五位百法 四列举普特加罗无我即法无我而阐述一切法无我之理以为本论之主要止去 盖据舍利七十五法之说而谨论及普特加罗无我之理是由忘记心外有实法为实则 而谨认明白法皆不离时使我本空故一一之法亦非实法是未为实正理之门 有关本书之著者至原法宝刊同路卷九魏系提婆菩萨西藏一本则举出护法藏波 Len Charskiewicz之名 本书之著书极多较重要者有百法明门论解二卷 奎基百法明门论书二卷大成光百法明门开宗一记一卷 谈矿百法明门论意一卷德卿百法明门直解一卷秩序等 大唐内典路卷六东玉传灯目路卷下佛家名乡通事雄实力P815 大成百法明门论略路请参阅大成百法明门论 大成佛教大成梵语MahYNA一纸大的交通工具 不以个人知觉悟如小成行者未满足而以救度众生为目的 亦如巨大之交通工具可载成众人故称为大成 以此为宗旨知佛教即是大成佛教 西元前后 除彼丘教团外 各地均有在家佛教信徒团体成立 彼等自称菩提萨朵 泛Bodhisattva 亦未求觉悟者略称菩萨 菩萨一词于本身坛中 原指佛陀之前身 特用于为达佛果知修道阶段 上述在家信徒特具信心 自信必能成佛 故意自称菩萨 此种教团中 亦有来自彼丘教团者 彼等信徒逐渐转集 传送亦于当时经藏 阿含经 知经典 如班若经 法华经 维摩经 华严经 等大臣经典 此类经典叙述班若空之思想 并以诗歌赞叹佛陀永恒之生命 强调 上求菩提 下化众生 知思想 并呵斥声闻之西求自度乃不了意 重视六波罗蜜之实践得目 由其强调不失之重要性 其行动不仅具有社会性 实践性之意义 且渗入浓厚之宗教情绪 我国与日本之宗派大都属于大臣佛教 世界佛教通史第一篇第八章 圣言 印度佛教史盖说第九章 达和义 参阅 印度佛教 2215 p816 大臣臣辰论 大臣辰论 泛名Carmacity Procariae 是清者 唐代玄藏义 经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一册 意义本有皮目至先所异之夜成就论 系有观生口异三页之论书 全书站在大臣为时思想之立场 以批判不派佛教诸派之学说 为为时说之重要论书 而语为时二时论 同为是清批判其他不派学说之重要文献 内容以有部 正量部位批评之对象 并论及夜之体性 破斥有部之形色说 正量部之动色说 日出论者之非显非行说等 以心外之物为实体存在之说法 并采用精量部之种子说 以破除有部之三事实有论 正量部之不思法 增长法等 是清晨叶论 山口义 是清为时研究上 截成令文 批816 大臣法王 明代对西藏佛教明僧之封好 明臣祖永乐十一年 一千四百一十三 封萨家派僧昆泽司八位 万行俱荣妙法最圣 正如智慧弘祠 广继护国宣教正觉 大臣法王西天上 善金刚普印大光明佛 简称大臣法王 批816 大臣法界无差别论 全一卷 又称法界无差别论 印度奸会菩萨造 唐代提云般若议 经收于大臣藏第三十一册 内容阐明菩提心之意 并论述法界之无差别平等 初句归敬送 四列菩提心之十二义 果、因、自信、义名、无差别、分位、无染、长痕、相应、不作义力、作义力、移性、计分十二段 每段之初 先以五言颂总明大药 其次则一一详解其意 全书之五言四句颂共有二十四则 七言四句颂一则 其一初年代为五后大周天寿二年 六百九十一 本书另有一同名义一本 又称 如来藏论 亦未提云般若所义 然其一初年代则在开元 七百一十三、七百四十一之后 亦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 著书有法藏之法界无差别论书一卷 现行二卷 法界无差别论大义一卷 调云 法界无差别论讲路三卷 传者不详 法界无差别论是诸超义卷、德门等 开元世教路卷九 大周刊定仲经目路卷六 新编诸宗教藏总路卷三 华言宗章书 东玉传登目路卷下 批八百一十七 大乘法相言神章 樊五卷 日僧护命传 经收于大正藏第七十一册 略称法相言神章 言神章 叙述世界建立之乡 并阐明三界为十 等法相宗之要义 计分十四门 大多位问答之体裁 批八百一十七 大乘法院议灵章 凡七卷或作十四卷 略称法院议灵章 议灵章 法院 别称七卷章 唐代窥击者 经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书中对于维时教义之组织及基本内容 如叛教、维时义理、修行理论、果位等 均详佳家阐士、细古来维时研究者之珍贵典集 内容分为二十九章 第一卷有总料简、五星、维时义灵、诸臣义灵等四章 其中之总料简章为本书最精要之部分 细注者基于维时之立场 以简则佛陀一代以降之教说 略分五段 一、教义有书门 举出小乘义部与诸大乘教各别之立义 二、实力差别门 先续我国立来各家之叛教 四数为十宗三十教之说 三、全宗各义门 初举古来各宗立宗之不同 后全法相知 非有非空中道宗之要义 四、体性不同门 先是外道、小乘、大乘等之教体不同 复皆是为十宗、四重出体 之说 五、的明玄阁门 为六合适之概说 第二卷有诸葬、十二分、断杖、二帝等四章 第三卷有大众造色、五根、表无表等三章 第四卷有归境、四十、六十二剑、八解脱、二指等五章 第五卷有二十七贤圣、三科、极为、圣定果色、十因、五果、法处色等七章 第六卷有三宝、破摩罗、三会、三轮等四章 第七卷有三身一灵、佛土等二章 七卷本位现今所流行者、相传令有八卷三十三章之一本 细在原有二十九章外、令家的非得、诸空、十二观、三根等四章 本书之著是书教重要者有 一灵章抉择记、智州、一灵章补阙、会找、一灵章狮子后章、积辩、一灵章转注、普记、等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法乡宗章书、东御传登目录、P8117、大臣法院一灵章补阙、原为十卷、经仅存三卷 右座大臣一灵章补阙、补阙一灵章、大臣法院零章补阙、大臣法院零章补阙章 唐代僧会找、六百五十、七百一十四、转 收于万序藏第九十八册 戏会找增补、注释其师盔基所转之大臣法院一灵章之作 内容包括卷四、卷七、卷八支三科、空义、十二支、戒处、二量等十二章 虽未见全貌、仍不失为法相宗重要典籍之一 P8118 大臣金刚祭诸菩萨修行分经、全一卷 略称祭诸经 唐代菩提刘致义 经收于大臣藏第二十册 本经乃就菩萨修行物入所得之三摩地来说明其修行次第 并分别叙述护念者、愿求者、听闻者等之功德 与毁谤此法门之国报 开元式教路卷九、真元新定式教目路卷二十四、P8118 大臣阿皮达摩,请参阅阿皮达摩大臣经 大臣阿皮达摩集论 泛名Mahway and Hiderma, Samakia 凡七卷 无者菩萨造、唐玄藏义 略称极论 乃及解大臣阿皮达摩诸要向而成 经收于大臣藏第三十一册 内容分为本十分与抉择分 前者有三法、摄、相应、成就等四品 后者有地、法、德、论义等四品 本是与抉择二分系取自于加施的论中之本地分及摄抉择分 三法品之、广分别 门中之有色无色、乃至有上无上等一门 与摄品之十一种分别 成就品之三种成就说 皆符合于瑜伽师的论卷十三、卷五十二及显阳圣教论卷十四所说 本书与显阳圣教论同位瑜伽师的论之纲目书 又本书系于唐永辉三年、六百五十二、三月一初 本论之著是书有阿皮达摩杂集论十六卷 与本论均为后之城为十论等书所引用 故古来亦多位为十家所重视 大唐内典录卷五、开元室教录卷八、真元新定室教目录卷十一、批八百一十八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泛名Mahway and Hiderma Semaqiyah Vyiki 凡十六卷 安慧菩萨杂柔、唐玄藏义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一册 又称阿皮达摩杂集论、杂集论、对法论 乃随文注释无者菩萨之大臣阿皮达摩集论而成 本书原系无者弟子觉师子所作 安慧家以和柔集论而成 为法乡宗所依用重要论典之一 乃于加十之论之一 其著是书教重要者有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数计十卷、盔姬、数计冠链边二十八卷、信培 成为十论了一灯卷一大堂内典录卷九、开元式教录卷八、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十一、批八百一十八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数计、请参阅阿皮达摩杂集论数计、请参阅阿皮达摩杂集论数计、请参阅大臣律、又做大臣皮尼、菩萨皮尼、菩萨律脏、菩萨调佛脏、 指大臣菩萨受持之戒律、为、小臣律、之对称 梵网经卷下、大二四、一零零七中、若佛子、常应发一切愿、孝顺父母师森三宝、愿得好师同学善有知识、常教我大臣经律、十发去、十常养、十金刚、十的、使我开解、如法修行、 坚持佛解 历代各种义经目录所载大臣律之分类与部数各义 一、法经之重经目录卷五、历有、大臣皮尼脏、义则、内分疑义、义义、失义、别生、疑惑、违望等六种、共有五十部八十二卷 二、历代三宝记卷十三、分成有义、失义两种、共有三十一部五十四卷 三、大唐内典路卷八支入藏路、别历、大臣律、支部门、分位一义、众义两种 四、开原式教路卷十九支入藏路、共收二十六部五十四卷 五、至原法宝刊痛总路卷八举出大臣律经典二十八部五十六卷 六、日本缩刷大臣律经则收载三十部四十八卷 大唐内典路卷六、卷九、大周刊定重经目录卷六、真原心定士教目录卷二十四、卷二十九、月藏之经卷三十二、批八百一十九 大臣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及凡三卷 唐代至言义 经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略称菩萨行门诸经要及 细转及诸经中有关大臣菩萨行制要文而成 既有四十二经六十七条或六十六条 卷上隐载项叶经 说妙法决定叶障经等十一部之文 卷中隐载海会菩萨所问经 细乐严经等十部之文 卷下隐载虚空葬菩萨所问经 如来境界等二十一部之文 所隐诸经之中 方广如来至经 眼法师品经 细乐严经 圣基品经 精光上圣皮尼经 祥福摩经 宝童子夫人所问经 如来境界经 离构菩萨所问经 宝巨经 纳罗颜品经 梵沙经 一切诸佛所念经 法集经 集会品经 书圣巨界品经等十六经 未未传于中土之经 蓄谷经 序谷经 一经图记 开源 室教路卷九 阅藏之经 卷四十一 批八百一十九 大臣涅槃经 阐述法身长柱 众身稀有佛性 产提成佛等论题之大臣经典 据诸经禄所在 历来汉义涅槃经 有如下十五种 一 胡班尼环经 凡二卷 后汉之楼家称义 二 大班尼环经 凡二卷 曹魏安法贤义 三 大班尼环经 凡二卷 三国无知之千义 四 方等班尼环经 凡二卷 西境主法护义 五 佛班尼环经 凡二卷 西境百法族义 六 大班尼环经 凡六卷 东境法宪 佛陀巴陀罗共义 七 大班涅槃经 凡三卷 法宪义 八 班尼环经 凡二卷 义者不祥 九 佛仪教经 全义卷 遥情纠摩罗十义 十 大班涅槃经 凡四十卷 北梁潭无称义 十一 班尼环经 凡二十卷 流颂至猛义 经义诗传 十二 班尼环经 全义卷 义者不祥 十三 四童子三昧经 凡三卷 随舍纳绝多义 十四 大班涅槃经 后分 凡二卷 唐代若纳拔陀罗 惠宁共义 十五 大悲经 凡五卷 北齐纳连提耶舍 法治共义 以上十五种中 一 二 三 十一 十二 等五种经 以不存 五 七 十二 为小陈涅槃经 其余皆属大陈涅槃经 其中又以 六 十 十四 为重要 四十卷 本位最完全者 即北本涅槃经 其后传于南方送的 由慧炎 慧官 谢灵运等将本经前半对照法显所一之六卷尼环经 整理为三十六卷二十五品 此即南本涅槃经 中国佛教使即佛教使即卷尼 参阅 大班涅槃经 八百四十四 南本涅槃经 三千七百三十八 批八百一十九 大臣起信论 拳一卷 又称起信论 相传为印度马明 梵A5A 菩萨所造 南朝良代真帝 四百九十九 五百六十九 亿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二册 本书阐明如来藏元起之旨 即菩萨 凡夫等发心修行之相 细从理论 执箭两方面归结大臣佛教之中心思想 为佛教思想之重要入文书 全书共分五篇 第一因缘分 举出八分以叙述造立本论之因缘 世卫 聚分 第二立义分 第三解释分 第四修行信心分 此三分为本论之正宗分 立义与解释二分阐明 一心 二门 三大 知理论 修行信心分 则说明 四性 五行 知识见法门 所谓 一心 即止绝对之一心 此一心即为众生 亦为如来藏 真如 心 盖世界万有皆为真如之显现 一切众生本来亦成住于夜盘之中 所谓 二门 即止 心真如门 与 心生灭门 真如门即为绝对之真如 即阐说众生心性之 本体 不生不灭 远离言说之相 必尽平等而常和不便 又包含 一言 离言 二种 于生灭门中则皆是众生心性之 见相 即为真如缘起 生灭门又 跟流转门 还灭门二种 流转门中皆出 阿赖耶实 一词 说明此时乃 生灭 与 不生不灭 所和和的非亦非亦之时 并由此所谓真望和何之 阿赖耶实 生起三系 无名夜相 能见相 境界相 六粗 至相 相续相 直取相 记名相 起业相 夜系苦相 五意 夜时 转时 现时 智时 相续时 六染 根本业不相应染 能见心不相应染 现色不相应染 分别智相应染 不断相应染 相应染 流转 于迷界 还灭门则系自迷界之中 依时性 时柱 时行 时九相 时的等皆次之修行 而还至涅槃 如简 所谓三大 即止体 相 用三者 所谓 四性 止间性 真如与佛 法 森三宝 所谓 五行 止笃行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止观 第五 劝修利益分 举世受持本论者可得广大利益 是为本论之 留通分 四 历代三宝记 以降 诸金禄大多以本论为 马明造 真地义 而广为各宗派所习用 然随代之众金木禄 卷 五 大五五 一四二上 则为 大臣起信论一卷 仁云真地义 堪真地路无此论 故入疑 而将本论置于 疑或不 惠君之四论 玄义卷十 卷十二则为本论系的论 宗之论师所伪造 盖本论所知 如来藏心能生起一切生业诸法 之说 与诸的论师之宗说 十乃两相祈福 开原是教路卷八亿表存疑之看法 此外 又因本论之范本 经已不存 而西藏藏经中亦未收录本论 遂加 伪作 之可能性 然迟 平反 之立场者亦未然分歧 其今不绝 遂成为历来 世界争辩的悬案之一 归纳分云之众说 本论来源有三 一 龙树以前之马鸣所作 二 龙树之后某一同名义人之马鸣所作 三 国人所为作 以上诸说 气无定论 而于现代佛学研究中 由日本学者望月信亨再度引发一场笔墨波浪 望月信亨从考证入手 这 大臣其信论之研究 一书 否认本论为马鸣所造 我国两起超级之发难 并进一步否认本论为印度之传述 其后欧阳健 吕邓 王恩阳等一乡地批判本论之真实性 与之真风相对而为本论辩护者 则有太虚 张太炎 唐大元 应顺等人 此外 欧洲著名佛教学者戴密威 戴密威 这有 大臣其信论研究 之论文 广搜伯阵 肯定本论却系马鸣之著作 为辩护者增加一大力量 习其论文为译成中文 而汉为国人所知 此正反两方之说 虽可谓其鼓相当 然对本论之价值犬同表一致 皆是之为严密精湛的大臣佛教思想之伟大著作 本论为历来各宗所依用重要经论之一 大臣佛教之主要宗派如华言 天台 禅 净土 密宗等皆深受其影响 随代之谈言 会远曾传书以红禅本论之指 道错于其安乐及中屡屡引用本论 三论宗之吉藏 天台宗之志以义对本论推崇被制 唐代时 元晓 法藏 陈关 宗密等华言加真相为本论作著书 至湛然作 经批论 本论建成为天台加造章书时 所必依用之经论 此外 宋代言寿之宗敬录 四明之礼之十步二门只要抄 教行录等意每每一准本论之指意 密宗所奉为重要论书之 是摩合言论 相传及龙树菩萨为阐释本论而作者 本论除真谛一本外 另有唐朝于田沙门时插南陀众议之二卷本 两种译本大同小译 然以真谛译本流行较广 且历代之著书皆采用真谛本 新译本仅有明代秩序 一人为之作著 其信论列网书 除汉译本外 本论译有两种因译本 亦为1900年在美国刊行之 Aspiaosa's Discourse on the Awakening of Faith in the Mahu YNA 系日本林木大桌所义 另一为1907年于上海发行之 The Awakening of Faith 本论译书之凡复不胜枚举 叫著名者有随代会远之 其信论一书 新罗远小之其信论书 唐代法藏之其信论一记 三书合称为 其信论三书 其中又以法藏之一记位最重要 上记之外 另有其信论书 真谛一心二门大义 智楷 其信论书 智眼 其信论同意略籍 新罗建登 其信论书著 踪密 其信论笔消记 子玄 其信论转著 真戒 其信论直解 德卿 其信论叙述 通论 等 意味力来学者所重 大唐内典路卷五 大周刊定重经目录卷六 智元法宝刊痛总录卷九 古经义经图记卷四 三论玄书文艺药卷二 旭高森传卷四 玄藏传 大乘其信论考证 梁启超 大乘其信论真伪辩 健康书局 大乘其信论讲记 应顺 大乘其信论语伦严严经考辩 现代佛教学术从刊第三十五册 大乘其信论开题 经经红月 佛教大戏 批八百二十 大乘其信论别迹 全一卷 唐代法藏传 经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四册 戏旧真帝所译之大乘其信论中选择要目解释而成 纪分三十五章 另据战瑞之其信论一纪教理超卷十五 顺高知听及记卷十三本 奉坛之其信论幻虎录卷四等所在 本书并非法藏所作 而系他人伪造者 本书之末著有顺高知听及记四卷 宗信之药文超一卷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其信论著书详 详略卷中 大乘其信论之研究 批八百二十二 大乘其信论书 凡四卷 唐代法藏术 宗密著 略称其信论著书 乃宗密斋录法藏之大臣其信论义计 兼加部分己说而成 全书分二篇 第一篇总述一门 又分 辩交其因缘 约诸藏所设 显教义分其 明教所备基 能全教体 所全宗去等六门 第二篇随文解释 又分解明题 解文义二门 总数一门之六门 同于法藏一纪十门之初六门 随文解释之二门中 解明题包含一纪之第七事论题目 第八造论时节 第九翻译年代等三门 解文义则相当于一纪之第十随文解释门 据奉坛之起信论一纪换虎路卷一 普济之一纪要绝卷上所在 本书虽依准法藏之起信论一纪而作 然以天宵过多 又每每自家一段 篡改一纪 故立来颇有以换经之机 本书之著书本有 起信论随书记 传奥 起信论笔消记 子玄 起信论会乐 续法 等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华言宗论章书目录 大臣起信论之研究 凡三卷 即法藏传之大臣起信论一纪 系以华言宗之立场而注视大臣起信论 参阳 大臣起信论一纪 八百二十四 凡二卷 新罗元小传 又称海东书 经收于大臣藏第四十四册 解释真谛所义之大臣起信论 为起信论三书之一 略立三门 一 标宗体 为大臣起信论乃大小臣 一切重点之精髓 二 是提名 原影虚空藏经 阿皮达摩杂极论等之文 而阐述 大臣 之诸以 三 一文显议 极竹文注解其信论 以彰显论中之深指 本书论指明晰 文艺畅快 故多位法藏之一纪 太贤之内一略探计 剑灯之同意略及 宗密之著书等所引用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三论宗章书录 批八百二十三 大臣起信论比消记 凡二十卷 宋代子旋转 又称起信论比消记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四册 本书为规封宗密起信论 著书之著书本 所示详细 颇能会合法藏之意 为历来研究起信论 不可缺少之著书本 然以起信论配于 五教叛之原教一臣 而与天台之原教解释相同 故遭后世之非矣 著书本有云方之比消记 超四卷 批八百二十三 大臣起信论列网书 樊六卷 明代秩序传 又称起信论列网书 经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四册 本书系新义 时差难驼义 起信论之著书 其名列网者 欲破除法相宗 法性宗二宗差别的见解之网 本论以藏 通 别 原四教中之原教配 以一心之众身心 而举出原教观境之旺心 著书本有关国之讲录六卷 批八百二十四 大臣起信论议记 樊三卷 唐代法藏传 又称大臣起信论书 起信论议记 藏书 显首书 经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四册 为大臣起信论三大书之一 本书系以华言宗之立场 而注视大臣起信论者 共分成十门 一 教起所应 二 诸葬所设 三 显教分歧 四 教所背基 五 能全教体 六 所全宗去 七 世论题目 八 造论时节 九 翻译年代 十 随文解释 其中第三支显教分其中 出数字日照三藏传至戒贤 至光之三十判 四将传入东土之大小陈诸经论 总判为四宗 一 随乡法之宗 即指小陈诸部 二 真空无乡宗 指班若经 宗论等 三 为十法相宗 指生密经 瑜伽论等 四 如来缘起宗 指能夹经 密言经 宝信论 起信论等 不用华言宗之五教判 而心力四教判 将起信论配于第四宗 此与古来所论大义齐去 此外 本书复为起信论中之阿里耶石 即是为十家所说之阿赖耶石 又将三系中之夜相 能见相 竟借相似地配于字体分 见分 相分 且为至相以下之六粗通于六意识之中 并明白举世起信论为举第六十及第八十 而未论及第七十 凡尚 皆为本书之特色 为其信论其他之著书所为集者 本书与会缘之书 缘小之书并称其信论之三大书 而以本书最为风行 本书缘有三卷 论文部分有单行本 其后唐代之宗密将书与论文会合出刊 然不饮本书之全文 且山靴颇多 自诵乙将 一般注重宗密之书 而世人多不知有本书 后有日僧奉坛 重新考定本书与论文之会合本 凡无卷 盛行于事 清朝阳文会有感于本书之遭受割裂 遂别求古本 愁孝初刊 视为七卷之会本 颇受学界之重视 本书之著书本神多 较重要者有 宗密之其信论书四卷 战瑞之教理超十九卷 慧晨之讲义三卷 奉坛之其信论幻虎路五卷 普戒之药绝三卷等 华言经探玄纪卷一 唐书译文字第四十九 新编诸宗教藏总路卷三 大臣其信论之研究 批八百二十四 大臣其信论一书 凡二卷 又称其信论一书 随带谈言转 收于万续藏第七十一册 为大臣其信论之著书 现今之流传本 仅于卷上 其卷下内容 与新罗元小之海东书相同 故万续藏仅收录其卷上 内容分为三门 一、辩大义 二、解题号 三、入文解释 凡四卷 随带会远传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四册 又称其信论一书 其信论书 敬影书 为大臣其信论三大书之一 解释真谛所义之大臣其信论而成 于文前 先分判身文 菩萨二藏 与修多罗 皮尼 皮坛三藏 而将其信论设属二藏中之菩萨藏 与三藏中之阿皮坛藏 其次阐述其信论以八十之理位体 而以行法位宗 其后 解释其信论之题号及传号等 其下则为其信论之竹文解释 本书文一浅漏 差谬处颇多 或以非会远所作 其信论一纪要绝卷上 续高森传卷八会远传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三论宗章书录 大臣其信论之研究 批八百二十四 大臣礼去六波罗蜜多经 凡十卷 唐代班若译 经收于大阵藏第八册 略称六波罗蜜经六度经 内容讲述护持国界及菩萨所修六波罗蜜之法 计分十品 一、归依三宝品 二、陀罗尼护持国界品 三、发菩提心品 四、不退转品 五、不失波罗蜜多品 六、境界波罗蜜多品 七、安忍波罗蜜多品 八、精进波罗蜜多品 九、境律波罗蜜多品 十、般若波罗蜜多品 据真缘新定是教目录卷十七载 初十 有大秦寺之波斯森景静 依据虎本 将本经译为七卷本 然因景静不识梵文 又为安佛教义礼 故所义与原经出入圣据 班若三藏岁于真缘四年 七百八十八 十一月依据梵本 众义本经 著书本经者 有至通之六度经书十卷 六度经义立绝 六度经义目各义卷 超物之六度经书四卷等 大唐真元旭开元式教路卷中 新编诸宗教藏总路卷一 P825 P825 大臣密言经 请参阅密言经 大臣密言经书 请参阅密言经书 大臣庄言经论 梵名 梵名 Mah YNA S T R L A K R A 凡十三卷 无这造 唐代 波罗 波密多罗译 经收于大臣藏第三十一册 内容解说菩萨发心 修行以及应修习之各种法门 又称大臣庄言论 大庄言论 庄言经论 庄言论 乃于加识之论之一 全书共分二十四品 现存之梵本系法国学者来为 S L6 于1898年发现于尼泊尔者 西藏译本将全书分为 宋 是 两部分 梵本及西藏译本 皆仅有二十一品 本论名目盖 含有庄言大臣经之深义 故成为识论数记卷四本位 本书书名应题为 庄言大臣经论 本论原影经典颇多 有识的经 吴敬慧经 行轻敬经等数十种 关于作者 众说纷纭 范本位举出作者之名 南海记归内法 传卷四长法有无条 开原识教路卷八等 君为本书为五者所造 西藏译本位是弥勒造 成为识论了一灯卷一本 成为识论数记卷四本 解身密经书卷四等 则皆称本送为此是弥勒菩萨造 识论则为天清菩萨所造 大唐内典路卷五 至原法宝刊痛总路卷九 月葬之经卷三十八 批八百二十五 大臣庄言论 请参阅大臣庄言经论 大臣庄言宝王经 泛名 Avalokai Tfara Gue Kra Vyha 西藏名 Ca Mutok Kat Pu 凡四卷 又称庄言宝王经 宋代天席灾疫 经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内容叙说观自在菩萨之威力化线集六字大名 陀罗尼 安 欧 摩 摩 尼 哀 那名 Padmi Oh 之功德 现存之范本系1873年出版于加尔各达 至于西藏译本 据传 西元四 五世纪请 藏王曾自空中得此经 其后 派遣端美三菩提自尼波罗 经之尼波尔 的范本而写反 一成藏文 至元法宝刊痛总录卷五 WW Rockkill The Life of the Buddha 参阅 安那巴欧 4417 P826 大臣造像功德经 泛名 Tosketa Protty Bimba Protty Hnuas 凡二卷 唐代提云般若裔 经收于大阵藏第十六册 内容叙述幽陀 阎王造立佛像之因缘及其功德 本经 亦于五周天寿二年 六百九十一 知大周东四 大周刊定重经目录卷五 以本经与东境所亦 亦者不详 知 造立形象福报经 为同本意义 元山三大藏总目录卷上则为此说谬误 蓄古经义经图记 开元世教录卷九 大藏圣教法保镖目卷五 参阅 幽田王 六千四百一十一 P826 大臣掌争论 请参阅掌争论 大臣无声方便门 拳一卷 传者不详 经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五册 内容系从我国北宗禅之立场论述入道之五门 开头所标示之五门为本书之大纲 即 一 总章佛体 二 开智慧门 三 显示不思义法 四 明诸法正性 五 自然无碍解脱道 其次举世四红誓愿 劝请 忏悔等之做法及静心眼等 复分别论述五门 即 一 总章佛体 论述佛之语义 平等法身 佛界 如来之意义 法报化三身 记照之用等 二 思义解脱法门 四大海水入茅孔 醋 翼 结尾七日等 第四 井余残卷 叙述诸法正性 以下则缺文 本书有敦煌签佛洞旧藏写本 为大英博物馆所藏 史坦英 第2503号 北宗禅 敦煌本发现明了神秀思想 九叶方龙 大正大学学报3031 大乘武方便研究 曾永灵凤 印度学佛教研究6 P826 大乘武量寿宗药经 泛名Aparamitya JNA MADHRA 全译卷 译者译明 又座大乘无量寿经 无量寿宗药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内容叙述无量寿决定王如来之陀罗尼及其功德 本经语宋代法天所义之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译卷位同本意义 又本经令有范 藏 于田 回古文字土耳古语 蒙古 满洲语等各种译本 其中 于田本系史坦英 于1910年发现于敦煌迁佛洞 1912年堪布首部 1916年 德国学者瓦里瑟 M Woser 对本经进行犯藏汉三种译本之研究 并将全经义为德文堪行 大乘无量寿宗药经 史吹庆辉 陀罗尼经之孝和 池田成达 宗教研究第一之三 P827 大乘无量寿宗药经 请参阅大乘无量寿宗药经 大乘无量寿庄严经 凡三卷或二卷 北宋法弦义 又座大乘无量寿庄严王经 略称无量寿庄严经 庄严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内容叙述 至远法宝刀 至远法宝刊痛总录卷四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卷二 参阅 无量寿庄严 五千一百一百一十九 批八百二十七 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 全一卷 略称顿悟真宗论 唐代会光及世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五册 内容以问答体论述真性之开显及生死 透脱之道 为唐代圣行之禅宗典籍 本书九已失传 经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敦煌出土本 薄熙和第2162号 批八百二十七 大乘及菩萨学论 泛名Examakya 凡二十五卷 法称菩萨者 宋代法护 日称等共义 又称学处要集 经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二册 乃修行大乘佛教者之教说经研集 范本刊行于1902年 分十九章 汉译本则立十八品 内容细旧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班若波罗密等得穆家已论述 本书援影之经典颇多 有华盐经 宝光明陀罗尼 大善诱经 十法经等八十余种 本书现行之范本 系1902年英国学者冰达 C Bendel 所堪行 此外 本书亦有因译本 细字范文本直接译成者 与汉译本比较之 则其内所引述华盐等经之引文 较为冗长 此外 又多处引用未传之经文 至元法宝刊痛总录卷九 大臣及菩萨学论 迪元云来 东阳哲学第九之一 批827 大臣会 又称法圣四大臣会 乃日本天台三会之一 从大臣经中 选出五部大臣经典 即华盐 大吉 大品班若 法华 涅槃等 在五日间 分别讲说 称探词五部经 此种法会称谓大臣会 在日本 成立二年 一千零七十八 京都法圣四首度举行此会 此后 每年十月赤令照请天台宗 真言宗之高僧举行 批827 大臣于家 金刚信海曼书 是立千碧千大教王经 凡十卷 唐代不空义 略称千碧千万书是立经 文书大教王经 千经 本经述千碧千万书是立菩萨之秘秘三摩地法 经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计分无声 无动 平等 净土 解脱等五门九品 前九卷 一 根本清静无声门 细皮如浙纳如来所说 做阿自观 此门包括前二品 二 原成十乡无动 为阿如来所说 做罗自观 包括第三 四品 三 法界真如平等门 为宝生如来所说 做博自观 包括第五 六品 四 妙观里去净土门 无量受佛所说 做左自观 包括第七 八品 五 金刚菩提解脱门 为不空臣就如来所说 做囊自观 及第九品之说 第十卷则就六师外道等详述此法 令笔归一 又由经文所述文书献千碧 每必持一 每中线千世家 其顶上带五佛如来等记载 知此精细一密教思想 及泛网精之如舍那连华台藏世界说 转化而来 依序文载 本精细金刚至三藏于长安建福四一出 游会超比寿 真元新定世教目录卷二十九入藏录 续真元世教目录 恒安 批八百二十八 大臣经典 大臣经 泛于Mahwana Astra 指大臣佛教徒所信奉之经典 又做大臣修多罗 菩萨契经 方等经 大方等经 及大臣经典 即指阿含经或南传之尼科耶 巴尼克尔 为布派佛教及经之南传佛教徒所信奉 此类经典以外 上有数量甚多之经典 则为大臣经典 以大正大藏经为例 其中所收之经 律 论除外 阿含部及本元部内之一部分为小臣经典 其余之班若部 法华部 华严部 宝基部 涅槃部 大吉部 荆吉部 密教部等所含之经书 皆为大臣经典 大臣经所说之主要内容 为臣佛之途径 菩萨道之内涵 及六波罗密 佛性等教义 凡此皆非小臣佛教之义里所侧重者 而北传中日韩等国之佛教徒 虽不排斥阿含经 然所信大体以大臣经典为主 关于大臣经典之经卷部制 资列举如下 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五所据 宋世众经别录 立大臣录 小臣录 大小臣不叛录等之别 其中 大臣录总计四三八部九一四卷 李阔之位 世众经目录 则立大小臣之经 律 论等之别 其中 大臣经目录二一四部 宝畅之良事重经目录立有大臣经 小臣经 意义经等之别 大臣经二六二部六七四卷 随代法经之重经目录将大小臣之经 律 论各分位 疑意 意义 诗意 别生 疑惑 违望等六种 其中 大臣修多罗总计七八四 四部一七一八卷 童书卷十三大臣录入藏墓将大臣经典分位有意 诗意二种 合计四六九部一二八七卷 此外 开元世教路卷十九入藏路 则举出大臣经典有五一五部二一七三卷 盖大臣经典出现于世之年代 虽不祥 然就东汉环帝 灵帝十 竹佛朔 之楼家乘等人传意到横经 班舟三昧经 首轮严经等 吉隆树菩萨于大制度论中原引六波罗密经 法华经 十的经 网民菩萨经 禅经 菩萨本启经等而论 则孔系从佛陀入灭后五百年寝 见次出现于世 而至龙树时代 已成重要之经典形式 此等大臣经典 虽经古来诸多论师主张 并非佛陀所直接宣说者 然皆不外根据佛陀所说之教理而来 并进一步发挥佛法之唯言大义 阐明其意义之实意 附身入印证考察而加以整理计数 故大臣经典可谓及佛陀教法之大臣者 增议阿含经卷一续品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七 大宝基经卷九十二 大放等大吉经卷二十二 大致度论卷四十六 大臣庄严经论卷移成为十论卷三 大臣一张卷移真元心定式教目录卷二十九 参阅小臣经典九百三十七 修多罗藏四千零四十 经五千五百四十八 批八百二十八 大臣一张凡三卷 东进庐山会远三百三十四 四百一十六 问 九摩罗十三 三百四十四四四百一十三 答 又称大臣大义章 修摩罗十法师大义 法问大义 问大臣终身意十八科 民国十九年 一千九百三十 中国佛教历史博物馆中刊 提名 远时大臣要意问答 收于大义章第四十五册 共分十八条 问答真法身 众问答法身 问答法身相类 问答法身受量 问答修三十二相 问答受觉 问答法身感应 问答法身佛静本习 问答造色法 问答罗汉受觉 问答念佛三昧 问答四相 问答如法性真纪 问答时法有 问答分破空 问答后时追忆前十 问答辩学 问答助受益 据僧佑 四百四十五 五百一十八 支出三藏纪及卷十二所载留 宋路程之法论目录第一制 及随代被长房所编立 带三宝纪卷七会远条之记载 可推之随代以前已将罗石 会远两师往来问答之文书 编转成书 亦为三卷十八章之形式 以便立当事学者 为其条目内容 与经本略有出入 罗石于本书中直接阐明 对于大乘佛教教义及信仰之理念 并将龙术提婆一系之中 观佛教思想介绍至我国 促成班若等大乘经典之翻译与研究 诱书中反复论述有观佛 菩萨法身之问题 显示此为会远及当事佛教界 所共同主目之焦点 此外 由会远 罗石之问答 亦可作义中 应思想 文化之比较 法院诸林卷100 大唐内典路卷3 出三藏记及卷12 三论宗章书 凡二十卷 随代静影四会远 523 592 转 收于大阵藏第44册 本书系一部佛教类书 类具佛书要目并详识之 以全显大成生意 要目分 教法具 义法具 染法具 净法具 杂法具等五具 各具概一增数法利一门 总结222门 缺杂法具 更涉系断而详识之 本书引证该博 意指明晰 相当于佛教百科词书之性质 故立来佛教术语之说明 大多引用本书 依序高僧传卷八会远条载 本书原为十四卷 二四九颗 现行本有二十卷本 与二十八卷本 一天录 两种 本书对染法具中 烦恼义之阐释 从二障义至八万四千 烦恼义共分为三十门 又各篇之法术多 从小数逐渐增至大数 每篇分为四门 以至八门来解说 此种将佛教术与 以法之术别排列说明 而成为此典体材之做法 不知其字何时 然会远之施法上集成者 有大臣一张六卷 及增数法门 内法数零 四十卷 此事载于序高僧传卷时 此外 天台志以一传有法界 次第出门一书 由修禅之立场 而建立六十科之法术 上列所述大多 与大臣一张之项目相符 准此官之 此种类书颇流行于 六世纪前后之佛教界 本书五具之分类或细 根据成时论之发具 苦地具 疾地具 灭地具 道地具等观念而来者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佛典书超目录卷上 大臣一张书后 陈寅克先生论文集下 批八百二十九 大臣贼 又称大臣匪 乃北魏末年 以法庆为首之流贼 北魏末年 济州 京河北 山西二省及河南 黄河以北 一带 战乱兄年相继 不法之徒 乃假借佛教之名作乱 其时 法庆说服国子博士 李归博 自号大臣 并纠何于名 劝人服狂药 使不识父子兄弟 并高唱 杀义人为一柱菩萨 乃至杀十人为十柱菩萨 之说 组织凶暴 之杀人团 杀害官吏 后贼党人数多达五万余 破坏寺院 杀戮森尼 焚毁金像 并称 新佛出世 就魔除去 此 新佛 即使 大臣主 法庆本身 并未迎接新佛 建设大臣佛国 必须破坏就有佛教教团 又已杀害教徒 为平摩之夜 十指北魏孝明帝在魏 五百一十五 五百二十七 下诏讨伐大臣贼 一战死者数万 终补得法庆 移送经师斩首 礼规伯义扶诸 大臣贼之乱始告平定 佛祖统计卷三十八 魏书卷九 卷四十八 卷六十四 卷九十四 北十卷二十五 卷四十三 批八百三十 大臣对句舍超 樊十四卷 日僧原信传 简称对句舍超 经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第八十五册绘 新僧都全集内 乃针对句舍论六百颂所阐述之教义 由大臣 特别是由信相学之诸论书 加以比较对显 以阐明大小二圣所立信相之乙同 本书本书 本书传于宽宽宏二年 一千零四 原信十年六十四 一级往生要及传述后二十年 批八百三十一 大臣十一经 请参阅占查经 大臣论 及夫臣六度及诸法皆空等义 并注解大臣经典之各种论书 与小臣论对称 又称大臣阿弥坛 菩萨对法藏 佛陀注释时 别无论不 至佛陀入灭后 诸菩萨使未遁根众生制造诸论 分别解释诸经之生意 如龙树造大制度论 以阐释大品般若 提婆造百论 无者造瑜伽师的论 天清造大臣臣业论等 护法造成为时论等 清辩造长真论等 我国自揪摩罗时 菩提流知 真帝 玄藏 师护等诸师相继传译词等经论后 讲习之风颇甚 开元释教路卷十九入藏路 分大臣论为释教论 即议论 其中 释教论二十一部一五五卷 即议论七十六部三六三卷 何为九十七部五一八卷 至元法宝刊痛总路卷八列举一一七部六二九卷 缩刷大藏经列举一二八部六五九卷 此外 尚未汉译者有岳称之中论事 范本 龙树之无畏论 世卿之无尽一经广事 安慧之大臣庄严论事 陈那之英明及 以上藏本 历代三宝记卷十三卷十五 燕丛路卷一卷二卷五 大唐内典路卷六 大藏金刚目指药路卷五 大藏圣教法保镖目卷五卷六 批八百三十一 大臣登 泛名Mah YNA Pradpa 英译莫赫耶纳的乙波 唐代森 唐代森 艾州 越南东京一带 人 又年出家于杜罗底国 通大臣经论 后随唐使入京 于玄奘三藏处受据足解 流注数载 又博行至狮子国 西兰 更立西印度各地 凡十二年 多羽易静 无形等共行 后世寄于巨师 陈班涅潘寺 市寿六十余 大唐西御求法高森船卷上 P八百三十一 大臣禅 指菩萨禅 乃归封宗密 七百八十 八百四十一 所立五种禅中之第四种 宗密之禅原诸全集都续卷上之一 大四八 三九九中 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 是小臣禅 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 是大臣禅 在宗密之禅法分类中 此种禅法仍次于最上臣禅 参阅 五位禅 一千一百零五 P八百三十一 大臣宝月童子问法经 请参阅宝月童子问法经 大臣宝要议论 樊石卷 作者不详 北宋法护 为敬等意 经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册 系有关大臣教徒实践法门之经说集 初未归尽诵 四论人生难得 圣行难成 正法难闻 故劝人发菩提心 信奉正教 此外 并数极大悲 五种行 再加菩萨行 邪行正行 正法设寿 班若波罗密 方便 行愿 性解等法门 本书乃自七十种经典中 则要摘录百数十文而成者 批八百三十一 大元问答 又作大元谈意 乃日本净土宗史事 日本文治二年 一千一百八十六 一说文治五年 原空印天台宗显真之请 在大元龙禅寺与明辩 至海 真庆等诸宗高森大德 互相答问 讨论净土之定义 原空讲说净土宗义 念佛功德 弥陀本愿之之要 试问者大为幸福 集会之三百人欢喜流泪 相传因而举行三日三夜之不断念佛 批八百三十二 大唐三藏玄藏法师表起 全一卷 编者不详 经收于万绪藏第一五灵册 集录唐玄藏之上表起 并唐太宗之赤书等 凡十六篇 批八百三十二 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请参阅大唐三藏取经诗画 大唐三藏取经诗画 凡三卷 传者不详 又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其版本有二 一 题为 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宋刊大字本 第一卷缺首 第二卷全缺 习十藏于日本高山寺 经归得复苏丰臣溃塘文库 罗振玉影印入及时安从书 二 题为 大唐三藏取经诗画 宋刊经乡本 习十藏于日本高山寺 经卫太苍喜七郎所有 上卷缺第一则 中卷缺第八则 民国五年 一千九百一十六 有罗振玉之影印本 十四年有商务印书管牌印本 此二版本均残缺不全 名称虽亦 实为一书 唐森取经故事发源甚早 南宋以前及甚流行 本书共十七章节 每节标题目次序 乃小说最早之分回形式 内容文字长短不一 长者千余字 短者不满百 或细说话人欲被讲说之提纲 然本书并非明代无成恩西游记之所本 不仅叙述方式 取经人数不同 情节亦无直接之关联 以诗画 为明 乃因美节必以诗作节 而诗句皆出于书中人物之口 与画本中之诗句 由说话人意思表达者不同 为唯一现存诵人所作画本诗画 坊间有大字 京香和刊本 P832 大唐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 请参阅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 大唐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 略称内典路 唐代律森道宣 596 667 编 经收于大阵藏第55册 收入东汉治唐出译者220人 经典2487部8476卷 细参考历代三宝记 法经路 仁寿路等 协长不短 检讨一切经之内容与目录而成 灵德元年 664 陈书 共分十路 卷八 历代重经建入藏路 乃根据西明寺县藏入藏目录所者 为本书最具特色之部分 卷十 历代所出移为经论路 则根据出三藏记集 历代三宝记 法经路之记载 另加上若干道宣所查定之经典 共举出移为经162部 此外 本书另有灵验谈等 又记本书之后 有序大唐内典路一卷 亦收于大阵藏第55册 或为一道宣所作 或为至深传 气无定论 法院 略秦者 略称西域求法高森传 求法高森传 经收于大阵藏第51册 天寿二年 691 陈书 内容记载唐 初五十年间 贞观至天寿 为求法而西行至印度 圣或远底势力佛式 经苏门达腊 之六十余僧旅之略传 书莫富有意境之自传 此外 书中一载有若干星罗僧人之传记 所记入印道路有通过西藏 尼泊尔者 为研究印度佛教与中印交通之重要史料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南海记归内法船卷移开 原式教路卷九 卷二十 批八百三十三 大唐西玉记 凡十二卷 唐代玄藏术 其门人便讥讽唐太宗之施令编辑而成 略称西玉记 经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本书为玄藏于十六年间 游历印度西玉等一百十余国语传闻中 二十八国之见文录 除有关佛教大小陈珠不传播之实情等记载外 举凡地理 风俗 语言 传说 产业 政治等 皆有详细之记载 其中 有关都义 唐塔等位置之标示 对于十九世纪以来 薄新之印度 西域等地佛教遗迹之实地考证 极具指南之价值 故本书未考察当时印度 西域之重要史料 如道宣所编织是家方至二卷 大部分均抄录自本书 右本书早已收入大藏经中 卷首富有秘书著作左郎静波之序文 送藏以下 则令附上书左蒲舍燕国公章说之序 清代丁迁者有大唐西域记考证 日本学者哭迁得则传有解说西域记之书 法译本有S. Julian M. Walser Lay Contris Occidentalis Ertoms, Paris, 1857-1858 英译本有S. B.O.S.I.U.P.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Earth Falls, London, 1884 GT Waters on U.N. Kwan's Travels in India Earth Falls, London, 1904-1905 其书富有详尽之考证 另有吕秋一本,精灵课经处刊 1957,及新式标点教刊本 地平线出版社刊印 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 旭高森传卷四 开元寺教路卷八 P833 大唐真元旭开元寺教路 樊三卷 唐代元赵传集于德宗真元十年 七百九十四 略称旭开元寺教目录 经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五册 既收经论及念诵法一九三卷 经论书一六十四卷 真元心及古经制令 碑表记八十六卷等 合为三四三卷 加上本书目录二卷 共三四五卷 P834 大唐宝大以四岁续真元寺教路 请参阅续真元寺教路 大唐宝大以四岁续心意真元路 请参阅续真元寺教路 大唐南海济归内法传 请参阅南海济归内法传 大唐开元寺教广平立章 樊三十卷 唐代悬一边转 又称开元寺教广平立章 寺教广平立章 广平立章 本书系依据唐代至深之 开元寺教路入藏路之边次 列祭大藏经所收诸本之概要 并加以续说 每卷卷出阶载内容之目录 译名 调卷之不同 并附记蒲州 工程二藏本之指数等 其次于本文筑记各本书目 卷数下一名 调卷之不同 译次等 并逐一列出卷别 品别 中则复载一时 一者 一处 皆出之目录名等 此书完本已不存 宋藏仪真夏及收有其残卷十五卷 宋高森船卷五旋一船 至原法宝刊痛总录卷十 P834 大唐巢州双峰山曹西宝灵船 请参阅宝灵船 大唐旭真元氏教路 请参阅旭真元氏教路 大厦 Bactria 位于中亚阿姆河流域之谷国名 一度称霍罗 范塔卡A 霍土霍罗 即经阿富汗 乌兹别克 塔吉克间 古代属波斯帝国领域 亚历山大以后 即成为希腊之殖民地 亚历山大死后 受塞刘卡斯王族支配 继元前250年 迪奥多塔斯 Diododos 独立 建立大夏王国 约一世纪后 因斯齐太族入侵而王国 其后 受大粤士族支配 参阅 获罗国 6293 P834 大展三拜 大展座距以三度礼拜 即禅僧对本尊或尊素所行之礼事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请新注持张砖石特位新令监点条 大四八 一一二四中 二展序涵温 处礼三拜 宋注持出 再归堂烧香大展三拜 寻堂一扎 又有大展九拜礼 即三行大展三拜 为最尽最上之礼 乃于佛祖祭日时 向导师所行之礼 其他令有大展一拜 同展三拜 两展三拜等礼事 连灯会要卷十五 禅院清规卷二请知识条 禅陵像器兼礼则门 参阅 处理 6805 P834 大风山 位于日本奈良东南方 为日本修宴道之圣地 北自京丰山 南气玉智山 山区绵更八千六百公尺 古代日本修宴道者 皆登此山苦练 相传为修宴道之族 一小脚所开创 苦练修行者 每身入风软隐居 入山时有顺风 自雄也来 即逆风 自己也来 知别 参阅 京丰山寺 三千五百八十一 P834 大师 范宇 Esti 巴利宇 Saffar 出国以上 乃至诸佛菩萨 堪卫众生之师范 故称大师 本是经作三种大师 一 如来 如来出现世间 阐阳大法 化诸众生出离生死 令得无量亦利安乐 是为众生之师范 二 阿罗汉 阿罗汉诸漏已尽 范形巨足 出现世间 开示四地 令众生脱离生死 皆得无量亦利安乐 是为众生之师范 三 有学弟子 出国虚陀还 二国思陀寒 三国阿纳寒 精修范形 具足多文 于诸经典 善之法义 出现世间 开示四地 令诸众生出离生死 皆得无量亦利安乐 是为众生之师范 瑜伽诗的论卷八十二 大三陵 七五九中 能善教界身闻弟子一切应做不应做事 顾名大师 又能化倒无量众生 令苦寂灭 顾名大师 又为催灭协会外道出现世间 顾名大师 佛仪教经 大一二 一一一灵下 如等比丘 于我灭后当尊重真净波罗提木叉 如暗玉明 平人的宝 当知此则是汝大师 此盖以佛所说 借己法为佛灭后之大师 又后世我国对仁师中之通小佛教教义且有圣得者 异常尊位大师 如舍山大师 森朗 智者大师 天台大师 智乙 南粤大师 惠思 嘉祥大师 吉藏 弦守大师 法藏 又如近代之太虚大师 印光大师等 长阿含卷十五 纠罗谈头经 大班若经卷四三四 十颂绿卷五十二 大制度论卷二 批八百三十五 大师号 历代朝廷对德高望重 堪位国师之僧吕 常次以称号 称为大师号 如唐宣宗大中二年 八百四十八 赤赈庐山会远辩诀大师之号 其后又追逝证诀大师 环悟大师 义宗贤通十一年 八百七十 并赤云号 森策 可福 众签为三会大师 静光大师 法治大师 清廉大师 类于此者 另有国师 禅师 菩萨等称号 于生前所赐者 称特赐 死后追封者 称嗜号 赤嗜 重行追封者 称重嗜 家嗜 日本则专用于嗜号 如最成位传教大师 原人为辞诀大师等 宋高僧传卷六 卷七 卷十二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世事要揽卷上 大宋僧十略卷中 卷下 批八百三十五 大海八不思议 指大海所具有八种不可思议之性质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十二 即以此八种不可思议比喻涅槃之特性 即 一 渐渐转身 为如来所说涅槃之法 随顺众生根性之力顿大小 无不令其各个获益 四地修正 而至于究竟之地 如经中所说幽婆赛界 沙弥界 比丘界 菩萨界 须陀还果乃至菩萨果 佛果之类 犹如大海之流 从浅至深 二 深难得底 为如来所说涅槃之法 理智圆融 妙不决定 一切二甚 菩萨皆莫测其所至 如经中或说我 无我 或说常 无常 或说静 不静 或说空 不空 乃至或说五应 即是佛性之类 于如是等法 说无穷静 犹如大海之身 难得其底 三 同一贤为 为如来所说涅槃之法 虽有四交之意 莫不为令众生痛得十相之理 如经中所说一切众生同有佛性 同一解脱 同一因果 乃至一切痛得常乐我尽之类 犹如大海虽那百川 而同一贤为 四 朝不过限 为如来说涅槃之时 智诸境界 令诸弟子如法受持 不得愉悦 如经中所说智诸比丘 不得受处八部尽物之类 犹如海巢 朝夕往来 不过其限 五 种种宝藏 为如来所说涅槃之法 为是珍宝 可遵可贵 凡众生炯于法财者 令其休息 得免逼迫之苦 而成就出世饶意之乐 如经中所说之四念处 四正情乃至如来 功德智慧之类 魔所不惧 犹如大海 种种珠宝皆兮寒藏 六 大身众身居住 为如来所说涅槃之法 甚深无量 一切佛及菩萨 莫不依此而住 如经中所说 佛菩萨有大智慧 大神通乃至大慈悲之类 无非圣法之所含舍 犹如大海 一切昆经大身之类 显依之而居 七 不宿死师 为如来所说涅槃之法 专为扶持戒律而谈常住 不令众生起断灭之见 于末法中 身清静正性之心 远离一切邪恶之人 如经中所说 产提诽谤方等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 受处八种不尽之物 佛物森物随意而用 或于比丘 比丘你所作非法事 皆为死师 涅槃经远离如是等事 犹如大海之不速死师 八 万流大雨不增不减 为如来所说涅槃之法 广谈佛性 圣眼圆长 平等清静 不生不灭 众生诸佛同一绝缘 曾无有益 犹如万流大雨之归大海 而海水亦不增不减 P835 大海石乡 指大海所具有之十种德乡 旧华言经卷二十七集 以此十种德乡 比喻时的菩萨修行 而得入于佛之至海 即 一、四地健身 比喻欢喜的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见赐而尽 能成就大愿 二、不受死师 比喻离构的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或功德清静 离诸构染 三、于水入师本名 比喻发光的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皆或平等功德 舍离一切假名 四、普通一味 比喻宴会的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或无差别功德 与佛如来同一体相 五、无量珍宝 比喻南圣地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或广大无量方便 利益众生 六、无能至底 比喻现前的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或圣生功德 利益众生 七、广大无量 比喻远行的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或无量功德 以广大觉会 观察诸法 无有穷尽 八、大身所居 大身及昆经之类 比喻不动的菩萨 修无功用行 入佛至海 或住一切功德 以无量身 现广大庄严 九、朝不过现 比喻善会的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或护士功德 利于世间 随机受法 十、普受大语 比喻法云的菩萨修行 入佛至海 或护士功德 受如来大法云语 而无焰足 又旧华严经卷 四十六记载 海云比丘关 大海十乡 除关上述 一、五、六、七、八 等五乡外 并关 水量无限 水色有种种 不可思议 一切生物住其中 为大云所赋 无增减 等五乡 何为十乡 此外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二 举出大海有八不思议 即除去上述 十乡中之三 与七 所余之八种 海巴德经义 称聚海有八美德 以玉森家之德 称为大海巴德 中阿涵卷八阿修罗经义 举出大海之八位 曾有法 其内容亦与上述 所举大致相同 南本涅槃经卷三十 新华岩经卷三十九 华岩经书卷四十四 大班涅槃集解卷六十二 批八百三十六 大海重 只重多之沙门 又坐清净大海重 海重 丛林及一团之重 森卫海 盖以一回之森重 犹如大海 为珠川所流归 故称大海重 世事要揽卷下 大五四 二九八中 重森如比大海 流河绝水 已入乎海 便灭本名 但有大海之名 批八百三十七 大珠和尚 及唐代沙门 惠海 俗姓朱 从越州大云四 到至法师授业 后至江西参访 马祖道一 六年大悟 归越州 长传顿悟入 道要门论一卷 马祖道一评曰 大珠原名 是人遂称之 大珠和尚 景德传登陆卷六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四 参阅 惠海 六千零四十 批八百三十七 大秦寺 乃唐代之景教寺院 又称波斯寺 景寺 唐真观九年 六百三十五 基督教之分之 景教之涅士托里 纳斯多利云斯 前阿罗本 欧罗蓬 持经向至我国传道 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六百三十八 下诏于长安一名房建 大秦寺 其后朱棣亦于各州 新建 景教寺院 初时 误以为该教部教中心 魏波斯 故称波斯寺 后知其根源的魏大秦 罗马帝国 故于玄宗天保寺年 七百四十五 改称大秦寺 建宗二年 七百八十一 德宗于长安大秦寺建立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其上记载景教于我国之传播情形 德宗真元初年 波斯森景境至长安 住于大秦寺 并于班若三藏于寺内 一出六波罗密经 五宗破佛 大秦寺一遭其恶 后改建位重圣佛寺 明西宗天启五年 一千六百二十五 于西安大秦寺四季决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诵 此系研究唐代景教史时之唯一资料 唐会要卷四十九大秦寺条 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十七 班若三藏传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诵 并续大正藏第五十四册 参阅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八百三十八 批八百三十七 大秦国 位于亚洲西端 地中海东岸之谷国 相当于古罗马帝国 及小亚西亚一带 又称海西国 离建国 自古籍与我国有交通往来 当时有世界极西之称 其地所产之金银其宝 如火换布等皆是文明真品 高森船卷二纠摩罗石船 大武林 三三以上 归资王位造金狮子座 大秦景入铺之 据旧唐书列传第一四八 大唐西玉记卷十一波拉斯国条 释迦方制卷下波拉斯国条等所在 大秦又称弗林 及东罗马帝国 位于波斯之西北 东罗马帝国于军事坦丁堡建都后逐渐强盛 兼并小亚西亚及叙利亚等地 并于东方诸国交通往来 我国随唐时称其为弗领 另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悲诵并叙之记载 则大秦乃只叙利亚 唐初 基督教中之一派景教传入我国 而称大秦景教 并建有大秦寺 此外 大秦之名 屡建于佛典中 如那仙比丘经卷下 大三二 七零二上 王言 我本身大秦国 国名阿利桑 巴尔拉斯安德 又佛使比丘家瞻言说法 梅境记一二零章 大四九 一一中 将有三恶王 大秦在于前 波罗在于后 安息在中央 另如菩萨善界经卷二菩萨的布可思一品 巴利文大使 巴马赫 VASAXXIX 等所在 大秦 一词 均指古代安息国东北方之首纳 巴佑娜 一级大夏 宋代之后 则 大秦 一称 又美与波斯混同 至近代 以白鸟库及等为代表之日本学者则主张 大秦系指习实力属于罗马之埃及 佛祖统统计卷三十二卷三十九著大宋森史略卷下后汉书卷七十八大秦国条唐会要卷四十九唐书西域列传第一四六古经图书集成编一点地六十批八百三十八 大秦 大秦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唐代基督教分之景教之碑课 唐德宗建中二年 七百八十一 里 明天起三年 一千六百二十三 在陕西州至县 东距西安约七十公里 出土 现藏于西安 高2.36公尺 宽0.86公尺 厚0.25公尺 上课十字架 碑鹅座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诵并续 碑文为景教教市景静传 吕秀严书 纪1780字 盖数大秦景教于唐征观九年 六百三十五 由波斯传入中国后之活动与基督教教义 碑底及两侧有古叙利亚文教士提名 此碑为研究基督教在中国传布与古代中西交通之珍贵资料 明天起五年一成拉丁文 后又一成多种外文流传于世 参阅 大秦四 八百三十七 批八百三十八 大涅槃经 请参阅大斑涅槃经 大斑涅槃经 泛名Mah Paramurphy 樊六卷 东径法显义 又称六卷尼环经 经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解说如来常著 稀有法性等义 共分十八品 本经相当于北梁谈无称所义大斑涅槃经之前十卷五品 义文教坛无称稍略 本经有多种同本义 一本 初三藏记及卷二之心 及义出经 路共举出大斑涅槃经等八部 开原式教路卷十一则举出尼环经等七部 或为留宋求纳拔陀罗所义之尼环经 与长阿含游行经意为本经之同本义 此外 南本涅槃经及根据北本涅槃经与本经在制而成者 高森法显传 初三藏记及卷十五至猛传 法经路卷一 历代三宝记卷七 至原法宝刊痛总路卷二 参阅大斑涅槃经八百四十四批八百三十九 大斑若波罗密多经 泛名Math Proch Pyramid Estre 樊六百卷 略称大斑若经 唐代玄藏义 收于大阵藏第五至七册 班若波罗密 一级 通过智慧到达彼岸 全经旨在说明世俗认 及其面对之一切对象 均属音乐和和 假而不实 唯有通 班若 对世俗真相之认识 能把握绝对真理 达于觉悟解脱之境 为大乘佛教之基础理论 亦为诸部班若经之一大承者 班若部乃大藏经中最大部之经典 约占全部 京藏三分之一 而大班若经及占班若部四分之三 其余四分之一则为大品班若 小品班若 金刚班若等班若诸经 于经典成立之发展过程中 班若部诸经之先后 四弟已到横班若 小品班若为最早 其次为大品班若 金刚班若等 其后乃为大班若经及其余诸部班若之续出 其时约于大乘经典成立之中期 玄奘之前 以有若干般若经之汉译 然因为能周备 故玄奘乃及众众议 孝和三种范文员 已加 仗 大臣卿 大臣光 惠朗 窥姬等人认 笔寿 知直 玄泽 神访等人认 罪文 知直 惠贵 神态 惠景等人认 正义 知直 于玉华公寺 自高宗显庆五年 六百六十 正月至龙朔三年 六百六十三 十月一成 一年二月 玄奘及世纪于玉华公寺 全经共有四处十六会六百卷 四处 系指佛陀宣说本经之四个处所 即王舍成就丰山 给孤独猿 他画自爱天王宫 王舍成竹林金舍 十六会中 第一 三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等九会为玄奘新义 共计四八一卷 其余七会为众义 第一会共七十九评 凡四百卷 此会详述班若观之开产与习行 菩萨之愿行进去 班若之认身殊胜 续说诸大弟子 诸天 是饭之功 仰赞叹 因缘即受持一句之广大功德 并由长提 永二菩萨受班若之因缘 说明听闻班若波罗密 甚未难得 据法院诸林卷一零零 开源市教路卷十一等所在 第一回之范本 共有十三万二千六百诵 相当于现存之范文 十万诵班若 范阿德斯哈斯里克 Protch Pyramid 根据大正藏之对 范本版有六章七十二品 内缺长提菩萨 法永菩萨 结券等三品 其余诸品之开河 与汉译本相译处颇多 西藏译之各版本 译多同于范本 为奈唐 赞斯拿 文 版中具有提菩萨等三品 而共计七十五品 第二会共有八十五品 凡七十八卷 与第一会相较 文略而一同 各品之费利益益 并缺长提菩萨等三品 相当于现存之范文 二万五千诵班若 范帕卡卡 VATIS Hasric Project Pyramid 法院株林卷一零零 开元市教路卷十一等 一载其范本有二万五千诵 西藏译本分位七十六品 内有长提品等 另据西明寺 选择所转第二会续等载 西径无罗差异之放 班若金二十卷 主法护一支光赞金十卷 缺后半 摇晴纠摩罗十一支 摩赫班若波罗蜜金二十七卷 大品等诸金 皆为此会之同本意义 第三会共有三十一品 反五十九卷 其指去虽与前两会相近 而朱品日开合同 一缺长提 法永等三品 据法院朱林卷一零零 开元市教路卷十一载 第三会范本有一万八千诵 相当于西藏义一万八千诵 班若、藏义S、Rab、Kyifa、Roll、Tuesday、Fying、Pakri、Brakaiat、Sto、Pak、西藏义本 共分八十七品 具有长提菩萨品等 第四会共有二十九品 凡十八卷 其大指虽与前三会相同 文字则颇见省略 据选择第四会序 法院朱林 开元市教路等 所在 后汉之楼家恩一支道横班若金十卷 吾之千亿之大明度金六卷 后勤究摩罗十亿之小品班若波罗蜜金十卷等 朱金 皆为此会之同本义义 北宋师护义之佛母出身三法藏班若波罗蜜多金二十五卷 义与此会为同本 范本共有八千颂 相当于现存之范文八千颂班若 范A.S.S.S.Rick Proach Pyramid 第五会共有二十四品 范十卷 所说教第四会由魏简略 法院朱林及开元市教路等书 皆记载其范本位四千颂 第六会共有十七品 范八卷 乃佛对罪圣天王说班若及其修习之法 此会与南朝成代月婆首纳义之圣天王班若波罗蜜金七卷位同本 法院朱林及开元市教路等 载其范本共有二千五百颂 第七会曼书是立二卷 相当于范文七百颂班若 范S.S.P.A.D.C.P.R.C.P.R.C.P.R.M.I.M.D. 不另立品名 叙述曼书是立即佛有观如来 有情戒之一乡不可得福田乡不可思议 一乡庄严三摩地等之说法 此会与梁戴曼陀罗先义之文书施利所说摩赫班若波罗蜜金二卷 收载于大宝基金第四十会 三加婆罗一之文书施利所说班若波罗蜜金一卷位同本 法院朱林开元市教路等 载其范本共有八百颂 第八会那家事利分一卷 寄数庙及祥菩萨有观一切法 非时如幻梦及无上法时等之说法 与宋戴祥公义之如守菩萨无上清净分为金二卷位同本 法院朱林及开元市教路等 说其范本共有四百颂 第九会能断金刚分一卷 相当于梵文金刚能断班若波罗蜜多 菩萨迪金一卷 乃佛对善献尊者说菩萨成之发去 班若之修行及新之社福等 此会与后勤揪摩罗时 原位菩提流之 成真地一支金刚班若波罗蜜金各一卷 即随带即多一支金刚能断班若波罗蜜金一卷 唐代义静一支能断金刚班若波罗蜜多金一卷等皆属同本 法院朱林及开元市教路等 说其范本有三百颂 第十会班若里去分一卷 相当于梵文班若里去百五十诵 Protch Pyramid Naya Atopasiatic 乃佛为诸菩萨说一切法甚深为妙 班若里去清净法门等 唐代菩提流至一支石箱班若波罗蜜金金刚至一支金刚顶于家里去班若金 不空一支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摩耶金 宋代师护一支照班若波罗蜜金各一卷 皆与词汇为同本 法院朱林及开元市教路等 载其范本凡三百颂 至元法宝刊通总录卷益则说 此会与现存范本相同 皆为一百五十诵 第十一会不失波罗蜜多分以下至第十五会 相当于西藏语发 Row,Tuesday,Fying,PowLA,Pston,Pow 其中,第十一会不失波罗蜜多分五卷 设立子卫诸菩萨述说以大悲心形不失 则得设受一切致志 正无上菩提等 佛对满慈子产明一切法非实有 无舍的损益之意 并以神力令大众见十方世界无量菩萨之不失行 并宣说发心乃至菩提之差别 发心求一切致志之功德 一切致志相应作意之发起等 第十二会 境界波罗蜜多分五卷 设立子成佛神力而广说境界之真意 阐明持守境界与非持境界之一一界条 如发二圣心为犯界 去向无上正等菩提为持界 为者施相 分别诸法 远离一切志为犯界 第十三会 安忍波罗蜜多分一卷 满慈子与设立子之间 阐明安忍无上菩提之法 即以惭愧心作空观 则止习斗心而得安稳 第十四会 境境波罗蜜多分一卷 佛对满慈子阐释助于般若 止习六情 经情三学 完成菩萨行之道 第十五会 境境波罗蜜多分二卷 佛在灵山会中对设立子 满慈子解说四禅 八解脱 九次地定等一切定 并说空般若三昧 据开元世教路载 第十一 十二两会之范本 各为两千颂 第十三 十四两会各为四百颂 第十五会为八百颂 法院朱灵则为十四会之范本 为八百颂 第十六会 班若波罗蜜多分八卷 佛于王舍成竹灵会中 对善勇猛菩萨便说班若无所得解脱 法院朱灵及开元世教路等 载其范本为二千五百颂 此会相当于现存范文 Suvikante Vikumi Parapsy CH 西藏译分位七章 此十六会中 已有部分堪行出版其范本 及西藏译本 如初会 第四会 第七会 第九会等 本经转译之后 西明寺选则对十六会 各别秩序 大慈恩四窥基座 大班若波罗蜜多经理去分数 赞三卷 新罗元小座 大会 杜金宗要一卷 另有大班若金观法六卷 宋代大影 大班若金刚要十卷 清代阁 等 又大藏金刚目指要录卷一 卷二上 大藏圣教法宝标目卷 一月藏之经卷十六至卷二十三等 亦各计数本经之纲要 本经各会之卷四 品数及古来之同本意义等 列表如下 大唐内典路卷五 古经义经图计卷四 开源是教路卷八 大唐固三藏玄藏法师形状 至元法宝 刊通总路卷一 佛教经典概说 新佛教第九之七 渡边海叙 大班若金概观 宗教研究新第二之四 干系龙祥 班若金诸问题 原始班若金研究 批八百三十九 大班若金 请参阅大班若波罗蜜多经 大班若会 日本佛教用语 即为正国除灾而讲赞或转读大班若金之法会 又做大班若金会 班若会 班若智会之义 又大班若金凡六百卷 乃古来一切经之首位 供养之 有无上之功德 批八百四十四 大班若潘 范语 Mah Paramervi 应一座摩赫班若潘那 略称若潘 指大灭度 大元祭 为佛完全解脱之境地 据天台四交 以及住卷上之说 大者 为法身 灭者 为解脱度者 为班若 及三得密藏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六 大一二 五二一中 菩萨摩赫萨修大涅槃 于一切法西摩所见 若有见者 不见佛性 不能修习班若波罗密 不得入于大班若潘 入人家经卷二 据舍论光纪卷六 参阅 涅槃 4149 批844 大班若潘 大班若潘书 请参阅大班若潘经集结 大班若潘 大班若潘经 泛名Mah Paranerfa Estrat 凡四十卷 北梁潘无称义 又作大若潘经 若潘经 大经 经收于大正藏第十二册 细宣说如来常住 众生习有佛性 产提成佛等之教义 属大臣涅槃经 共分十三品 一 寿命品 二 金刚升品 三 明子功德品 四 如来性品 五 一切大众所问品 六 献病品 七 圣行品 八 犯行品 九 婴儿行品 十 光明辩照高贵德王菩萨品 十一 师子后菩萨品 十二 嘉业菩萨品 十三 交成儒品 本经以阿含 法聚经卫史 并援引手冷严经 渠师罗经 摩赫班若波罗蜜经 法华经 陈经 杂华经等 所受班若经之影响不小 本经系于北梁选史十年 四百二十一 依和西王举曲蒙训之请 于孤赃一出 据大唐西欲求法高森船卷上慧宁船 于西藏译本之经末所记载 本经之范本原有二万五千计 西藏译本共有两种译本 两本皆题为大班涅盘经 藏诱诶 苏迷阿 恩 罗斯 德斯 帕陈 Poimdo 一本译字范本 相当于本经之初分五品 另一本则转译字汉译本 相当于本经集 大班涅盘经后分 又本经由谈吴称译出后 传于南方诵的 金会言 会官 谢灵运等人 对照法显所义之六卷尼环经 增加品数 重修而成二十五品三十六卷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古来称之为南本涅盘经 对此 谈吴称译本则称为北本涅盘经 此外 1871年 英国学者比尔 S 比尔曾将本经之卷十二卷 卷三十九亿为英文出版 本经之著书极多 较重要者有涅盘论一卷 原位达摩菩提议 涅盘经本有经无记论一卷 陈真帝义大班涅盘经及解七十一卷 梁代宝量等级涅盘经义计十卷 随代会远涅盘经玄义二卷 灌顶涅盘经书三十三卷 灌顶涅盘经游义一卷 吉藏涅盘经书十五卷 唐代法宝 涅盘经中药益卷 新罗元晓等 梁高森传卷七会言传 初三藏记集卷八卷十五 法经录卷一 大唐内典录卷三 月藏之经卷二十五 凡三卷 东晋法显义 右座方等尼环经 经收于大正藏第一册 内容叙述佛陀入灭前后之情况 属小陈涅盘经 本经缺少大陈涅盘经所说之 佛身常住 众身稀有佛性 产提成佛等论指 其译译本有三 一 西晋百法族所译之佛班尼环经二卷 二 东晋译译者不详 之班尼环经二卷 三 遥秦佛陀耶舍 诸佛念共义之常 阿含游行经三卷 此外 经人八咒意义有大班涅盘经 系从南传八立文经典一出 开源誓教路卷十三 初三藏祭集卷二 至元法宝刊痛总路卷六 法经路卷三 参阅大臣涅盘经八百一十九 批八百四十四 大班涅盘经旋意 凡二卷 略称涅盘经旋意 灌顶五百六十一 六百三十二 转 经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八册 本书乃涅盘经最重要之解说书 卷首位序论 将涅盘分为别式与通式两类解释之 而以法身 般若解脱等三得说明涅盘经 又将涅盘经分为式名 式体 式宗 式用 式教等无科段 四种 名 体 宗 用 教 之分科法 本位置以独特之见解 灌顶及继承其师 以之为本而立论 其后 致原意根据天台宗之立场解释涅盘经 而有涅盘旋意发源纪要四卷之作 是为本书之著书 P846 大班涅盘经后分 凡二卷 唐代若纳拔陀罗义 右座大班涅盘经图皮分 大涅盘经后意图皮分 涅盘经后分 蛇为分 后分 叙述佛入灭前后之事迹 收于大正藏第十二册 西藏藏经则将本经赴于大班涅盘经末为 细字汉语 细字汉语本中转语者 分为四品半 即交成乳品鱼 遗教品 印尽海原品 积感图皮品 胜区阔润品 关于本经之传译 据大唐西御求法高森船卷上惠宁船 大周刊定重金木鹿卷二载 本经乃唐灵德年终 664、665 南天竺森若纳拔陀罗与唐森惠宁于南海波邻国所共议 于宜奉年初送至长安 本经是称为谭无称义大班涅盘经后分 交成乳品鱼即不序大班涅盘经之交成乳品 然本经所记 多同于长阿含游行经等之说 即小臣涅盘之文 与谭无称所义大臣涅盘之义不同 故意竟认为本经与大臣涅盘颇不相设 然开元世教路卷十一则以经中所说 大五五五九以上 常乐我尽 佛菩萨境界 非二圣所知 即经初所提之 交成乳品末 而认为本经与大涅盘一礼相设 闻事相接 据灌顶之大班涅盘经书卷三十三隐居士请森经 可知在唐代以前 大班涅盘经及有烧生品 其塔品 竹类品等三品后分经之说 然出三藏记及卷五之一经尾转杂路 将居士请森经编入一路 又宋代至元之涅盘经书三得指规卷二十 为本经之一教 还原二品相当于主类品 涂皮 阔润二品相当于烧生品 其塔品则尚未传至中土 另据指官府行传红诀卷六之三载 涅盘后分本在尾目 至大堂刊定始入正经 依此推知 居士请森经若属为经 则本经或为惠宁等人为赚意未可知 宋高森传卷二至贤传 真元心定始教目录卷十二 大藏刚目指要录卷三 月藏之经卷二十五 批八百四十六 大班涅盘经书 樊三十三卷 随代冠顶传 又作南本涅盘经书 涅盘经书 经收于大阵藏第三十八册 本书系以天台教旨解释南本涅盘经 并随处以南本涅盘经书方等班尼环经 大班尼环经 北本涅盘经等经便其一同 灌顶于大业十年 六百一十四 至十五年间撰注之 原书仅有试文十二卷 玄义一卷 书中为以科据截断经文 其后今夕湛然在智之 于诸文之下 官上司卫或司云之语 以彰显其译 今夕在智本共有十五卷 南宋渡宗贤纯八年 一千两百七十二 施政以原书之科据分别标识于 经中于原氏组治元十九年 一千两百八十二 开版 至明朝万历年中 原成更将经文与著书 绘编成绘书三十六卷 并制调各三卷 然后仍对其所作绘书 颇有 擅自笔销 混淆经味 支扁 日本首读本纯重刑取十五卷书 绘编入经文 孝和诸本 附上诸解 共成三十六卷 堪行之 此外 本书另有十八卷 二十卷 三十三卷 等诸种版本 本书之著书有 四季十二卷 行满 四季九卷 道先 制定书科 十卷 制圆 三德纸规二十卷 制圆 等 大班涅槃经 玄义卷下末 涅槃玄义 发源基要卷四 宋高僧传卷六 佛祖统计卷七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批八百四十六 大班涅槃经 集解 凡七十一卷 两代宝量等传 又作大班涅槃经 一书 大班涅槃书 涅槃经 集解 经收于大正藏 第三十七册 内容及录诸家 有关南本涅槃经之说 且随处皆举传者之解说 以阐释经文 未现存涅槃经 著书中之最古者 本书系梁天坚八年 五百零九 奉五帝之赤命传记者 传著者有宝亮 道深 僧亮 法瑶 谭记 僧宗 智秀 法治 法安 谭准 谭爱 惠朗 谭颤 明俊 惠旦等 十余诗 梁高森传卷八 佛祖统计卷三十七 批八百四十七 大班涅槃经 一书 请参阅大班涅槃经 集解 大曼图罗 密教以五大所成的 佛菩萨之法体 或以五大之色彩绘 佛菩萨相好 具足之尊体 所谓五大吉的大 水大 火大 风大 空大 等能生成万法之五种要素 其次地配对之色为黄 白 红 黑 青等五色 又称摩赫曼图罗 大曼 为四种曼图罗之一 集于如来三种秘密声中 由五大所成的相好具足之形象 称为大曼图罗 或修五香成生官而成就本尊瑜伽的行者之身 亦称大曼图罗 此外 以五大之色彩画图像 一般亦称大曼图罗 若就金刚界曼图罗而言 金刚鼎于家经出品所说六曼图罗中之初者即称大曼图罗 即指金刚界曼图罗成生会中诸尊之画像 此大曼图罗可配于四种法身中之自信法身 三密中之生密 三宝中之佛宝 礼去是卷上 即生成佛意 陀罗尼门诸布药木 为日本佛教用语 乃日本日联宗所说原十大臣之曼图罗 又称伦元巨族曼图罗 十戒元巨曼图罗 十戒劝请曼图罗 即以文字图显法华经本门八品虚空会之会做仪式 P847 大既定又做大涅槃 大灭度 指星专注于移境而不散乱之状态 即远离有位 生灭等诸法 而居于旧境空济之大寂静 以其体量周辨虚空 故位之大 又入此定时 能献武德之瑞相 据大宝基金无量寿如来慧品所在 世尊宣说无量寿经时 即入此定 无量寿经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 参阅 武德瑞县 1195 P848 大专佛学社团 近二十余年来 大专青年学佛人数激增 各院校纷纷成立佛学社团 发行刊物 并举办各项活动 对台湾佛教之发展 不无推动之力量 资列举自民国四十九年 1960-60年 先后成立之学社 及其成立年月 其后 另有东哲社 静义文理学院 达英社 工业技术学院 浦明社 大同工学院 哲学社 淡水工商专校 中夺社 交通大学 静德学社 教育学院 东方文化研究社 平东师专 惠中社 清华大学 哲义社 中华一专 陈中社 德育护专 辞惠学社 高雄工专 菩提社 秦义工专 例行社 东方工专 正义学社 永达工专 中华文化研习社 中华工专 文化研究社 南融工专 智觉社 云林工专 大云社 建国工专 东方哲学社 昆山工专 东方哲学社 联合工专 镇定社 国际商专 中地学社 中山大学 等 亦陆续成立 积极展开各种 佛学研究之活动 P848 大教王经 请参阅 宪政三昧 大教王经 或教王经 大教王 指如来之教法 如来之教法 能救胜轮于 生死大海之人 故以往辟之 救华言经卷 58 大九 七七三下 张大教王 生死海 P849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 异计 拳一卷 南朝梁武帝传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二册 红明集卷九 细博赤犯诊之神灭说 应当时宜都太守犯诊作 神灭论 一文 未形体消失时 心神亦随之消失 心神既无存 佛字不有 五帝则主张肉体虽灭亡 然今神不灭 唯因心神不灭 使可成佛 生灭与善恶 乃无名与神明共有之作用 其变化仅在一时之缘而已 本纪将神不灭论 作为心时问题来探讨 而由其所强调 心神具有无名与神明之二面而言 可推及大臣其信论中 阿赖耶时之思想 本纪之现存本负有 审计之续著 P849 大梁皇帝赤达辰下神灭论 全一卷 南朝梁武帝传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二册 红明集卷时 南北朝时 学人以心神为研究主题之一 然当时一兜太守犯诊 常称无佛 不信因果 这神灭论 一文 未行与神明称虽亦 实为一体 行体之外别无心神 心神既无 佛字不有 犯诚之说 引起神灭不灭 知激烈论证 梁武帝碎令光宅寺之法 云起草本论 驳斥神灭说 并以本论至诵 臣下六十余人 众臣纷纷复书 即口赞同五帝之见解 五帝即以本论作当时论证之结语 红明集卷时 亦收有诸臣之书信 或为五帝制书臣下 亦在探究彼等之是否忠臣 P849 大梵天 梵明 Mahbram Deva 巴黎明童 位于色界出禅天之第三天 又称梵天王 梵天 梵王 大梵 梵童子 梵Brom 梵Sapati 因一座魔喝饭 梵魔三 大梵天 以自主独存 为己为众生之父 乃自然而有 无人能造之 后世一切众生皆其化身 并未以尽之诸典一礼 统领大千世界 以最富贵尊豪自居 大梵天 梵梵梵 梵梵书时代以来之神格 而后婆罗门即 以大梵天 梵梵 最尊崇之主神 盖于印度离聚沸陀时代之末期 以祈祷主神 梵Brom 梦Sapati 为至上神 并视之为宇宙生成之原理 至梵书时代之初 则以身主神 梵Prajpati 为最高神 为酒 兴起梵之崇拜 系由祈祷主神 所进化之神格 初时 梵天为身主神之子 其后见次得是 遂取代身主神之地位 成为创造世界之原理 至奥义书时代 大梵天 具有时有 梵Satyah 梵JNA 妙月 梵Nanda 等三种性质 而未唯一常驻独存之绝对原理 此一绝对原理 与个人我 梵Tman 结合 产生 梵我亦如 之说 此乃奥义书之中心思想 至摩赫婆罗多 梵Mah B.H.R.A. 时代 由于 一体三分 梵Trimati 思想之兴起 遂以梵天 梵B.H.R.A.M. 与皮施奴 梵V.I.U. 师婆 梵I.F.A. 二神位同体 其初 梵天位居三尊之首 后则见居下风 于佛教所唱三界之说中 将此等外道之诸天配列于玉 色二界 梵界 及未处色界之初禅天 通常有三处与四处之别 三处及大制度论卷九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八等所说之 梵仲天 梵辅天 大梵天 四处则如常阿含金卷二十刀立天品所在之 梵申天 梵辅天 梵仲天 大梵天 三处与四处均总称位梵天 据大皮婆沙论卷九十八载 大梵天身常位义于善纳 游巡 梵 寿量为义结梵 比于五中结独义而居 复经五中结与众共住 在五中结又与众别 属出禁律的 出禅天 之中兼禅 又阿含吉诸大臣经中 常载慈王身性佛法 诸佛教化等事 每知佛出世 大梵天王必先来请转法轮 手持白符 于会座参法听寿 常以法义与佛问答 后与帝是天同寿佛之父主 互持国土 而为显密二教所共尊崇 密教以梵天为十二天之一 或牵手观音二十八不重之一 列位于县徒胎藏界 曼徒罗外金刚 不愿东门之南方 深沉白肉色 头戴法际官 有四面四壁 巨大日经书卷五载 巨四壁之中 又一手持莲花 一手持树珠 左一手持军池 一手坐 按 字印 此印为修行者之极相印 其种字位 PRA 巨大日经真言脏品所在 其真言位 南魔 闺蜜 罗蛇 PROCH 一切身 多叶 PATAT 主 缩附和 杂阿含卷四十四 长阿含卷十四 四梵洞经 卷十六坚固经 增义阿含卷十劝请品 大悲经卷一梵天品 大日经卷一杂阿皮弹心论卷二 大日经书卷十 玄印英义卷三 P850 大梵天王问佛绝一经 全一卷或二卷 略称问佛绝一经 经收于万序葬第八十七册 内容叙述佛于灵山时 烟花为孝而付主大家业禅法之事 继有二十四品 本经不见载于诸经禄 为鉴于诵人传闻 或一位我国后代所伪作者 经所存系东传日本者 人天眼目卷五宗门杂禄 佛祖统计卷五 世事基古略卷四 P851 大梵寺 位于广东取江县 乃次史维咒请六祖说法之处 唐开元二年 714 森宗西建 史称开元四 后改称大梵寺 次史维咒曾请六祖于此宣说谈经 广东通智卷二二九 非特定之四名 而为一般寺院之通称 与大范沙同意 及大寺院之义 P851 大梅 及浙江银县大梅山 位于银县东南四十公里 以山上有大梅树 故名大梅 唐真元十二年 七百九十六 马祖之法四法常 自天台山来此七影 故后世称之为大梅法常 参阅 法常 三千三百八十四 P851 大梅国经状 位于云南昆明古状公园内 又称的藏四十状 梅文经状 俗称古状 状高八点三公尺 由十所造 乘七层八角人形 第一层雕刻断禁权所传汉文之佛顶尊圣宝状记及梵文佛说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日尊发愿发四宏愿 第二层课四天王及梵文陀 第二层课四天王及梵文陀罗尼经 第三层以上雕刻释迦牟尼佛菩萨四大天王楼宇飞秦等 此时壮乃大理国时期 938 1254 段式的布屑 高级官员 袁窦光 为歌颂其国善产 经疲名 侯高名声之功德而造者 雕刻精致 线条鲜明细腻 形象唯妙唯肖 被誉为颠中艺术之极品 P851 大众 泛语 Mah Sagat Savite 或Mah Savite 八粒语童 异议多数之众 一般只比丘等多人集会 又对上座长老而言 年少下落者特称大众 大品班若金卷四变才品 法华金卷一续品 设立符问金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九 P852 大众部 泛名Mahasegica 八粒名Mahasegic 英译莫赫森纸尼加耶 摩赫森纸部 略称森纸部 又称圣大众部 为小臣二十部之一 与上座部并位最初之两大部 据一部《宗伦论》所记载 佛陀入灭百余年 大天比丘提出五条教义后 产生赞成之革新派比丘 与反对之保守派比丘 两派互相抗争 前者遂结成大众部 后者则结成上座部 本派主张 佛身无漏 色身无边 佛寿无量 并认为生死或涅槃皆为假名 现象 人之心性本来清净 然由于动摇之故而受污染 此即后世大臣佛教思想之先驱 此外佑主张 现在时有 过位无体 仅有现在未真正之存在 此系对立于上座部之 三世时有 法体恒有 之说 佑其所传之经典 除一般小城三藏之外 亦包括华炎 涅槃 圣满 维摩 金光明 班若等诸大成经 于三藏之中 已经 律二藏位随机 随方 随时而说 故特众论藏 已经严正至 穷揪身 只为极断烦恼 素贞菩提之药法 另据大唐西域记卷九摩加陀国条 三论悬议 宗伦论述记卷上等所在 于第一次经典截集时 即有窟内 窟外两处截集之别 初始两处之人 无有义正 法义无义说 窟内多其年比丘 窟外则多少状 至大天比丘 出自窟外 提出五条教义后 两派乃其乖正 又据南方佛教所传之导使 巴迪帕巴巴塞 大使 巴迪帕巴塞 及佛英之论是著 巴卡斯法斯科拉拉哈克斯 续等所记载 则为根本佛教分裂为二 细于佛陀入灭后二百年请 七百比丘会合于皮舍离 决意把其足比丘所提出之 实事 以实事为非法者 乃上作不 其实 别有一万图众 以实事为合法 事为大众不 然据南传论是 巴卡斯法斯 中所记载大众不知教义 则与上记义部 宗伦论所说不符 是知南传所谓之大众不 未必即为宗伦论所说之大众不 本派以央掘多罗国为本处而向四方传部 初时尚且一味和和 然至后世 则见分裂 先后演出一说部 说出世部 基硬部 多文部 说甲部 至多山部 西山柱部 北山柱部等 和其本部 共为九部派 设立福问经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二 不知一论 十八不论 大皮婆沙论卷九十九 大臣玄论卷五 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一 参阅 大天五世 七百五十四 小臣佛教 九百三十五 批八百五十二 大众律 请参阅摩赫森指律 大统 魏晋时期之森官职称 据随书百官至第二十二载 北魏 北其实曾于昭玄四至大统一人 统一人 都为那三人 以统礼众森尼 或为其时并无时设大统 统等官职 然据旭高森传卷二十四道真传 佛祖统计卷三十八等所在 西魏文帝大统元年 五百三十五 曾以大中心四之道真任 为国沙门大统 另据旭高森传卷八法上传载 北齐文宣帝天保年终 五百五十五百五十九 心智 十统 十统之首 称为大统 以法上任之 其余九人称为通统 P853 大传师 佛之德号 因佛能引导众生度生死大海 故称大传师 涅槃金卷二十一 大一二 四九零上 汝金欲渡生死大河 我能为汝座大传师 P853 大庄严经 请参阅大庄严经论 大庄严经 凡十五卷 马明造 后勤揪摩罗十一 又作大庄严论经 大庄严经 大庄严论 庄严论 经收于大正藏第四册 细广及佛陀之本身 佛陀在世之世纪 乃至于传者之时代 有关诸种善恶因缘辟喻之故事 以导人入于正姓位要指之书 本论凡九十则故事 前八十则先概述故事之要义 四至 我习曾文 知语移入本文 即以史传 预言等加以预说彰显 终则叙述该故事之因缘 八十一则以后 体材稍译 内容亦非一般之辟语故事 细先皆举预说 再以法译合之 本论特色在显示在家佛教之规范 特别着重不失 多文之行持及有观念 佛之种种功德 或为本书并非马鸣所造 而细经量不知本师纠摩罗多之作 然此说 岂无定论 一九零八年 本书有法文一本出版 历代三宝记卷八 大唐内典录卷三 古经义经图记卷三 开元式教录卷四 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六 批八百五十三 大庄严论 请参阅大臣庄严经论或大庄严经论 大庄严论经 请参阅大庄严经论 大兴 一千两百八十四 一千三百四十四 元代灵纪宗大会派禅僧 江州 江西九江 人 俗姓陈 自孝隐 幼年出家于本郡之水陆院 吉长 博通内外学 初参庐山开先四之一山了万 为弃 后乃参业百丈山之会积元兮 得四起法 后又参里天木山之中风明本 立著永家江兴 前唐灵影的名叉 学吕翠聚 盛极一时 文宗时照入问道 四经纳一 金碧 及 广至全物大禅师 之号 顺帝之时 待寓意后 奉赤教阵百丈清规 至元二年 一千三百三十六 四 世教宗主 之号 掌领五三四 至正四年世纪 世寿六十一 法拉四十六 这有四会语录 普世级等 并重修赤修百丈 清规八卷 五灯会员续略卷四 五灯盐筒卷二十二 五灯全书卷五十五 批八百五十三 大通方广经 请参阅大通方广 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 大通方广 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 樊三卷 右座方广 灭罪成佛经 大通方广经 经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五册 上卷叙述佛向梭罗涅槃之图中 为十方菩萨宣说三圣义成义 诸鬼神王等历世护持此经 又为信乡菩萨广说三世诸佛 十二步经及诸大菩萨之名号及其功德 中卷讲说无交慢等种种四法 并叙述复此法与虚空葬菩萨 并未知受济之情形 下卷并上卷之说 为师子吼菩萨宣讲三宝一乡之义 并未闻书师立举世灭罪之法 堕阿比地狱之国报 本书传译事实不详 随代法经之重经目录卷二 以本书语向法诀移经等同收入 重经疑获 开元世教录卷十八则负之余 疑获在详录 历代之经录多以其真伪 获系谈无称以后 随以前之伪作 大周刊定重经目录卷十五 历代三宝记卷十三 明沙于运解说 使吹庆辉 批八百五十四 大通至圣佛 大通至圣 泛名Mahpich J.M.P.Bite 又做大通众会如来 大通会如来 即出现于过去三千尘典结以前 演说法华经之佛名 依法华经卷三化成玉品所在 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阿森只结有一佛 名为大通至圣如来 此佛未出家前有十六王子 于父王成道后 十六王子亦出家为沙弥 听闻大通至圣佛 宣讲妙法莲华经 而信受奉行 后亦各身法座广说 此经 一一皆度化六百万一 那由他横河沙等众生 故皆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于十方国土现身说法 无量百千万亿菩萨 声闻为其眷属 诸王子中之第十六沙弥 即为释迦如来 此即法华三州说法中之 因缘州说法 世尊继位过去大通至圣佛之王子 故临山会之听众 皆为此如来之结缘众 然 大通结缘 之说 至因缘州 即化成御品 始有所开示 虽继位下根之人说其溯源 但法说州及辟说州之基根 上 中二根 亦具有素是结缘之意 正法华经卷四 大制度论卷三十二 法华经悬一卷一上 法华文句卷七下 参阅 三州说法 五百六十 大通结缘 八百五十四 批八百五十四 大通结缘 据法华经卷三化成御品所在 往昔三千尘典结 以前 大通至圣佛出世 宣说妙法连华经 此佛曾为其出家之十六子 讲说法华经 十六子中之地十六子 即为后来之世家佛 此十六子以听闻大通至圣佛之说法 乃结下听闻一成法华之缘 称为大通结缘 又参与临山法华会座之听众 即为大通结缘众 法华文句卷二十 法华经悬一卷一上 参与大通至圣佛八百五十四 批八百五十四 大通禅师语录 樊六卷 全称佛得大通禅师于中和上语录 右座于中和上语录 草于吉 日森于中周集 一千三百二十三 一千四百零九 转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一册 卷一至卷五集录 势众 公养 粘香 下火 祭文 佛祖赞 自赞 提拔书尺 印台等 卷六系附录之年谱一卷 经一卷首之贵周到轮转之序及目录皆为附录令有禀明超一篇 然本录并未堪映 其内容系周集自宗禁录中斋录简明一解之修道规范及 以为学人自新之见 批八百五十五 大部派 八立名 Mahmikla 流行于泰国 高棉 辽国等国上座部佛教派别之一 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中期 法相应部先后在上述诸国形成 原有之比丘统称为大部 属正统派 信徒多位中下阶层之平民 寺院由民间个人或村落 团体修建 称民间寺院 寺院住持由不失者指定 有益与各级行政机构平行之森旅机构 最高首脑位森长 在泰国 两派森长之上 附有一森王 中央机构有大长老会等 实行短期出家制度 比丘可随时退出僧团 农村之男子需于寺庙 经过一段出家生活 方能取得成年人之资格 比丘可接受金钱 允许吃婚 然禁止自己宰杀烹调 该派注重佛教教育 各寺庙大都伴有学校 对僧旅进及实行严格之考核制度 在泰国 大部派又分裂出以佛陀达萨 巴布达德西 为守之山灵派 巴尔阿尔尔尔尔 P855 大部补助 请参阅法华三大部补助 大圣金刚 总射密教金刚界三十七尊之菩萨 此尊一身兼具三十七尊之妙用 顶上放金刚微怒光明 左右第一手各节至全印 左第二手持莲花 第三手持节魔储 第四手持锁 第五手持灵 第六手持法轮 右第二手持五谷处 第三手持摩尼珠 第四手持钩 第五手持锁 第六手持智剑 坐于白色大莲花座上 深色如日 唯一经之不同而形象各异 于三世三界中 仅此尊能摧诸佛顶 以速成大西地 金刚风楼队 一切余佳余 纸巾卷上一切如来 大圣金刚顶罪圣真言 大三昧耶品 密钞问答卷十大圣金刚条 P855 大圣的法 大圣的法 范语 Kuola Math B.H.McDarn 据舍家所立六位心所之一 即与一切善心相应而聚起之心理现象 共有十种 即 一 性 范 Rat 使心沉静 二 不放异 范A.Prembo 专注修诸善法 三 清安 范Presurati 使心轻妙安稳 四 舍 范A.Pek 使身心舍离执着诸法之念 而助于平等 五 残 范H.R 对有得竟重重属 或对自己所造之罪 内审自持 六 愧 范A.P.P.R 恐惧罪果 或自己所造之罪 于他人前感到羞耻 七 无贪 范A.P.R 于顺境无贪染之性 八 无甜 范A.P.R 于逆境无甜会之性 九 不害 范A.P.R 不损恼他人 十 情 范Pheria 修善法 使心永恨之性 以上使法 周辨于一切善心 故称大善 而心王则未比大善所行之一处 故称大善的 此等使法 又未比大善的所有之法 故称大善的法 顺正理论卷十一 于上纪十法之外 别加 焰 心 二法 而成十二法 焰 焰离过失 心 心求功德 于据舍家之主张 焰 系源于四地中之苦 及二地而生起 心 系源于灭 到二地而生起 不能于一心之中相互聚起 故无法周辨一切善心 而唯有十法可言 此外 成为十论卷六于上纪十法之外 另加 无痴 共成十一善法 然以 心 不愤 不恨 不恼 不急 等五相语 欲 聚起 而为 无甜 知一分 不愤 以 焰 不迁 不骄 等三相语 会 聚起 而为 无贪 知一分 以 不负 不狂 不惨 为 无痴 知一分 而与据舍家之说有所不同 据舍论卷四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杂阿皮弹心论卷二 显阳圣教论卷一成为十论数计卷六 批八百五十六 大善剑王 大善剑 泛名 Mah Sudharana 巴黎名 Mah Sudhasana 印度太古之王 即是尊之前身 又做大善献旺 大善贤王 大快剑王 据中阿涵卷十四大善剑王经所在 佛陀于居师臣梭罗林终欲搬涅盘时 应阿南之问 何以不于沾波 舍未等诸大臣涅盘 而达称 居师臣过去有王明大善剑 以四君整御天下 陈旧七宝 巨族四德 命终后归身凡天 彼时之大善剑王 及佛陀自身 近代学者大卫斯 Ris Davis 松本文三郎君 以此王位太阳之人格化 松本更为大善剑王经所在之事 及极乐净土说之起源 长阿涵经卷三 佛班尼环经卷上 有不疲奈耶杂事卷三十七 极乐净土论 T.W. Ris Davis The Maths Sudasana Suttantai S.B.E.V.O. 十一 W.W. Rock Hill The Life of Buddha P.856 大善之士 大善之士 指大有得之善之士 即交人远离诸二 奉行诸善之善有 参阅 善之士 4884 P.857 大报恩寺 大报恩寺 位于江苏江宁县城 南京 之南 寺 寺在古长千里 静太康年间 有姓氏的设立于长干里 乃建本寺 当时称为长干寺 静简文第十 赤于长干寺造三极塔 梁武帝十层照修之 至宋朝时 改名天喜寺 见圣感寺 原代又改名天喜 慈恩经中寺 原莫悔于兵 明永乐十年 赤剑范语 改名为大报恩寺 以追伏太祖帝后 万历末年 学浪洪恩于此大洪华言 清初十桃园记禅师 亦曾助悉于此 明永乐帝 曾于此寺内造 一状立辉黄之大报恩寺 琉璃塔 塔高九级 共有八面 结构形式仿木造建筑 此塔始建于永乐十年 一千四百一十二 历史九年 至宣德六年 一千四百三十二 完成 据江南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全图记载 此塔高三十二丈九尺鱼 此等高度 为中国古代佛塔中所少建 塔之各层各面均开有门 门拱上布满各色琉璃浮雕 塔外壁 由上至下 均嵌器白色琉璃砖 每面砖上皆有浮雕佛像 塔壁上另有琉璃浮雕之似天王 金刚护法神何如来等像 塔顶关以黄金风波同度保顶 上挂铁锁八条 铜锅两口 天盘一个 铁圈九个 其造型甚美 功臣亦大 习于清贤丰年间 1851 1861 太平天国之一时焚会 明国三十一年 1942 于旧址发现唐玄藏顶鼓 三十三年于此建塔以安奉之 明三藏塔 塔位砖建 四面五层 批八百五十七 大鱼岭 未通往岭南的五条要道之一 位于江西大鱼县南 广东南雄县北 古称赛上 汉武帝浅宇圣兄弟 征伐南岳 宇圣巨守此铃 遂称大鱼 又称宇林 台岭山 唐代张九陵长遭路以利往来 并于岭上开尽直眉 故意称眉岭 唐玄宗时 六祖会能从五祖宏忍处领寿新印 邪秘传之佛依 佛 彻夜难走 同门会明文之 吉律数十人追夺 至大鱼岭 会能遂将依直向盘石 自己隐藏于茅草中而言 大四八 三四九中 此依表姓 可立真耶 惠明捧之而依不动 歹双方问答数回后 惠明使豁然大悟 下山而去 后会能继至广州法姓寺 发扬南顿之宗风 为酒归曹西世纪 六祖法宝谈经形油品 批八百五十七 大会 一千五百六十四 一千六百三十六 明代森 又座大会 浙江人和人 俗姓少 自灵园 撞穗集四处参访明德 经研法相为时之学 五十七岁时使出家卫森 南北讲说 红产为时十余年 崇祯九年世纪于杭州昭庆寺 世寿七十三 有能言日记 为时正义 为时自考录等 昭庆寺至卷八 批八百五十八 大悲 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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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为拔苦 诸佛菩萨不忍十方众生受苦而欲拔寂之 其心称大悲 乃佛菩萨为救度众生痛苦之悲 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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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乘有部以之为十八部共法之一 大乘法相宗则以之为佛百四十部共法之一 一般又以之为四无量心之一 如华言经所说之十种大悲心 即宝语经所说之佛三十二种大悲心 此外 通常又以之语 大词 并用 最常见者为表示观音之慈悲 然 大悲 一词 于诸经中之解释略有一同 一 小乘之说 如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一 卷八十三 据舍论卷二十七等所说 所谓大悲 乃源于三界一切有情而起 为佛之世俗至 凡有五义 即 一 资良大 乃以大福得智慧之资良而承办者 二 形象大 此力能于三苦之境 做拔苦之形象 三 所愿大 以三界之有情为所愿 四 平等大 远离愿亲等之分别心 而普遍利乐一切有情 五 上品大 大悲为诸法中之最上品 更为其于各种悲心所不可比 若以大悲与悲相较 则有八种之意 一 自信意 大悲以智慧为体 悲以无甜为体 二 形象意 大悲源 三苦之形象 悲为愿 苦苦之形象 三 所愿意 大悲通缘三界 悲为愿欲解 四 一的意 大悲一地四禅 悲通一于四禅 五 一声意 大悲一佛身 悲一二圣之身 六 正的意 大悲系远离有顶之祸而正的 悲则仅远离欲解之祸而正得 七 救济意 大悲能成就救济之事 悲为希望救济 八 哀敏意 大悲能哀敏平等 悲则为拔除欲解有情之苦 故其哀敏不平等 此外 诚实论卷十二亿详是佛之大悲 所说与有不知说大致相同 为诚实论强调 先谈法空 后论大悲 乃两者显著之差异 二 大臣之说 心意华言经卷五十三于所列举两千菩衔行法中 以大悲配于十注位 而举出菩萨生起大悲之十种缘由 即 一 菩萨观察众生之所医护而起大悲 二 菩萨观察众生根性不调顺而起大悲 三 菩萨观察众生缺乏善根而起大悲 四 菩萨观察众生长夜昏眠而起大悲 五 菩萨观察众生行诸不善法而起大悲 六 菩萨观察众生未欲所赴而起大悲 七 菩萨观察众生沉默于生死海中而起大悲 八 菩萨观察众生长因疾苦而起大悲 九 菩萨观察众生不欲行善法而起大悲 十 菩萨观察众生施诸佛法而起大悲 此外 宝宇经卷五 思义经卷三 大萨哲尼干子经卷六 除盖障菩萨经卷八等 君载有如来三十二大悲 菩萨观察众生不欲行善法而起大悲 并为之涉化垂世 思义经并为 说法 随夷 方便 法门 大悲等五者为如来所用之武力 乃一切二胜之所不能及 又瑜伽师的论卷四十四卷四十九等意举出于上纪类同之记载 所译者 瑜伽论强调 悲与大悲之别在于 即清净故 即以地时的知菩萨及佛之慈悲称为大悲 愚者之慈悲仅称为悲 盖因比等上位达于 即清净 知境地 由是 十柱皮婆沙论卷一所举菩萨八法之中 有所谓高低大小之说 并提出 三元慈悲 之论 即 有情元之慈悲为小悲 法元之慈悲 慈悲为中悲 无缘之慈悲为大悲 佛性论卷二 法华玄赞卷九 翻译明义大集第十章 参阅 慈悲 5805 批858 大悲公 悲与智卫两两成双之法门 故佩以左右手 大悲主敬得 佩于左手 大智主动得 配于右手 又以大悲配于弓 以大智配于剑 而有 大悲弓 大智剑 之称 批859 大悲新陀罗尼经 泛名 Mahkairoshakay 大悲世达 DHRA 全意卷 唐代加梵达摩义 全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略称千手经 经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现实流通之大悲咒 及此经宣说之咒语 大悲咒在我国圣据灵验 广为佛子所奉持 以大悲咒所加持之水 称为大悲水 为我国佛子所偿服 有关大悲咒之经典 除上述一本之外 另有金刚志 不空等人所译 具载于大阵藏第二十册 批859 大悲新咒颤法 请参阅大悲颤法 大悲水 以大悲咒加持之净水 一般佛子咸性饮用此水 能得十五种善生 不受十五种恶死 幼巨大日经书卷三载 水以滋论万物之德 为大悲之标志 故称大悲水 五字延伸官则为以 Va 宗 自加持其轮者为大悲水 盖自乃水大之种子 助于大悲心 留住甘露水 滋润众生界 故称大悲水 批859 大悲咒 泛名 Mah K. Rasha K. Theta D. H. R. A. 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大悲心陀罗尼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声咒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大悲心陀罗尼 一集说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内正功德之根本咒 据唐代加范达摩所义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迪经所载 此咒全文记有八十四句 诵此咒能得十五种善生 不受十五种恶死 善生者 一所生之处长逢善王 二常生善国 三常之好时 四常逢善友 五生根长的巨族 六道新纯熟 七不犯境界 八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九资聚财时常的丰足 十恒得他人恭敬福皆 十一所有财宝不受他人截夺 十二意欲所求皆惜撑岁 十三龙天善神恒常护卫 十四所生之处得以见佛闻法 十五所闻正法物甚深矣 十五种恶死 细止 一饥饿困苦死 二家境仗处死 三愿家仇对死 四军阵相杀死 五虎狼恶受残害死 六毒蛇猿蝎所终死 七水火焚飘死 八毒药所终死 九重毒所害死 十狂乱失念死 十一山树崖岸坠落死 十二恶人厌寐死 十三邪神恶鬼的辩死 十四恶病缠身死 十五非分自害死 此外千眼千臂观世 因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上 则为若诵此咒一百零八辩者 则一切烦恼罪障 乃至忤逆等重罪 西皆消弥 而得身口一知清净 于经之密宗 禅宗等显密宗派君 及众士颂持此咒 本咒文有多种翻译 其章具意 如千眼千臂观世 因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卷上 至通义 千手千眼观世 因菩萨老陀罗尼身经 菩提流至义 所载为九十四句 千手千眼观世 在菩萨广大远满无爱 大悲心陀罗尼咒本 金刚至义 为一一三句 金刚鼎于家 千手千眼观世 在菩萨修行 以鬼经卷下 不空义 为四十句 并为诵此咒可得席栽 增益 降福 敬爱勾照等四种成就 千手千眼观世 因菩萨大悲心陀罗尼 不空义 所载则有八十二句 赤修百丈清规 卷上柱黎章 禅灵象 期间经入门 批八百六十 大悲定 泛与Mahkaru Sempathi 八粒与同 又作大悲三昧 即寒藏大悲功德之禅定 乃佛菩萨之悲无量心定 佛菩萨悲 一切众生 便满大悲无量心 而行之禅定 称为大悲定 佛菩萨极注于此禅定而起大悲心。 解脱道论卷二,大三二,四零七下,大悲定,双变定,是佛所得,非声闻所得,P860。 大悲空至金刚大教王以鬼经,泛名Mah Tantra G-A,M-Y-Kalpa,或Havahra,King J-L-A,Sambara,Tantra。 梵舞卷二食品。 宋代法护义。 又做大悲空至金刚经,洗金刚本序望,洗金刚本序。 此系一般通用之名称,印度,西藏著世家则多用二仪鬼,泛Tvi-Kalpa,之名。 收于大阵藏第十八册。 本经系自泛本大达特罗王大仪鬼之三十二仪鬼, 根本达特罗,中斋出,为三十二仪鬼经已不存,故本经上有可疑之处。 其内容,金刚序品第一记载是尊著金刚明非英门行法身中之宫殿, 出身妙三摩地,由此三摩地起, 对金刚藏菩萨明示金刚萨朵,大萨朵,三昧耶萨朵, 且为此息从大悲至金刚大菩提心所开示, 其次述说空至金刚之三十二仪脉香, 为此三十二仪总设于罗罗拿、范罗伦、 辣索拿、范瑞森、阿迪、范奥奥文汀等三香, 以下二十品及就此三十二香依依详述其内容。 本经系属四种达特罗中之第四达特罗,即无上瑜伽部,范尔纳塔瑞奥,相当于不空所义金刚顶经瑜伽十八会指规之第九会,即一切佛集会拿吉尼界网瑜伽。 其成立年代,据考证,推定为八世纪前半或七世纪后半已降。 十九世纪,自尼伯尔发现梵文写本,1959年,欧洲佛教学者是内尔格福,DL。 Snell Growth,以之与西藏一本对照,加以音译,并附上干涸,范KHA,所者之与家宝蛮,范Yogaradnamal,出版。 本经之著书,除于家宝蛮外,以西藏之三大著书为著名,即金刚藏,范Faitregarba,知乎金刚设议广著,范Havahra,Pirata,K,纳洛巴,藏N,RO,PAT,之金刚巨珍水及细书,范Faitregarbata,SRA,Sagraha,Pajic,宝藏及,范Ratankaraanti, 之极详细详细详细书,范Ri,Havahra,Pajic,Mutikfao,Emma,西藏大藏经总目录,B Batacharya,Shenamal,Gos,XXVI,XLISB Dos Gupta,Introduction to Tantric Buddhism,DL Shenamal Growth,La Havahra Tantra,P860,大悲空至金刚经,请参阅大悲空至金刚大教王以鬼经 大悲者,具有大悲心之菩萨,即至观世音菩萨,请观音经,参阅,观世音菩萨,6953,P861 大悲胎脏,指一切行法皆需由大悲培育,有如胎脏 亦及肉团心所具之菩提理性,依大悲之万行而生长发育,有如母胎内之子 十柱心论卷八,参阅,大悲,858,P861 大悲胎脏普通大曼陀罗中诸尊种字标志行相圣为诸说不同计,请参阅诸说不用计 大悲响,指观世音菩萨为应各类众生之根基,而试现33种相 参阅,32印,511,33身,513,P861 大悲菩萨,指观世音菩萨 大悲之名,虽通于诸佛菩萨,然此菩萨为慈悲门之主,故特称之 请观音经,观无量受佛经书卷三定善意,P862 大悲万行,起大慈大悲之心,普为无量之佛事,称为大悲,三密妙行等之行,称为万行 又以,把苦,为大悲之意,而于,大悲,二字之中,该设三密妙行等之万行,称为大悲万行 参阅,三巨阶段,542,P862 大悲菩萨,泛名Mah,Karu,PUAR,KANSAS 樊五卷 北齐纳连提耶舍意 经收于大正藏第十二册 内容记载佛陀灵涅磐石,以正法副主家业,阿南等,宣誓供养设立之功德及解极之法 记十四品,泛天品,商主品,帝氏品,罗罗品,家业品,持正法品,舍利品,礼拜品,善根品,不施福德品,直善根品,以诸辟欲副主正法品,直善根品,教品 本经系于北齐天宝九年,五百七十,于夜都天平四溢出 宋、元、明三本于西藏本皆仅有十三品,细江本经之第十二、十三品和卫一品,高丽本则有十四品 历代三宝纪卷九,法经禄卷一,大唐内典禄卷六,大周刊定重金木禄卷二,开元世教禄卷六,至元法宝刊痛总禄卷二,P八百六十二,大碑谈,即止密教之胎藏戒曼陀罗 右座大碑胎藏曼陀罗,大碑曼陀罗,碑身曼陀罗 谈,泛语曼陀罗,曼陀罗,之意义 乃大日经所说,为胎藏戒之曼陀罗,为自大碑胎藏出身之曼陀罗 大日经卷一大日经书卷五,参阅,胎藏戒曼陀罗,3935,P八百六十二 大碑愿,指佛菩萨为嫉妒众生而发之誓愿 如诸佛因悲心而发之种种别愿皆是 又阿弥陀佛所发之四十八愿,乃于,因为,时所发之誓愿,愿愿皆以悲心导引诸有情,故有,无上大碑愿,之称 日本净土真宗特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第十七愿 又座诸佛称阳愿,诸佛滋皆愿,选择称明愿 此愿以诸佛称阳赞叹阿弥陀佛吉乐国土及其名号,回向众生 令众生闻信而心至彼沙土中,系诸佛之大悲世相,故称为大悲愿 批八百六十二 大悲颤法,权益卷 宋代天台宗森四明之礼编辑 又座出向大悲颤法,大悲心咒颤法,牵手牵眼大悲心咒行法 经收于大正葬第四十六册 乃之礼依据加范达摩所义之大悲心陀罗尼金而作,内容叙述牵手观音之颤法 系以天台宗教义指导修持之颤一作法 为前性牵手观音,不仅可消灾得福,死后且可往生西方净土 批八百六十二 大悲颤提,又座有性颤提 颤提,原止断除善根,永不得成佛之根基 大悲颤提则为大悲菩萨起大悲心,怜悯一切众生,发愿度尽众生界 遂专行立他救济,因而自身终无成佛之旗 此系法乡宗一伦家经所说二种产提中之,菩萨产提,而立 即大悲菩萨虽发愿度尽一切众生,但众生界无量无边 又以无性有情毕竟不能成佛之故 遂受此大愿之居爱而终于失去成佛之时 永远止于因为,故称为产提 如观音、文书、地藏等皆属之 入伦家经卷二,成为时论掌中书要卷上本 盔基,台宗二百提卷五,批八百六十二 大制度经论,请参阅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泛名Mathprach Pyramidastra 翻译百卷 为印度龙树菩萨者后勤揪摩罗十一 又称大制度经论,摩赫般若世论,大制世论,世论,制度论,制论,大论 经收于大阵藏第二十五册 系全是大品般若经之论主 大制度,为摩赫般若波罗蜜,之意义 相传本书之原文有十万诵之多,据推测,经本百卷系纠摩罗十缩议而成者 罗十一本中,最初之三十四卷,为全一本,系大品般若出品之注释 其后各卷所议,则经罗十加以劫掠 本书若全部一出,或有千余卷之数 卷首之序文为森瑞所作 全书所影经典极多,为理解大臣佛教之重要论书 本书对学说,思想,用力,传说,历史,地理,实践规定,森家之解说甚未详细 所引用之经典,论书包含 大作《中论》细站在,般若皆空,知否定立场而言,然本书则是立足于,诸法实乡,知基及肯定立场,并极力产明大臣菩萨思想及六波罗蜜等宗教之实践,故有本书即可了解龙树以前佛教学说之大药。 幼龙树以后大臣佛教等诸说,积皆以本书为中心而开展 此及龙树所以被誉为,八宗族师,之理由 故本书不仅为印度维持思想形成之重要点集,即连,大臣其信论,所说之真如思想,空与中道思想之相及,均深受本书之影响 此外,本书中之佛生观与法生观,是密教思想之先驱,且为真言陀罗尼之根源。 本书亦于姚晴红十四年,四百零二,至七年,自一初以来,研究风气甚甚,与三论学派,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相合,则成为四论学派,为历来各宗所依用援引之重要论点,天台之四教义卷十二集尊之为,大臣通生论。 近年来,台湾研读此书之风气甚甚,故坊间流行数种版本,且有新式分段牌版本。 敦煌及新疆等地所发掘之古鞋本,提名为摩赫班若波罗密幽婆提舍。 以现行本与古鞋本互相效合,则知现行本中有不少托物之处。 本书著书极多,较重要者有大制度论超二十卷,会远,大制度论书,谈引,大制度论书十四卷,森坎,士论玄门一卷,会思,大制度论试十卷,行贺,大制度论书二十四卷,会影,等。 出三藏极集卷二,卷八,卷十,大唐内典陆卷三,卷五,旭高森传卷十三,大制度论古本就,突世幼祥,龙古大学论从第二五七,顿皇出土制度论就,本田义英,宗教研究新第六之二,批八百六十三。 大制度论超,凡二十卷,东径庐山会远,三百三十四,四百一十六,转。 原书内容以一诗,仅于续文,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五册出三藏极集卷十。 或为会远见于大制度论内容广博,初学者入门不易,乃将大制度论之重要语句超出,以利后学。 会远专经于大制度论之研究,有本书续文集,大臣大义章,会远问,纠摩罗什达,等书,可略亏一二,故能有大制度论超之作。 P八百六十四 大制度论书,原为二十四卷,经仅存七卷。 北周森会引传 本书卷十四,卷二十一,收于万序藏第七十四册,卷一,卷六,卷十五,卷十七,卷二十四,收于万序藏第八十七册。 细仅存之大制度论注释书,会引为制度论师道安之弟子,应及录道安有关大制度论之讲述而作词注释书。 内容亦融合道平之五十教判,道场法师之事迹,北的研读制度论之盛况等。 诸宗章书录卷一,P八百六十四 大制藏大导师语录,请参阅法眼文艺禅师语录或精灵清凉愿文艺禅师语录,大制式论,请参阅大制度论。 大焦热地独,大焦热,泛名Pratpana,巴历名Pratpana,又作大热制地狱,极热地狱,辅主地狱。 为八热地狱之一,以焦热极聚,烧至罪人,皮肉焦烂,苦痛心酸,万毒病治,故有此名。 据正法念处经卷十二载,此地狱含有一切方焦热处,大生恶吼可谓处,火祭处,与杀火,内热肺,渣渣渣记,朴寿一切滋生苦恼,丙多罗尼,无剑案,苦蛮处,与吕蛮抖手之所,法聚乌,悲苦吼,大悲处,无非案,木转处等十六寿苦别处。 关于堕此的预知夜阴,正法念处经卷十一载,乐行杀身,偷盗,邪行,饮酒,妄语,邪见者,命中之后,堕此地狱。 大楼探经卷二,启示英本经卷三,正法念处经卷十三,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历世阿皮谈论卷八,参阅,八热地狱,三百一十一,皮八百六十四。 大菩提,指佛菩提,又称无上菩提,佛果菩提,相对于声闻,圆觉知菩提而言,成为十论卷一,大三一,以上,由断爱解锁之障,故得大菩提,皮八百六十五。 大菩提状,指一向真定,会知左右二手所作,虚心合掌,知密印象。 此印相细,一切如来入三昧耶便一切无能障碍利无等三昧利明非,所示现,为无上菩提之标志,能圆满的波罗蜜,乃一切诸佛救世之大印。 菩萨处生死中,寻力诸佛,或于一切如来大会,皆以此大菩提状作其标志。 大日经卷四密印品,P八百六十五。 大菩萨,指身行之菩萨。 无量寿经卷下,大一二,二七八下,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重,诸小菩萨,又发自立立他之愿心,实行佛道,于菩萨位中已达部退位,称为大菩萨,尚在退位者,则为小菩萨。 故若已出诸以上不退位为大菩萨,则在实性位者为小菩萨,若已出的以上位大菩萨,则得前世小菩萨。 日本真宗为凡夫性阿弥陀佛之本愿,全领其名号,得不退转之意,称为大菩萨,积极自立之善根,而得往生净土,是为小菩萨。 此外,大菩萨一词,亦作为菩萨之尊称,而非相对于小菩萨而言。 P865 大菩萨藏经,泛名Mah YNA,Pi A.K.A.S.T.R.A. 凡二十卷 唐代玄藏义 为玄藏西行求法返国后最先一出之经。 内容计数四无量、六度、四摄等大臣教义。 唐代菩提刘志将本经编入大宝基金,收于大阵藏第十一册,卷三十五至五十四,称为菩萨藏会。 P865 大华寺,位于云南昆明大华山。 元代森玄建,一千两百七十六、一千三百一十三,所建。 有石碑楼、天王殿、大雄宝殿、飘渺楼及大碑宝格等建筑。 虽曾于清康熙二十七年,一千六百八十八,重修,但仍保存宋代之样式。 寺玉宽广,庭院为庭阁及回廊所围绕,内栽植竹林、桂花、紫阳花,且是以太湖时,充分表现中国式庭院之特色。 如今,大华寺已成为官日出之名圣。 批八百六十五 大无量寿经,请参阅无量寿经。 大无量寿经书,请参阅无量寿经译书,大随西国传,请参阅西域制。 大随结伙,禅宗公暗明。 大随法真禅师已结火起而破坏大地未因,论究了脱迷雾凡胜相对之妄之而主张人人本具灵性。 碧言录第二十九则,大四八,一六九上,僧问大随,结火动然,大千句坏,未审这各坏不坏,随云,坏,僧云,嫩魔则随他去也,随云,随他去,盖大随以心,尽一致,坏时兮坏,不坏时兮不坏,非可执着,以敏觉相对之妄之而乐物心地。 故达以,随他去,血斗众显宋云,大四八,一六九中,结火光中立问端,那僧游至两众官,可怜一句随他语,万里区区独网还。 景德传登录卷十一,从荣录第三十则,宗门统要续集卷十,P八百六十五,大随乌龟,禅宗公案明。 右座带随乌龟,大随龟化。 大随,指唐代之大随法针禅师。 此则公案乃大随法针及乌龟来接化学人之机缘语句。 景德传登录卷十一,大五一,二八六上,诗安策有一龟,僧问,一切众生脾果骨,遮各众生骨果皮,如何,诗粘草吕于龟边者,僧无语,盖所有生类,其骨必在皮下,此为继承之常识概念, 然以佛法立场观之,执着于常识概念,亦属望见之一。 故于公案中,此僧固执此一望见,而对一切物无法直接领受,大随遂及,粘草吕于龟边,的不合常理之举措,以对至此僧之偏见,此即本公案之主旨。 P866 大阳家风,禅宗公案名,为大阳景玄与僧之问答语句。 大阳,指宋代曹洞宗之大阳景玄禅师。 禅灵类聚卷七,万序一一七,四六下,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诗云,满平清不出,大地眉积人。 满平,为此则公案之眼目。 为任何人原本皆有佛性,皆为自性清净身,故在佛法而言为满平,且在任何境玉下意不改变其实态,故说,满平清不出,大地眉积人。 五灯会圆卷十四,P866 大龙加尔居派,西藏明Stag,LU,BKA,Brukjot,Pot。 西藏佛教加尔居派,又称达加尔居派,南宋淳西七年,1180,大吉隆坛,藏Stag,LU,Bank,Pot,邪门徒至拉萨附近建大龙经社,又作达四,传奇法登,创立本派。 景言元年,1276,本派僧人桑杰温,1251,1294,于西康省昌都之类乌齐地方建类乌齐寺,成为本派在康区,古代西藏寺区之夷之主寺,与达四并称为上堂、下堂。 达四第九任座主扎西贝泽,1357,1424,曾授名臣祖封位国师。 P866 大雁塔,乃我国名塔。 原石层,精存七层。 位于陕西西安市南郊慈恩寺内。 出名词恩寺塔。 唐高宗永辉三年,652,依玄藏之建一所著,旨在著藏玄藏自西域寝回之经论范本。 该塔仿西域形式建成,五层专造。 各层皆致设立。 基面各百四十尺,高百八十尺。 武则天年中,依中国式样重型改造,柱至十层,每层四门,高三百尺。 天佑元年,九百零四,毁于珠温冰火,仅存七层,后虽经多次修建,燃行式弃经未改。 燕塔名称来源有二说,一为燕舍生公僧,僧感而住灵塔,遂有此称,另一说为达乘国有家业佛迦兰,穿十三座五层塔,底层成燕行,故称为燕塔。 金塔高六十四公尺,乘方形七层楼格式,不同于一般塔式。 塔底层南门两侧,嵌有唐太宗传文,大唐三藏圣教续碑,及唐高宗所作续文。 青石门矿门楣上,刻有佛,菩萨像,端延幽美,西门楣佛殿雕刻,细部壁具,皆为唐代原物,可能未出建或武则天重修时之作品,未现存唐代献刻之上品,亦为研究唐代建筑,雕刻艺术之重要文物。 P866 大雄 大雄,范宇,Mah,V.R.A. 为伟大之英雄之义,为佛之德好。 因佛具有大智力,能降伏魔障,故称大雄。 法华经从地勇出品,大九,四灵中,善哉。 善哉 大雄世尊 我国寺院大殿之供奉佛陀者,即称大雄宝殿。 此外,其那教之教主法陀摩那,范V.R.B.M.A. 亦被其教徒尊位大雄。 参阳,其那教,四千两百八十三,摩赫皮罗,六千零七十九,皮八百六十七。 大吉月藏经,凡十卷。 随带那连体耶舍意。 吉大方等大吉月藏经。 略称月藏分,月藏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三册。 为大方等大吉经之后分。 本经虽为大吉经之一部分,然以其首尾完全,故可视为独立之一经。 其内记载佛于驱罗第三出化比丘菩萨,并度化众多魔王、波寻、阿修罗、天、龙、鬼神等归佛之事迹。 本经御会之会众有不同种类,菩萨、诸天、鬼神,数量甚多,如有学无学六百万,诸卷数八十亿那由他百千菩萨摩赫萨,混有世俗之心秀战法等怪异技术,罗列印度十六国及西域诸国之史地,对佛法灭尽之思想并有详细之描述。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大唐内典录卷六,开元式教录略略出卷一,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九,参阅,大吉经,八百六十八,批八百六十七。 大吉部,大成经五大部之一,乃藏经之分类名。 至大方等大吉经及其别出之各之派经典而言。 有关其布置,开元式教录卷十一列出大方等大吉经以下凡二十四部一四二卷,真元新定式教目录卷二十则加布空所义之地藏菩萨问法深赞,大虚空藏菩萨念诵法等三部十卷, 而举出二十七部一五二卷,大藏经纲目只要录卷三总举二十二部一五二卷。 又于现藏之中,诵本收录二十四部一四一卷,原本收录二十四部一三九卷,立本收录二十七部一五二卷,万正藏经收录二十五部一五一卷,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二十八部一八四卷。 大吉部,知名,系开原是教录所定者,明代秩序于月藏之经中改为方等部,并收宝基,大吉二部。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卷一大藏圣教法保标目卷二,原山三大藏总目录,批八百六十七。 大吉经,樊六十卷,北梁坛无称等义,全称大方等大吉经,范玛,SNPTA,Astra,藏Dos,Pachen,Pio,乃大吉部诸经之会边,经收于大正藏第十三册。 细佛陀余成道后第十六年,即和十方佛刹诸菩萨及天龙鬼神等,未彼宣说十六大悲,三十二夜等圣身法藏,以大成六波罗密法与诸法性空为主要内容,兼含密教说法及陀罗尼与梵天等诸天护法之事。 除,除,空,知思想以外,尚负浓厚之密教色彩。 全经纪分十七品,其品名与内容概述如下,一,英洛品,即卷一千半。 叙述佛陀成道后第十六年,生狮子宝座,为诸菩萨等宣说菩萨所行之无碍法门。 二,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品,即卷一后半至卷四。 佛陀为陀罗尼自在王菩萨宣说应修界定会三学及陀罗尼之四种因落庄严法等。 三,宝女品,即卷五,卷六。 叙述宝女同女所成就之三十二种宝心等。 四,布炫菩萨品,为卷七。 佛陀为布炫菩萨禅说八陀罗尼门,八经浸,八法,八庄严,八发心等之要旨。 五,海会菩萨品,即卷八至卷十一。 佛陀对海会菩萨说是敬应三昧,菩萨之发愿,摩耶,四天王咒,大臣之意义等。 六,无言菩萨品,即卷十二。 佛陀依无言菩萨所说之无言,无声,空等,依依解说其法性。 七,不可说菩萨品,即卷十三。 叙述不可说菩萨所说发无上菩提心之十六法,增长菩提心之三十二法等。 八,虚空藏菩萨品,即卷十四至卷十八。 佛陀为虚空藏菩萨说六波罗密及菩萨之种种得也。 九,宝状分,即卷十九至卷二十一。 分为魔苦品,网谷品,魔调福品等十三品。 十,虚空目分,即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 复分为身文品,世间目品,弥勒品等十品。 十一,宝济菩萨品,即卷二十五,卷二十六。 佛陀为宝济菩萨等宣说菩萨之波罗密行,助菩提行,神通行及调众生行等。 十二,无敬意菩萨品,即卷二十七至卷三十。 产说六波罗密,四无量心,六通,四摄,四无爱智,四一等之不可敬。 十三,日密分,即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 包括护法品,四方菩萨及品等六品。 十四,日脏分,即卷三十四至卷四十五。 包括护持阵法品,陀罗尼品等十三品。 十五,月脏分,即卷四十六至卷五十六。 包括月状神咒品,魔王波寻一佛所品等二十品。 十六,须弥脏分,即卷五十七,卷五十八。 包括生文品,菩萨禅本业品等四品。 十七,十方菩萨分,即卷五十九,卷六十。 产说五十种孝记罪。 上述十七品中,一、十一,细谈无称义。 十二,为南朝流颂之志言,宝云和义,有别行本,无敬义菩萨经。 十三,谈无称义。 十四,十五,十六,为那连提耶舍义,其别行本分别为大臣大放等大吉日藏经,大臣大放等大吉月藏经,大臣须弥藏经。 十七,细转及东汉安氏高所义之名度五十孝记经而成。 幼,一、二,与西境主法护所义之大哀经八卷位同本意义。 三,与主法护之宝女所问经四卷位同本意义。 五,与北宋为境所义之海义菩萨所问经应法门经十八卷位同本意义。 六,与主法护之无言同子经二卷位同本意义。 八,与唐代不空之大吉大虚空藏菩萨所问经八卷位同本意义。 九,与唐代波罗婆密多罗之宝心陀罗尼经十卷位同本意义。 十,与主法护之宝记菩萨所问经二卷位同本意义。 十一,与主法护之阿叉莫菩萨经七卷位同本意义。 西藏藏经中,别无大吉部,仅于其他经典中散见上纪所举诸经之内容,然,月藏分,则全缺。 近时,自新疆发掘之范本断片,内有相当于本经宝状分网骨品之部分,后由英国学者多玛斯,FW。 Thomas,教定出版。 本经之著书本有大吉经书十六卷,义名,大吉经书五卷,景法诗集,月藏分一亿利明义卷,信行,等,然经皆不传。 初三藏记集卷二,历代三宝记卷十二,开元室教路卷四,卷七,真元新定室教目路卷六,批八百六十八。 大云寺,位于甘肃五威县东北,前梁王张天赐时所建。 原名红藏寺,后改天赐安,武则天称帝,令全国供奉大云经,改天赐安为大云寺。 四有一钟楼,为梁州八景之一,所挂同中乃前梁王张氏所住。 四毁于民国十六年,一千九百二十七,之大地震。 俗称铁佛寺,位于山西陵坟县,始建于唐征关年间。 清康熙三十四年,一千六百九十五,毁于帝阵,五十四年重建。 又称大云金寺,摩尼寺,仙寺。 乃唐代识奉则天武后之赤苑,于全国诸州所建之大寺。 日本之国分寺即仿照我国之大云寺而造者。 永昌元年,六百八十九,摩尼教之法朗为座大云金进献与武后,武后改国号魏州之同时,乃班布此经于天下各地,且下令造大云寺。 相传当时所度之森,约有千人。 自文献可知,长安,河内,梁州,扬州,温州,滋州,柳州,宣州,宣州等阶层造力大云寺。 其中,长安,河内,河南淮庆,梁州,甘肃,等,系自古时已造之寺而改称者。 其实新建之寺并不多。 P869 大云密藏金,请参阅大放等无响金。 大云无香金,请参阅大放等无响金。 大云金,请参阅大放等无响金。 大云轮金,请参阅大云轮请语经,大云轮请语经,泛名Meth,Meth,Meth,Estra,凡二卷。 唐代不空译。 略称大云轮金,请语经。 经收于大镇藏第十九册。 内容收录请语时所受持之陀罗尼。 卷上列出十种供养云海,将语之利益及五十四佛名,卷下举世大陀罗尼。 佛曾于南陀乌波南陀龙王宫大云道场保楼阁中对大比丘、诸菩萨、百八十余龙王等宣说此经。 本经之同本意义有三种,北周舌纳耶舍所义之大云请语品第六十四, 随代舌纳绝多所义之大方等大云经请语品第六十四个一卷, 随代纳连提耶舍所义之大云轮请语经二卷。 其中,纳连提耶舍所义本,于1871年,由英国佛教学者比尔,S。 比尔,英译出版,1880年,英国佛教学者滨达,S。 本都,副刊行本经之范本及其因译本。 晚静于新疆图鲁番所发掘回古文字图尔古语佛典中之Titanium Mustphastic, 其内容与本经颇为类似。 大唐真元旭开元式教路卷上,真元新定式教目路卷15,P870。 大黑天,大黑,半明Mahkla,英译摩赫加罗,摩赫哥罗,马哈嘎拉。 又作大黑神,大黑天神,摩赫加罗天。 乃佛教之守护神,具有战斗神,财福神,厨房神,名符神等几种性格。 形象颇多。 于密教宪图胎藏界曼图罗外金刚部中,列于左方第三位,呈现黑色及愤怒香,火法树立,三面六臂,正面有三目,左右二面各二目。 以独楼位阴落,以蛇位臂串,夫坐于圆座上。 其种子位,也,三昧耶行未见。 大黑天神法载其真言位,阿密纸密纸,Machmach,祥福,舍婆利,菲尔,自在,多罗杰地,Karagate,旧度,娑婆赫。 印度教士之为皮色奴,范Viu,之化身,大日经书卷时以此天位皮卢浙那佛之化身,吉祥福,图吉尼,之愤怒神,良奔之人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书卷下一则以之为战神,乃摩西首罗,大自在天,之化身,夜游灵间,食人血肉。 凡此,盖皆基于愤怒相而立说。 此神由巴斯巴送入元朝宫廷,成为氏族以下历代重奉之神,至明朝后,又辗转入满洲。 此外,南海既归内法船卷移受斋轨则调则以此神为石厨之神。 我国江南一带,自古以来民间厨房及多四此神。 日本一言此风,多于诸四库除安置二臂之大黑天象。 大吉经卷五十五分布严幅提品,李去世卷下,选法四仪轨卷下,青龙四仪轨卷下,惠灵阴卷时,诸说不同计卷时,参阅,大自在天,七百八十三,批八百七十。 大传法院,乃日本新义真言宗之大本山,通称根来寺,位于河戈山县纳赫俊言出庭。 大致五年,一千一百三十,决宗于高野山建传法院,后并受斥兼任金刚丰四座主,由此而引起金刚丰四图众之不快,而建与传法院之图众产生冲突。 决宗岁于洪安九年,一千两百八十六,将传法院一致限制,独立成新义派,学森云集,兴盛一时。 批八百七十一 大士至菩萨,大士至,泛名Mah,STHMah,PRPTA,英译摩赫苏泰摩朵。 异议作,的大士,大精进,略称是智菩萨,是智菩萨。 此菩萨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众生离三途,的无上力,又比行时,十方世界一切的皆震动,故称大士至。 与观世音菩萨同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邪士,是称西方三神。 首能言经卷五念佛原通章位,大士至菩萨于因地时,以念佛心入无身忍,故今设此娑婆世界之念佛众生,归入净土。 又一杯华金卷三载,当阿弥陀佛入灭后,由观世音菩萨补其位,观世音入灭后,则由大士至补处成佛,掌握画权,好善助珍宝山王如来。 关于其形象,具观无量寿经载,其天观中有五百宝花,一一宝花又有五百宝台,每一宝台皆现十方诸佛之境妙国土香,顶上之肉即如头魔花,肉即中安置一宝平,其余身香则与观世音菩萨大同小异。 又聚阿利多罗陀罗尼阿鲁利品载,二菩萨聚成纯金色白艳光,右手指白符,左手指莲花,大士至至身形教观世音小。 于密教线图胎藏戒曼图罗中,位于观音院内列上方第二位,全身肉色,左手持开合莲花,右手曲中间三指,置于胸前,坐于赤莲花上。 密号持伦金刚,三昧耶行未未开夫之莲花。 大阿弥陀经卷上,悲华经卷二,法华经玄赞卷二,陀罗尼杂吉卷一,大日经书卷十三,参阅,观世音菩萨,六千九百五十三,批八百七十一。 大士佛,如来之德好,佛有大势力,能断众生之烦恼,故称大士佛。 法华经方便品,大九,九中,以贪爱自闭,盲明魔所见,不求大士佛,给予断苦法,批八百七十一。 大圆满法,西藏佛教宁玛派之主要修行方法。 宁玛派为修行密宗之主要宗派,其根本教法主张,人之心体,其本质纯洁,远离成垢,故若能听其自然,随意而往,于空虚明镜中将心安于一镜,即可成佛。 P872,大圆禅师语录,请参阅为山林佑禅师语录。 大圆禁制,梵语DARA,JNA,即止可如实映现一切法之佛制。 此种佛制,如大圆禁之可映现一切形象,密教称为金刚制。 依为实宗所说,成佛以后,烦恼即转变为智慧。 此种智慧可分四种,其第四种,即第八阿赖耶识,转变为清净智,此即大圆禁智。 密教将此四智,加上法界体性智,合称五智,即东方阿佛所成之智。 参阅,五智,1161,P872。 大圆绝寺,位于韩国金晨庆信房之古寺。 创建于朝鲜世祖九年,1464。 11年,建立十三层苏独婆,内置佛陀分身设立,新一元绝经。 塔由白色大理石所成,基坛三层雕有各种罗汉神浆,第四层以上则克佛菩萨像及各种克名。 塔侧有大圆绝寺碑,亦由白色大理石至臣,上课有吃手,细建于朝显成宗二年,1471。 碑面文字为经首温传,承认书,江西梦传,碑英文字为徐居正传,正兰宗书。 与十三层四塔同位礼朝美术之杰作,其碑文多以磨灭不可辨识。 大圆绝四碑名并续,朝显佛教通史,礼朝佛教,批872。 大塔,建于世尊臣道圣地佛陀加耶,范布达,K,之高塔行经社,为炼瓦所造。 约建于阿育王时代,其后,有改信佛教之婆罗门予以扩建。 十三,四世纪请,印度交与回教战争中,回教军队到处破坏佛机,佛教徒为保护圣机,乃以图掩塔,直到十九世纪,英国统治印度才重新发现,加以整修。 存于中印度山崎之佛塔,约建于西元前二世纪。 阿育王时代获系专造,经所建则是后来加盖于其上者,系以十块砌成,圆顶成半球形,塔身在一圆形土堆上,塔直径三十六公尺,高十六公尺。 右座根本大塔,高野山大塔。 位于日本高野山,建于红人十年,八百一十九,后历经修器,经所建为一水泥造之多宝塔。 参阅,根本大塔,四千一百三十二,批八百七十二。 大义,止经论之大体纲要。 即一部经论中,初分大义,谈教其因由及其纲要,四有题号,解释明题,后使入文解释。 磨合纸观卷一上,大四六,四上,出世大义,囊括始终,观待出后。 法明言论超卷上,十六开示之一。 右座上会,广会。 系大乘佛教最初知在家菩萨之一,其足性,世纪经已不详。 大智度论卷七,参阅,十六开示,三百九十二,批八百七十三。 大义经,全义卷。 留诵求纳巴陀罗义。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大义,为童子之名,系佛陀过去世前身之一。 本经内容叙述大义童子欲记住其国之平, 岁入海求宝,闻海底有明珠,欲书海水而采之。 天地赶其京城,前来驻之,海神大恐慌,急忙出诸, 大义童子乃的明珠,诗与国人。 批八百七十三。 大义三拳,禅宗公暗明。 右坐灵迹大悟。 大义指唐代之高安大于禅师,三拳指灵迹一旋即打大于泪下三拳。 此公暗卫灵迹一旋大悟之因缘故事。 灵迹出于黄博西运作下,三次问法,其身未绝,黄博便打。 其后灵迹辞离黄博,经黄博指引,网见高安大于, 恳切问以,万婿一三八,一九四下,不知某甲有过无过, 而至三次被打。 大于为,黄博与魔老婆心切,为乳的撤困, 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 失于言下大悟,乃曰,原来黄博佛法无多子, 于走住曰,这尿床鬼子。 是来到有过无过, 如今谢道黄博佛法无多子。 你见个什么道理? 速道。 速道。 诗于大于泪下注三拳。 五灯会圆卷十一灵记忆玄章, 禅愿蒙求卷上, P873。 大爱道比丘尼经, 泛名Mah, Protpat, Pikyu, Estra, 凡二卷。 亦于北梁, 亦者不祥。 经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四册。 右座大爱道受戒经, 大爱道经。 内容叙述比丘尼所应受持之戒律。 佛于家为罗未事事经如实, 以母大爱道请求出家, 受持佛之法律, 佛不许, 阿南以以母对佛有养育之恩, 多次代位恳请, 佛遂听许之, 未说比丘尼种种戒律。 盖大爱道一阿南之斡旋, 得出家受八境, 十戒等法, 于中阿汗卷二十八曲谈弥经, 中本起经卷下曲谈弥来作比丘尼品, 四分绿卷四十八, 五分绿卷二十九等均广说之, 本经或即根据此等所说家以夫成而成。 开原式教录将本经编位北梁诗一经, 出三藏纪集卷三星集安宫梁土一经录, 法经录卷五, 大藏圣教法保镖目卷八, 批八百七十三。 大爱道受戒经, 请参阅大爱道比丘尼经。 大爱道经, 请参阅大爱道比丘尼经。 戴经, 各宗派所指之戴经各义, 于天台宗, 多指大涅槃经, 于净土宗, 乃指大无量寿经, 对此而言, 小无量寿经, 及究摩罗时一支阿弥陀经一卷, 则称小经, 于密教, 则多指大日经及金刚顶经两经。 批八百七十四。 大经一书, 请参阅无量寿经一书。 大义, 七百四十五, 八百一十八, 唐代森, 渠州,浙江, 虚江人, 俗姓徐, 二十岁出家, 受巨族解。 参业红舟马祖道一, 四其法。 后驻于鹅湖山, 故称鹅湖大义。 曾卫德宗, 顺宗说法。 献宗时, 常召入内, 于林德殿论义, 对达四地禅道, 众法师皆渡口心服。 师并举, 万序一三八, 五五上, 顺宗问师力禅师, 大地众生如何的见性成佛, 立曰, 佛性犹如水中月, 可见不可取, 一世, 而魏帝曰, 佛性非见必见, 水中月如何决取, 帝乃问, 何者是佛性, 师对曰, 不离陛下所问, 帝默契, 犹是一众禅宗。 圆和十三年世纪, 寿七十四。 赤士, 慧绝大师。 五灯会员卷三, 世事鸡鼓略卷三, 批八百七十四。 大义度, 指黄博西运禅师为母引导之故事。 黄博, 闽人, 幼年出家, 其母哀念而失明。 黄博参礼百丈, 得物后归醒, 母子虽相见, 然互不相识。 乡人告知, 其母恍然追至福清度叛, 不幸跌逆。 黄博, 隔岸见之, 不经哀约, 义子出家, 九族升天, 若是妄语, 诸佛妄语。 乃头巨入和, 为母引导。 自此, 福清度又改名为大义度, 而此一典故又称黄博引导。 批八百七十四, 大圣, 范与玛, 迷尼, 八利与童。 为对佛, 菩萨及大声文等之尊称, 有别于世俗之圣人。 如大圣普贤菩萨, 大圣文书施力菩萨, 大圣观自在菩萨, 大圣不动明王, 大圣欢喜天等, 盖皆出于尊敬之义。 佛本行及经卷十七替法染一品, 大放等大及经卷四十三诵十品, 持心泛天所问经卷一名王菩萨品, 批八百七十四。 大圣世尊, 为佛之尊好。 佛为圣中之吉, 举世之尊。 法华经药草玉品, 大九、二灵上, 大圣世尊于诸天人一切众中而宣誓言, 批八百七十五, 大圣四塔, 位于江西信丰县城内效益防住圣四后, 应于塔上发现木雕像明文, 大圣四, 而得名。 此塔高约五十公尺, 共九集六面。 三面有真门, 其余相间之三面则引出假门。 门上有平座及妖颜。 底层岩脊之上位第二层平座, 底层内空, 平座内形成一暗层, 故位十八层。 塔身已清砖砌弃城。 据信封县制所在, 不知此塔始建年月, 燃砖时间既有, 阳冠重修, 及三国赤屋年号等文字。 干周府至一载, 宝塔四出位岩福寺, 金庚明柱盛寺, 殿后宝塔相传系吾大帝赤屋年造。 此塔气势雄伟, 颇具历史研究及建筑艺术价值。 P875 大顿悟师, 直东晋僧道身, 355、434。 因道身发表顿悟成佛说, 引起佛教界长期之论证。 其后, 产生大顿悟义与小顿悟义之别, 对后世禅宗、 华盐宗之影响极大。 其主张小顿悟义者, 人称, 小顿悟师, 有森照、 知顿、 真安朵、 协通、 慧远、 道安等。 法华经书卷一, 二帝义卷下, 照论书卷上, 会答, 三论有意义, 出三藏记及卷十二, 卷十五, P875。 大谷, 范语当大牌, 法器之一, 又称太谷, 即诵经, 范北时所用乐器之一。 印度自古即用之, 有布木的家卷八载, 佛陀曾于世多灵位六大臣比丘说法, 即大谷义吉重。 我国古代义用于仪式, 五月, 均政等。 唐代乙将, 禅陵普遍使用大谷, 或设谷楼而玄疾之, 或玄于佛堂义于, 以报法会之起作。 据赤修百丈轻规卷下所在, 禅陵一大谷之用法, 分位法谷, 查谷, 摘谷, 玉谷, 根谷等数种, 其敲击之法与敲击之数各有不同。 其中, 法谷于住持之上堂, 小参, 普说, 入室等级之, 上堂时三通, 小参一通, 普说五下, 入室三下, 皆当缓级, 查谷于祖济现茶汤时长级一通, 由室司主之, 摘谷悬于库司前, 摘时级三通, 根谷由库司主之, 早晚平级三通, 于随根次级之, 玉谷于玉时级四通, 由之玉主之。 日本则以太谷, 真谷, 解谷为佛前奏乐之三谷, 又五月时用大太谷, 读经时用经太谷, 日连宗唱提之计则用提至之团善太谷。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 随书音乐至第九, 第十, 禅灵象器兼北器门, 歌品目卷三, 批八百七十五。 大僧, 沙米锦受持十戒, 称为小僧, 相对者, 受持巨族戒之比丘, 则称为大僧。 又日僧最臣于显戒论卷中, 开显大臣大僧篇, 与, 开显受大臣戒为大僧篇, 中意举出大僧之名, 且为其乃大小臣之通称。 批八百七十六。 大僧镇, 为我国古代僧官之最高位者。 僧刚之最高阶位分位三种, 三种中最上位之职位, 称为大僧镇。 梁武帝普通六年, 五百二十五, 赤命光宅寺之法云为大僧镇, 为此阶位之最早设置者。 日本在天平十七年, 七百四十五, 使受刑机任大僧镇, 为该国设此阶位之时。 参阅, 僧刚, 五千七百四十七, 批八百七十六。 大梦, 比喻生死之境界。 往生论柱卷上, 大四灵, 八二八中, 常请大梦, 莫知悉出, 批八百七十六。 大慈大悲, 指佛菩萨嫉妒一切众生之大慈悲心而言。 极广大无边之慈悲。 慈悲二字, 本集含有, 设受众生, 拔苦与乐, 知义, 佛菩萨助于利他之心, 拔除众生无边之苦, 而予以喜乐。 由以佛更以无缘之大悲心而度化众生, 故, 大慈大悲, 一般多用于佛之慈悲。 又大智度论卷二十七以, 大慈, 为, 与一切众生乐, 以, 大悲, 为, 拔一切众生苦。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 三四三下, 佛心者, 大慈悲是, 以无缘词, 设诸众生。 大智度论卷二十七, 大二五, 二五六中, 菩萨大慈者, 于佛位小, 于二圣位大, 此事假名位大。 佛大慈大悲, 真实最大。 佛的论卷五, 参阅, 慈悲, 五千八百零五, 批八百七十六。 大慈寺, 位于四川成都, 古称震旦第一丛林, 创建于唐代, 玄宗赐俄, 大慈寺。 多次毁于冰火, 经所存者位清代之建筑。 批八百七十六。 大慈法王, 一千三百五十四, 一千四百三十五, 西藏名Baiams, Chanchas, Rje, 因一甲青蛆籍, 江青蛆籍, 为名臣祖所赐之封号。 名为释迦至, 藏Kia, 耶, ES, 乃宗喀巴之门帝。 藏州, 藏Ktse, 根堂, 藏Gu, Tha, 人, 自幼及善祭义, 入佛门后修苦行以正生口义。 复受教育诸多善知识, 以修习诸学。 归一宗喀巴后, 情习根本中论, 四百观论, 菩提道次第论, 秘密及五次第论, 犯Gyasmja, Pakakuma, 一家充满悲心, 谨行戒律, 通小秘密道。 其十名陈祖耳闻宗喀巴之美名, 乃玉昭寝之。 宗喀巴再三顾词, 而派遣世家至前往。 永乐十二年, 一千四百一十四, 世家至取道成都至北京, 奉命驻法渊寺, 举行四秘密不知曼陀罗成就供养。 陈祖前姓之, 且赐予大国师之称号及黑金应喜。 入明后反两年间, 法王寻西五台山等地, 其后归反藏土, 听闻宗喀巴讲说注视明灯, 五次地道论, 十轮广注无垢光明, 六瑜伽,圣勒根本达特罗等。 其后奉宗喀巴之命, 先后建立下部秘密学部, 藏Rugyaz Magrava, Chut, 及瑟拉寺之大臣院, 藏Veg, Cheng, Gli, 一千四百一十九, 瑟拉寺内安置协自我国之十六, 罗汉象及印度金律典籍等。 永乐十九年, 再次蒙城族招请, 驻北京。 魏己, 帝宏, 法王主持葬礼, 举行四秘密之曼图罗成就供养。 一四二六年宣宗即位, 一睹姓归一之。 法王赋予我国建立寺院, 修筑古寺, 红法部教。 明宣得十年世纪, 享年八十二。 于土匹时, 传闻有诸多不可思议之真兆出现。 蒙古佛教史, 西藏佛教研究, 批八百七十六。 大慈恩寺, 位于西安城南之古寺。 又称慈恩寺。 唐征官二十二年, 六百四十八, 太子至, 高宗, 为报其母闻得皇后之慈恩, 故于靖昌吴陋寺, 亦说靖绝寺, 知就只赢住该寺。 四分十余愿, 一千余奸, 庄严雄利。 四臣, 太子清姓, 拜佛像帆华, 赤度三百僧, 别请五十大德, 迎玄奘位上座。 且于四支西北, 铸造帆经院, 安置玄奘所携回之金像设立等。 后天竺三藏阿的渠多请来犯家, 因玄奘担忧金像遭火难, 散逸, 帝乃令采西域之至, 建大雁塔, 五层塔, 安置范家等。 玄奘所溢出于家师的论一百卷, 太宗清至, 大唐三藏圣教续, 太子亦清传续记, 各捐之于十碑。 永辉四年, 六百五十三, 由中书令主遂梁书辞两碑文, 亦各克之, 至于塔南之后壁。 玄奘一生亦经事业大半完成于斯, 先后亦有如来世交圣君王经, 佛的经论, 英明正理门论本, 大臣广百论事论,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等多部。 显庆元年, 六百五十六, 玄奘奘奘请建立大慈恩四碑, 帝乃清至其文, 四支与四, 仍奉迎于方陵门。 三年, 西明寺新城, 玄奘奉赤一柱。 灵德元年, 六百六十四, 玄奘世纪于玉华宫, 门人遵其一命, 将其就迁往藩经院, 并葬于产东白鹿园。 后有一幅济制, 驻二十余年而入祭。 德宗时, 北印度三藏慕尼世历来此一经, 其后世纪于此。 后历经述代灾变, 本寺之故只仅存者为大雁塔, 至清康熙年间重家整修, 以弃于今。 四四六铁卷二十一, 开元四教路卷八, 旧唐书本纪第四, 古经图书集成直方点第五零五, 批八百七十七。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 凡十卷。 唐代慧力传, 雁从增补。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册。 全称大唐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 略称慈恩四三藏法师传, 三藏法师传, 慈恩传。 本书为唐代玄奘大师之传记, 出戏慧力传述, 原为五卷, 其后宴从增补为十卷。 前五卷记载玄奘出身, 西域求法之事记, 后五卷则载玄奘归国后之一经事业。 其中有关西域之国民, 游历之行程, 西域各国及印度之风土等, 均详实记载, 乃研究玄奘深平行记及唐代长安文化之珍贵文献。 本书前五卷, 英国学者比尔, S。 比尔, 于1885年翻译, 题为The Life of High-end Sian 并出版之, 此外并有法国学者朱利安, S。 Julian, 之法译全本。 开元式教路卷9, 真元新定式教目路卷12, 佛典书抄目路卷下, P878。 大词云匡真洪明禅诗语录, 请参阅云门匡真禅诗广路。 大众, 泛语MahBHTA, 只构成色法之地, 水、火、风四大要素。 即, The大, 范Pthiff, DHTuesday, 水大, 范Up, DHTuesday, 火大, 范Tashu, DHTuesday, 风大, 范Vu, DHTuesday, 四种, 故称能造之大众, 四大种, 四大, 四界。 分别可称地重乃至风种, The大众乃至风大众, 或地界乃至风界等。 巨巨舌论卷一载, The大有坚性, 范KaKa Alpha, 水大有湿性, 范DhA Alpha, 火大有暖性, 范U Alpha, 风大有动性, 范Lag, Semera Alpha。 又就四大之作用而言, The大有保持不使坠落之作用, 水大有涉及不使散意之作用, 火大有食物成熟而免于坏烂之作用, 风大有增盛流影, 上下纵横生长之作用。 品类族论卷一巨舍论卷四,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五, 卷一二七, 参阅,四大, 一千六百四十九, 批八百七十八。 大精进菩萨, 大精进, 泛名欧瑞阿, 英译书罗也, 又称勇猛菩萨, 贤杰十六尊之一, 为密教金刚界曼陀罗三昧耶会, 维系会, 供养会, 将三世洁魔会等各外愿方谈南方四尊中第二位之菩萨。 密号不退金刚, 种子位, 于, 或, 六, 有本性寂静之意, 即涅槃寂静之貌, 有如来言说精进坚固之意。 三昧耶行为毒蛊疾或一股杖, 表示勇猛精进, 犹如毒蛊疾之能贯彻。 其真言为, 鞍, 欧, 熟罗也, 阿耶, 勇猛, 为, 六, 种子, 缩附和, SVH。 其形象, 生成肉色, 左手坐拳, 置于腰际, 右手直毒蛊疾, 夫坐莲华坐上。 不空所神变真言精卷九广大解脱曼拿罗品,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精卷三, 金刚鼎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献正大教王精卷下, 批八百七十八。 大纲, 即根本要义。 法门之大义, 譬如王之大纲, 纬细之教义, 则辟如王之细目。 法华玄义卷时, 大三三, 八零零中, 为论如来社教大纲, 不纬维细纲目, 批八百七十九。 大蒙山诗时, 蒙山诗时, 旨在立记孤魂。 蒙山, 位于京四川明山县。 诵时有部洞上师, 人称甘露大师, 居于四川蒙山, 曾为普济幽灵, 及于家宴口及密宗诸部, 及成蒙山诗时, 成为佛门必备客颂仪轨。 即至近代, 有心词大师立唱蒙山诗时, 并加入六番开示, 称为大蒙山诗时。 施放大蒙山诗时时, 中间至一法坛, 上贡佛像, 中至香花石果, 香炉竹台, 背白米清水各一杯, 并请大僧主谈说法, 法坛对面设一孤魂台, 供食方法界六道群灵之位, 于其相后, 以皇部或神为至法坛前, 令诸鬼神于此礼拜, 闻法寿时, 使魔所障碍, 的大利益, 施放大蒙山诗时之时, 以误害二时未宜, 一般施放蒙山译于晚殿时举行。 P879 大德, 梵与巴勒泰, 八利与同, 因一婆谈陀, 于印度时, 为对佛菩萨或高僧之敬称, 又比丘中之长老, 亦称大德, 令于诸部律中, 对现前之大众, 凡指比丘中, 称, 大德僧, 比丘尼众则称, 大解僧。 于我国, 不以, 大德, 义词称佛菩萨, 而为对高僧之敬称。 然于随唐时代, 凡从事易经事业者, 特称大德, 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六集记载, 贞观十九年, 六百四十五, 六月玄奘于洪福易经时, 另有正义大德十二人, 罪文大德九人, 自学大德义人, 正范语范文大德义人等。 真元世教目录卷十六一举出灵坛大德, 百座大德, 三学大德, 讲论大德, 义学大德, 翻经大德, 义语大德等名称。 此外, 统领僧尼之僧官, 义称大德, 继续高僧传卷十一级藏传载, 唐朝武德初年, 以僧众过凡, 乃至十大德以刚为法物, 大宋僧始略卷下德号条一列出灵坛大德, 引驾大德等名称。 然至近代以来, 大德, 义词以广泛使用, 凡对有德有行之人, 不论其出家, 在家, 均以, 大德, 尊称之, 或不限于具足德行与否, 而成为佛教界一般性之礼称。 别义杂阿含经卷义有不疲奈耶杂事卷十九, 卷三十八, 大智度论卷二, 大皮婆沙论卷六, 世事要揽卷上, 皮八百七十九。 大德四, 为日本京都佛教名圣之一, 山浩龙宝山, 乃日本灵济宗大德四派之大本山。 正中元年, 一千三百二十四, 宗峰妙抄, 大登国师, 所创。 自后提湖天皇赐语, 本朝无双禅怨, 之号后, 岁被推为五山之一。 足利亦满许之为十差之一。 数次遭遇大祸。 应人之乱后, 亦修宗纯入住该寺, 由于豪商大力皆助, 岁得在心。 然开祖时之纯粹禅封, 至今以建区市为, 而以查道闻名于市。 此处加兰大多位陶山, 江户出其之建筑。 由于有力谈户之不失, 查道甚甚, 遗留至今之查室, 查亭甚多, 令藏有士挺莫其王公贵族所珍藏之宋画。 法堂、佛殿、 钟楼、库礼、 方丈等并列。 堂门市、 聚乐地、 知一购、 为华丽之陶山建筑。 方丈之庭园为江户出其之样式。 除方丈市之八十四面杖壁画外, 另有大登国诗像等顶箱, 及穆西所画中观音左右元赫图、 龙虎图、 南宋之五百罗汉八十二幅、 墨迹、 佛画等。 P880。 大庆喜心, 只敬土行者由于弥陀以大悲摄取而产生之大欢喜心。 即深信弥陀之设取一切众生, 凡愿往生者, 纵业未了, 义得蒙佛皆引, 此一真实信心, 相续不断, 深大欢喜心, 故称大庆喜心。 P880。 大会, 为佛陀之大智慧。 为梵与Mahprach之意义, 应义摩赫般若。 三论玄义卷六上, 参阅, 摩赫般若, 六千零八十, 菩萨明, 梵名Mahmadi, 应义做摩赫摩底, 于伦家经会上, 为一会之上首。 六百七十七, 七百四十四, 为唐代南岳怀让之嗜好。 故后世又称怀让为大会禅师。 参阅, 南岳怀让, 三千七百五十五, 一千零八十九, 一千一百六十三, 南宋禅僧, 明宗稿。 参阅, 大会宗稿, 八百八十一, 一千五百六十四, 一千六百三十六, 明代法乡宗学生。 又称大会。 参阅, 大会, 八百五十八, 批八百八十。 大会宗门武库, 请参阅宗门武库。 大会宗稿, 一千零八十九, 一千一百六十三, 宋代灵纪宗阳齐派僧, 自坛会, 浩妙喜, 又豪云门。 俗姓熙, 宣州, 安徽, 宁国人。 十七岁, 出家于东山会云寺之会齐门下, 一年受聚足解。 先后参访洞山为, 赞堂文准, 环悟客秦等师。 宣和年间, 与环悟客秦驻东京, 开封, 大悟后, 乃似环悟之法, 环悟并以所者, 灵纪正宗纪, 副主之。 为己, 令师分作说法, 由侍从灵归重, 明镇经师。 靖康元年, 一千一百二十六, 陈香吕顺图奏赐子一, 并得, 佛日大师, 之赐号。 绍兴七年, 一千一百三十七, 应丞相张俊之请, 驻持靖山能人寺, 诸方资宿云集, 松丰大正。 绍兴十一年, 侍郎张九成智能人寺从师席禅, 偶论一朝政, 其时秦桧当道, 立谋与京人议和, 张九成则为朝中之主战派。 秦桧大权在握, 竭力斩除一己, 失忆不得幸免, 于十一年五月尺夺一叠, 流放恒州, 京湖南衡阳, 其间吉陆古尊宿之基语, 及与门徒间商量讨论之与陆公案, 吉成, 镇法眼葬, 六卷。 绍兴二十年, 更匾千至梅州, 京广东梅州, 其地藏立物集, 师徒百余人毕命者过半, 然师有以偿道自处, 宜然化度当地居民。 绍兴二十五年玉社, 一年赴僧福。 二十八年, 奉赤柱晋山, 道俗墓归如旧, 时有, 敬山宗稿, 之称, 师辩才纵横, 平日智利鼓吹公案禅法, 其禅法被称为, 看话禅, 即以考察公案, 话头而求开悟之禅法, 此与红志正觉之, 莫照禅, 相辉映。 晚年, 驻敬山, 四方道俗文丰而及, 坐下横数千人。 孝宗归一之, 并四号, 大会禅师。 龙兴元年八月为样, 十日清书一奏, 又书一记, 直笔伟然而入记, 事寿七十五, 法腊五十八。 四号, 普觉禅师。 已有大会语录, 正法眼葬, 大会武库等书。 四法弟子九十余人, 教著名者有四月, 德光, 物本, 道严等。 明高僧传卷五, 大会年谱, 加太谱登陆卷十五, 连登会要卷十七, 五登会员卷十九, 批八百八十一。 大会派, 为我国禅宗灵纪宗阳旗派之一之, 开祖卫大会宗稿, 一千零八十九, 一千一百六十三。 宗稿自阳旗派第三世之环悟克秦德法之后, 出驻江西云居山。 南宋少星七年, 一千一百三十七, 入驻靖山能人寺, 云纳来集者长于数千, 又者正法眼葬六卷等, 大唱, 看话禅, 此依法迈及称大会派。 与环雾之另一弟子虎丘少龙所开创之, 虎丘派, 相对称。 四法者有卓安德光, 万安道严, 懒安鼎云等九十余人, 其中, 以卓安之法系最凡兴, 门下有妙玄之善, 北居俭, 这温如眼等, 日本达摩宗之祖大日能忍意受卓安之应可而返日弘法。 原大德年间, 成宗常规依妙玄之善法孙元首行端, 并赐号, 会闻正辩禅师, 后驻近山, 产阳大会宗风。 门下阴才颇多, 其中, 处时犯其力助福真, 永坐, 本觉诸大四, 主张, 较禅易如, 闻宗赐号, 佛日会辩禅师。 北居俭之下有误出大官, 惠姬元兮, 孝颖大兴等, 日本天佑司顺及传大会派北居俭之法。 佑佛祖历代通载, 念长, 世事姬古略, 决案, 武登会员, 普济, 等, 义军为此派门人之聚者。 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 武登会员卷十九, 禅宗正脉卷十九, 续传登陆卷二十七, 批八百八十二。 大会武库, 请参阅宗门武库, 大会普说, 请参阅大会普觉禅师普说。 大会普觉禅师宗门武库, 请参阅宗门武库, 大会普觉禅师普说, 返武卷, 南宋慧然, 运文, 道仙等边, 略称大会普说, 乃边路大会普觉禅师宗稿普说宋代珠禅将之宗旨而成, 首卷载珠人之问话, 二至四卷祥祭灵祭禅风, 莫妇汤臣相请大会禅师深作书语及大会普觉禅师法语, 第五卷系禅至居士黄文昌重编, 此书刊行于南宋光宗绍兮元年, 1190, 集宗稿世纪后27年, 为研究灵济禅之绝佳资料, 批882, 大会普觉禅师宇录, 樊三十卷, 略称大会宇录, 南宋大会宗稿禅师, 1089, 1163, 与, 雪峰运文编, 收于大正藏第47册, 内容分为语录, 卷1, 9, 诵谷, 卷10, 济诵, 卷11, 赞佛祖, 卷12, 朴说, 卷13, 18, 法语, 卷19, 24, 书, 卷25, 30, 等七部, 本语录之义本中, 大会普觉禅师书系由黄文昌重编, 此为语录中之部分, 略称大会书, 以书信体达门下近身居士所问, 及之说是宗门要旨, 继收53篇书信, 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卷4, 岳藏之经卷4十二, 批882, 大会语录, 请参阅大会普觉禅师语录, 大楼探经, 略称楼探经, 经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内宰须迷四周之相状, 世界之成立及其破坏时期等, 本经有四不同本意义, 其名称及内容如次, 一, 大楼探经, 六卷十三品, 西境法力, 法具共益, 一, 严福利品, 二, 玉丹约品, 三, 转伦王品, 四, 尼里品, 五, 阿虚伦品, 六, 龙鸟品, 七, 高善士品, 八, 四天王品, 九, 刀利天品, 十, 战斗品, 十一, 小杰品, 十二, 灾变品, 十三, 天地成品, 二, 启示英本经, 十卷十二品, 随代达摩吉多亿, 一, 严福周品, 二, 玉多罗鸠流周品, 三, 转伦王品, 四, 地狱品, 五, 猪龙金赤鸟品, 六, 阿修罗品, 七, 四天王品, 八, 三十三天品, 九, 战斗品, 十, 杰柱品, 十一, 柱士品, 十二, 最圣品, 三, 启示经, 十卷十二品, 随代蛇纳绝多亿, 一, 严福周品, 二, 玉丹月周品, 三, 转伦圣王品, 四, 地狱品, 五, 诸龙金赤鸟品, 六, 阿修罗品, 七, 四天王品, 八, 三十三天品, 九, 战斗品, 十, 杰柱品, 十一, 士柱品, 十二, 最圣品, 四, 长阿寒卷十八以下五卷, 东进佛陀耶舍, 诸佛念共义, 一, 严福提周品, 二, 玉丹约品, 三, 转伦圣王品, 四, 地狱品, 五, 龙鸟品, 六, 阿虚伦品, 七, 四天王品, 八, 刀利天品, 九, 三灾品, 十, 战斗品, 十一, 三终结品, 十二, 士本元品, 开元式教路卷七, 真元新定式教目路卷十, 批八百八十二。 大乐大贪婉, 密教金刚萨朵之内政法, 金刚萨朵离世见杂染之欲乐, 而乐于贪婉色, 香等之石香, 故称大乐大贪婉, 吉里去经所说十七清净法门, 盖一切诸法虽有种种差别, 为自性乃绝呆清净, 故若证悟此自性清净之理, 离差别之妄直, 则自他即共受永结真实之大乐, 此乃金刚萨朵之内政。 又金刚萨朵以此大乐法门而别于世间之小贪小欲。 礼去试卷上, P883。 大乐金刚布空针十三魅耶金班若波罗密多礼去试, 请参阅礼去试金。 大乐金刚布空针十三魔耶金, 请参阅礼去金或班若礼去金。 大乐金刚礼去试金, 请参阅礼去试金。 大莲华三魅秘密三魔耶金, 请参阅妙法莲华三魅秘密三魔耶金。 大论, 请参阅大制度论。 大论十种界, 大论及大制度论, 其所在十种界, 称为大论十种界。 即, 一, 不缺界, 为修行之人毁犯境界, 如气已缺, 魔所堪用, 若能横自守护, 如爱明珠, 则能设一切界。 二, 不破界, 为修行之人毁犯界法, 如气破裂, 不堪未用, 若能护持不犯, 无有破损, 称为不破界。 三, 不穿界, 为修行之人毁犯界法, 如气穿漏, 不堪受物, 若能护持无悔, 称为不穿界。 四, 不杂界, 为修行之人, 或毁定贡界, 念破界事, 称为杂, 若能护持不悔, 欲念不起, 称为不杂界。 五, 随道界, 为声闻出果随顺地理, 能破见或魔所分别, 称为随道界。 六, 无这界, 为二圣之人见真地理, 能成圣道, 于诸丝或魔所染者, 称为无这界。 七, 自在界, 为菩萨化他妙用, 于诸世间, 的自在无碍, 称为自在界。 八, 至所赞界, 为菩萨于诸世界化导众生, 为智者所赞叹, 称为至所赞界。 九, 随定界, 为菩萨随手能言定, 献诸威仪, 导力众生, 虽威仪变现, 而任运常境, 称为随定界。 十, 巨族界, 为菩萨持中道第一异地界, 用中道会, 入诸法, 无界不备, 称为巨族界。 批八百八十三。 大贤, 韩国名僧, 又称太贤。 身族年级及冠军不祥, 其确实活跃时间在新罗锦德王时代, 七百四十二, 七百六十四。 主要著述有, 成为时论学技, 瑜伽转要, 为时抉择, 菩萨戒本宗要, 梵王经古迹等。 试于为时, 华言, 戒律三学均有极深之造义。 于为时学宗原策, 慈恩, 道正, 于华言学宗原策, 法藏, 于戒律学宗一纪, 圣庄。 诗史至华言, 后功为时, 皆能通达无碍。 新罗佛教界深受原小之影响, 而原小之后静学者, 则又成大贤之学, 中国学者, 亦多称之。 所者, 范王经古迹, 影响及于日本平安时代之为时学者善诸, 724, 797。 善诸所者, 范王经略书, 其体系及依据大贤之, 范王经古迹, 而成。 范王天宝十二年, 七百五十三, 发生大旱, 大贤奉赵入宫奖, 金光明经, 其宇, 和景乎永泉, 高达二十二公尺, 英明该警卫, 金光景。 曾受国王召请, 后颖七深山以终。 大贤信仰弥勒菩萨, 常绕弥勒菩萨圆塔经行, 据文当大贤绕塔时, 弥勒菩萨之脸常随着大贤而转。 朝鲜佛教四历史, P884。 大伦冥王, 泛名Math, Katka, 又做大伦金刚。 乃菩萨是献之愤怒身, 即以消除一切业障, 阅法, 以清净圆满界品位本世之冥王。 魏密教八大冥王之一。 巨大妙金刚精彩, 其形象变身黄色, 放大火, 右手持八幅金刚轮, 左手持一独骨之金刚柱, 种子位, H, 三昧耶行卫轮, 做莲华座。 其真言位, 暗, 欧, 日罗, 菲徒拉, 金刚, 做契罗, Katka, 轮, O, H, 种子。 大妙金刚大甘露君拿力燕满赤圣佛顶经, 大伦金刚修行锡的成就集构, 供养法, 参阅, 八大冥王, 272, P884, 大伦金刚菩萨, 大伦金刚, 泛名Mah, Katka, Phaedra, 或位及持金刚力菩萨, 位列于密教现图胎藏界漫图罗金刚首愿第三行第七位之菩萨, 密号般若金刚, 种子位, H, 三昧耶行为三骨, 其形象, 全身成白肉色, 眼烧上势, 右手驱臂, 开肘仰掌, 驱石, 中, 无名三指, 细持树珠, 左手驱臂, 持三骨处置于胸前, 左脚立膝, 坐白莲华座, 此尊不见载于大日经及其书或阿舌里所传曼陀罗, 玄法四仪轨卷二, 青龙四仪轨卷中亦仅有持金刚力菩萨, 而位载此尊之名, 胎藏界曼陀罗尊位献图超斯卷二, 胎藏界七级卷上, 胎藏界曼陀罗超, 诸说不同纪卷四, P884, 大坛, 未密教道场中心之本坛, 即选择与西的相应之地, 开掘, 除去会晤, 埋至五宝, 五药, 五谷, 五香等, 其上在赋以净土造坛, 称为大坛, 亦己本尊坛, 又相对于正觉坛, 小坛, 而言, 两部大曼陀罗之公养坛亦称大坛, 此外, 相对于护魔坛, 圣天坛等, 而特指本尊坛位大坛, 坛通常又有土坛, 木坛两种, 土坛又分为七日作业坛与一日事业之水坛两种, 于印度, 一般多用土坛, 诸经轨中响载其造坛之法, 而木坛之祭载仅见于善无畏所意之需空葬求闻持法, 大日经书卷六, 法曼图罗略权, 参阅, 修法坛, 4045, 华行坛, 5231, 护魔坛, 6872, 批885, 大导师, 巴利于Mahangaka, 因义为摩荷纳耶加, 佛菩萨之德好, 以其能引导众生超越生死之显难, 故称大导师, 无量一经, 为摩经佛国品, 禅灵中, 能引导人天而创立宗派者, 义称大导师, 又对邪导师而言, 本导师亦称大导师, 例如三佛世中, 对殿茶, 殿汤师而言, 丙巨师, 丙福师, 及大导师。 西兰等国各派佛教僧侣领袖之称谓, 管理本教派之全国僧物。 批885, 大小时册, 1685, 1757, 清代灵纪宗森, 江苏崇明人, 俗姓陈, 月潭明达之法寺, 出居中南山之一栋山, 一日参云门公案, 见殿光而撤镇, 立柱金山, 江苏丹图县, 江天寺, 常州, 江苏武进县, 天宁寺等名差。 清高宗南巡时, 1757, 长寺与子一。 其门人天涛济云济成江天寺, 纳川济海济成天宁寺。 其法系致敬待仁存。 P885 大树锦纳罗王, 泛名Durma, Pinara RGA, 为音乐天之天子, 四锦纳罗王之一。 居于喜马拉雅山马纳沙湖, 泛MNSA, 北岸之乡醉山, 香山。 据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载, 此王曾率领无数之锦纳罗仲, 甘踏婆仲, 天仲, 摩罗家仲等, 下山亦佛所, 并于佛前淡流离情。 彼时, 佛前大众, 除不退转之菩萨外, 与者皆听闻情因而不能自制, 悉如小儿之举身舞动。 其后, 佛为王说法, 并为知己。 法华经续品, 大宝基金菩萨剑石会卷十一, 参阅, 锦纳罗, 5895, P885, 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 凡四卷。 后勤揪摩罗十一, 又作大树锦纳罗王经, 大树锦纳罗经, 说不可思一品, 锦纳罗王经。 经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本经叙述王舍成其舌绝山大众集会席上, 天官菩萨就诸佛菩萨之种种法门, 提出二十八问请问佛陀, 佛陀以四法达之。 其十大树锦纳罗王自香山中绿珠眷属来一佛所, 自调秦色, 出为妙音声, 说法习上之大众, 除不退转之菩萨外, 愚如大家夜等皆惜其舞, 无法自制。 此段叙述, 旨在说明虽乐见四圣地, 正得八解脱之圣者, 亦须其无上正真道心, 方能达于泰然不动之不退转境地。 其下又记载锦纳罗王提出, 保住三昧, 知问提, 佛遂以八十种法, 达之。 其后, 佛应王之请, 与诸佛菩萨共往香山, 接受七夜之供养, 其间并为大众解说不失, 持戒, 忍辱等三十二法, 即助掌菩提, 女生转男生等法。 其中, 佛并为锦纳罗王记, 为其未来当位功德王光明如来。 本经于佛教史上之地位甚为重要, 细一般若空之思想, 说明大臣菩萨之修行。 历代三宝记卷八, 大唐内典路卷三, 义经图记卷三, 开元世教路卷四, 真元心定世教目路卷六, 批八百八十六。 大树锦纳罗王经, 请参阅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 大树锦纳罗经, 请参阅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 大树锦纳罗大根基, 大树根, 指大臣之基根, 即受持大臣法, 信念坚固, 以修行力可治菩萨臣之基类。 禅灵用语, 又做大基用, 大基大用, 意指具有极大之作用。 与, 格外玄机, 同意。 然若将, 大基大用, 意词西味大基, 代用, 则二者之意义有别, 大基明是宗旨之境界, 代用则是接化学人之方法。 人天眼目卷二, 百丈语录, 批八百八十六。 大灯三转, 禅宗公暗明。 大灯即日本宗风妙抄。 宗门隔藤即卷下, 大灯国师是众云, 朝节眉, 细交间, 我喝四声。 露住中日往来, 我因什么不动。 若透的这两转语, 一声参学是必以。 三段不同, 收归上科。 转语之, 转, 意志转身, 拨转, 转机等, 此处只转动学人之心机。 劫眉交间, 指朝夕生活之状况。 此则公暗中, 大灯禅师所欲表示着, 即学人每日早上亲自前来问安, 晚上又来告辞, 对此应如何对付呢? 露住中日往来而自己何以不动? 故知此公暗之转语乃在, 究竟为何? 透过此一转语, 颠倒向来主客关系之立场, 而观察佛法之真实。 P886 大灯语录, 请参阅大灯国师语录。 大灯国师语录, 樊三卷。 全称龙宝开山特赐新禅大灯高照正登国师语录。 右座大灯语录, 大灯录。 日本灵纪宗森宗丰妙超, 1282、1337, 传, 姓志等边。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一册。 卷上, 卷中级录有大德四语录, 重拂四语录, 颂骨, 粘骨, 大灯国师形状等, 卷下提名, 特赐新禅大灯国师参详语录, 二篇, 内容包括雪斗语录中式, 举骨, 勘辩, 后禄, 雪峰和尚塔明并序等。 P887 大灯录, 请参阅大灯国师语录。 大新新宗佛的广通国师虎学录, 请参阅虎学录。 大新寺, 位于韩国全罗南道海南郡。 浩头伦山。 韩国三十亿本山之一。 原名大屯寺。 创建于百纪九二新王七年, 四百二十六、八十余年后, 善行投驼重建之。 礼朝宣祖三十年, 一千五百九十六, 一度毁于冰火, 六年后重修, 此后为西山派之宗门重镇。 寺内珍藏西山大师清虚修敬之一。 盖修敬既成毕松志炎, 福荣陵官等之法登, 主张, 教禅兼修, 乃建统一高历朝以来教禅两宗对立之事, 门风甚甚, 弟子千余人, 上唐高族七十余人。 修敬世纪之后, 门人松云为政, 边阳燕姬, 逍遥太能, 靖官义禅等各开一派, 另又演出青梅派, 中官派, 虚贤派等, 门庭圣集一时, 堪称为礼朝佛教化时代之时期, 直至今日, 韩国佛教僧徒之中大步皆属西山派。 于本寺之西山派, 历代一宗师辈出, 大洪宗峰。 经有大雄殿, 石王殿, 罗汉殿, 千佛殿, 整西楼, 驾须楼, 大香楼, 喜晨堂, 白雪堂, 禅堂, 念佛堂, 寺物思局, 皆兵寮等, 山内并有清神, 晚日等十二安, 山外有道甲, 美黄等三十二墨寺。 朝险四沙史料卷上, 朝险佛教通史, 礼朝佛教, 批八百八十七。 大兴国寺, 位于陕西大立县之古寺。 随文帝大兴佛法时, 曾命四十五周各至大兴国寺, 本寺及其一, 亦为文帝出身之地。 东魏大统七年, 五百四十一, 文帝生, 托神尼至先抚养, 驻于班若尼寺。 十三岁史孩家, 时值北周排佛之朝, 即至随起, 地由山东入, 即登天子位, 乃众心佛教, 寄于各地造大兴国寺, 并重建班若尼寺。 人寿二年, 六百零二, 帝集后同感的舍利, 遂于周郡之大沙内迎塔百余所, 塔下壁至神尼之巷。 本寺被陈灵水, 殿塔狼五, 即静庄严, 随莫唐出, 法祥, 道宗曾于此弘法。 P887 大兴善寺, 位于陕西西安市南2.5公里处, 又称兴善寺。 随文帝于长安东南兴建兴城, 大兴城, 于尊善房左侧建立本寺, 初称尊善寺。 其四岭之宏大, 唐塔之雄壮, 堪称随唐以来长安第一。 其时, 四方学僧云集, 四运英审。 随开皇年间, 印度僧人蛇纳绝多, 达摩集多等先后来长安, 驻此传授密宗。 唐中宗神龙, 锦龙年间, 705、709, 一度称为封国寺。 据传号称开元三大士之印度高僧善无畏, 金刚志, 不空三人亦曾铸此亦出密宗经典。 本寺为当时长安三大义经厂之一。 天宝十五年, 七百五十六, 五月, 不空在此举行习灾咒法, 并设一贯顶道场与戒坛, 此后遂与青龙寺并称为密教之中心道场。 日僧元人, 元真等人急于本寺受传密教。 会昌法南后一度荒废, 至明代再度兴起。 清代时由于回教徒之掠夺, 再度受贿。 四域内有唐建中元年, 七百八十, 所立之不空三藏碑。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开元室教路卷七, 真元新定室教目录卷十五, 批八百八十七。 大卫斯, Davis, Thomas William Rees, 1843, 1922, 英国佛教学者。 又常义为瑞斯戴维斯。 1883年以来任伦敦大学教授, 讲授巴黎语。 副执教于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大学, 讲授比较宗教学, 1904, 1915。 1882年设立巴黎语圣典协会, Polytext Society, 组织和推动欧美佛学研究, 堪行巴黎文佛典与注释之绝大部分。 晚年, 又与史替德, W. State, 合著巴黎英文词典, Poly, English Dictionary, 与研究者莫大之便利。 此外, 另着有佛教, Buddhism, 1877, 本身经, Buddhist Birth Stories, 1880, 米兰王问经, The Questions of King Melinda, 1890, 等书。 大卫斯夫人卡洛琳, Caroline Augusta Davis, 一位佛教学者, 自1894年结婚以来任曼彻斯特之维多利亚大学 及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讲师, 讲授印度哲学、佛教学等。 又从事巴黎与圣典之音译, 及原始佛教, 阿皮达摩之研究。 除相助其夫外, 义者有佛教, Buddhism, 1912, 早期佛教之礼赞, Songs of the Early Buddhists, Earth Falls, 1909, 1913, 佛教心理学, Buddhist Psychology, 1914, 佛教之根本教义, What was the original gospel in Buddhism? 1938, 等书, P888, 大便功德梭达纳, 又做大便功德天, 大德天女。 二十八部众之一, 为千首观音之眷属, 拥护行者之善神。 系帝是天之女, 多闻天之妃。 其形象, 左手把子干色如一珠, 右手持金刚剑。 真言为, 按摩喝聚灵吉利他夜梭婆喝。 千首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佛像图绘卷四, P888。 大姓, 1900, 1952, 江苏东台人, 俗姓元, 法名积锦。 晚年别墅随元, 太须大师四号, 大姓, 应以自行。 早年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 独憨山梦游集, 顿起初世之志, 应从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出家, 十年二十五。 同年夏天, 太须大师蒋维摩金于光孝寺, 师史册讲习, 秋, 入武昌佛学院, 专究内典。 民国十七年, 1928, 应太须之命, 至厦门南普陀寺, 任监院, 主持闽南佛学院。 时革命初殿, 佛教危机弥生, 而郊内游多英寻, 师乃创办现代僧家月刊, 后改名现代佛教, 为我国佛教有健全舆论之史。 二十一年, 随太须离厦门。 一年, 小筑朝闪。 东, 海武昌佛学院, 主编海朝英, 鼓吹人间佛教。 二十四年, 赴日考察佛教教育, 备受欢迎, 一年返国, 住持怀英绝经寺, 创办绝经佛学院, 绝经月刊, 主持七线僧众救护训练, 讲学与赶化院。 会抗战军心, 师乃退而自修。 后常住持高游善英寺, 实职战乱, 随缘而矣, 故师晚年自暑, 随缘老人。 抗战胜利后, 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 三十五年秋, 既太虚大师, 助持奉化学斗寺。 三十七年, 副主编海潮英, 四以战火南清, 写海潮英来台复刊, 兼任善导寺导师。 三十九年, 宜住新竹香山。 四十年, 发起主办台湾佛教讲习会于新竹林影寺。 东, 以脑溢卸极, 缠绵极仔, 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试记, 试寿五十三。 这有地藏本愿经讲要, 八指头陀瓶传, 日本佛教试茶记, 口夜集, 空过日记等, 海潮英社集为大型法师遗注行事。 大型法师形状, 应顺, 大型法师遗注, P889。 带随求陀罗尼, 泛名Mah, Protis Ravidia, DHRAI, 又做随求极的大自在陀罗尼, 带随求无能圣陀罗尼, 随求极的真言, 略称随求陀罗尼, 只消灭一切罪障, 破除恶趣, 随所求极的福德之陀罗尼。 此陀罗尼之字句, 诸今所在不同, 明本不空意普遍光明清净赤胜如意保应心无能圣大明王带随求陀罗尼经载列二九零句, 保思为意随求极的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高立本列二五零句, 明本列二五二句。 内容可分三段, 手段皆是归令诸佛菩萨与三宝之理, 四段叙说随求菩萨拔击一切众生所有罪障, 恐怖, 疾病, 而令身心安乐, 所求圆满。 末段宣誓受持此陀罗尼者可得诸天, 龙, 神等之守护, 与一切如来之互念。 关于麒麟宴, 据普遍光明清净赤圣如意保应心无能圣大明王带随求陀罗尼经所在, 加皮罗大臣中, 罗罗同子仁于其母耶稣陀罗胎内时, 母曾投火坑, 时, 罗罗以意念此陀罗尼故, 火坑顿成莲华池。 幼魔家陀国王师愿守无子, 以此陀罗尼书带于其夫人锦下而终长夙愿。 此外, 于随求菩萨感应传卷三, 更载有各种有观之灵验, 药知, 听闻, 受持读诵, 书写, 传部带随求陀罗尼, 可得, 火不能烧, 毒不能中, 降伏灵敌, 破无间欲, 除龙于难, 产生安乐, 免除亡难等诸种功德。 金刚鼎于家最圣秘密成佛随求及的神辩家持成就陀罗尼仪轨, 真元心定是教目录卷15, P889。 带随求菩萨, 带随求, 泛名Mah, Protis Ra, 因一座摩赫罗底萨洛, 乃观音菩萨之变身, 略称随求菩萨, 细密教胎藏界曼陀罗观音愿中之以尊, 此菩萨常随众生之愿求而施语, 故称戴随求。 其形象, 深沉深黄色, 有八臂, 坐供高无畏状。 其右第一手持五骨八折罗, 其余三手依次持棒谋, 宝剑, 岳辅沟, 左手四臂依次持莲华, 泛加, 宝状, 锁, 坐于莲华上。 秘号语愿金刚。 种子位, PRA或H, 各代表此尊之重德及大日之分德。 其随心真言位, 安, 欧, 拔罗拔罗, 拔罗拔罗, 三拔罗三拔罗, SA拔罗, SA拔罗, 应那里也, Ineria, 尼须陀, 六阿丹, 欧欧, 呼呼, 嚕嚕, 嚕嚕, 左离, Kel, 缩妇赫, Sfa。 送其真言, 可惜诸灾, 灭罪障, 一切愿求皆的满足。 瑜伽大教王金卷二, 随求及的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密藏记, 诸说不同记卷三, 胎藏界七级卷上, P890。 带随烦恼, 范语, 范语Klee A, Mah, BH Mcdarn, 又做大烦恼的法, 指痕与染污心相应之烦恼,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大二七, 二二零中, 若法一切染污心中可得, 明大烦恼的法, 既有六种, 即, 一, 吃, 范Moha, 未暧昧, 于一切所知竞障如理之解。 二, 放逸, 范Premda, 未纵荡, 不勤修各种善法。 三, 懈怠, 范Koz Dya, 未懒惰, 心不永悍。 四, 不幸, 范Radia, 未不幸因果之理。 五, 昏尘, 范Styna, 未身心顿重, 不堪认当。 六, 吊举, 范Audit Huttia, 未躁动, 心不禁忌。 其中吃为六根本烦恼之一, 其余五法属之末之祸。 品类足论卷二,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则列举十种大烦恼的法, 即以上数六种, 除去昏尘, 令家失念, 心乱, 不正知, 非礼作义, 邪圣解等五种, 成为十论卷六则除去吃, 令家失念, 散乱, 不正理, 而称为八代随火。 顺正理论卷十一, 杂阿皮弹心论卷二, 成为十论数记卷六末, 批八百九十。 大龟鹿, 请参阅锦川和尚语录。 大印宫, 佛之通好。 断一切之恶, 应受人天之功养, 故称印宫。 印宫, 范与阿赫特, 因译阿罗赫, 通于三审。 故位与生闻, 原觉之印宫区别, 特称佛臣之印宫为大印宫。 阿弥陀三十七号之一, 盖取诸佛之通好, 而为弥陀之别好, 以弥陀独能满足救济一切众生, 使之平等之故。 赞阿弥陀佛纪, 大四七, 四二一上, 佛光照耀罪第一, 故佛幼豪光阎王, 三图黑暗蒙光起, 事故鼎礼大印宫, 批八百九十一。 大印和尚语录, 请参阅元通大印国师语录。 大印国师语录, 请参阅元通大印国师语录。 大印语录, 请参阅元通大印国师语录。 大印录, 请参阅元通大印国师语录。 大禅教悟, 禅宗公暗明。 大禅, 指唐代归宗至常之法四至通, 又称大禅佛至通。 大禅于归宗之会下时, 一夜教道, 我已大悟, 而被归宗认可之故时。 仅得传灯陆卷时, 大悟一, 二八一上, 在归宗会下时, 呼一夜寻堂教云, 我已大悟也。 中略, 归宗云, 如见什么道理言大悟。 试说似无看。 试对云, 试孤天然是女人作, 归宗末而亦之。 五灯会员卷寺, 禅院蒙求卷上, 批八百九十一。 大禅佛, 指优秀之禅僧。 指阳山之法四景通, 与归宗至常之法四至通。 此二禅僧又称为二大禅佛。 祖庭寺院卷二血豆粘谷, 批八百九十一。 大总乡法门, 指真如之实体。 真如广大, 含含一切, 故称之大, 总体一味平等, 无差别之乡, 故称总乡, 为修行者之鬼犯, 故称之法, 官至通游, 故称之门。 大臣启信论, 大三二, 五七六上, 新真如者, 即是一法界大总乡法门体, 批八百九十一。 大建福寺, 位于陕西长安县西安城南之古寺。 戏文明元年, 六百八十四, 武则天位高宗追辅所建立者。 出名大县福寺, 天寿元年, 六百九十, 大家迎世, 并改为金明。 景龙年中加建十五层塔, 高四十三公尺, 与大慈恩四支大雁塔相对质, 称为小雁塔。 景龙, 景云年间, 亦竟于本四番经院先后亦出玉象功德经等二十部八十八卷, 称赞如来功德神咒经等十二部二十一卷。 开元年间, 金刚至义于此义出金刚顶经曼书是立菩萨五字星陀罗尼品, 观自在如一轮菩萨于家法要各一卷。 五宗会昌元年, 八百四十一, 日僧元人曾来本寺, 并登佛牙楼供养佛牙。 由于明家境年间两度大地震, 雁塔最上二层损毁, 经仅于十三层。 真元新定是教目录卷十三, 开元是教录卷九, 旧堂书本纪第七, 入堂求法巡礼行纪卷三, 元人, 批八百九十一。 大剑, 又作剑, 即印良器内重叠三个小支第二焚。 于摩赫僧指律称为大剑, 于十颂律称为剑。 摩赫僧指律卷三, 参月, 焚子, 六千八百八十一, 批八百九十二。 大斋会, 指广设斋时以供养僧众及诸佛, 菩萨, 人, 天, 神, 鬼等之大法会。 又作无遮会, 大会斋, 大师会。 上至佛, 菩萨, 下至地狱, 恶鬼, 畜生等, 乃至于人中, 不分贤于, 凡圣, 上下, 道俗等, 皆需以财, 法二施, 平等供养。 批八百九十二。 大萨哲尼甘子所说经, 泛名, Bodhisattva, Gokarapya, 六aya, Vikarvae, Nirde, 凡十卷, 原位菩提流之义, 又作大萨哲尼甘子受祭经, 大萨哲尼甘子经, 菩萨境界奋训法门经, 经收于大正藏第九册, 内容叙述尼甘子外道论师大萨哲, 梵马萨哲尼甘子运文书菩萨之法问, 而宣说大乘生妙之法, 佛生家赞可, 并未知受祭。 共分十二品, 一, 续品, 二, 问一品, 三, 一成品, 四, 一言赤王品, 五, 王论品, 六, 请识品, 七, 问罪过品, 八, 如来无过功德品, 九, 亦如来品, 十, 说法品, 十一, 受祭品, 十二, 性功德品。 全经只要大抵可分世间与出世间两方面, 世间方面, 皆是王道之意义, 治国之要术, 并举出世间种种罪过以为警戒, 出世间方面, 宣说菩萨所修法门, 如来所有功德, 即为佛义成, 佛性普遍, 法身长迹, 之礼。 本经与流颂求纳拔陀罗所义之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三卷位同本意义。 法经路卷一, 历代三宝记卷九, 开源世教路卷六, 阅藏之经卷二十四, 批八百九十二。 大藏一览集, 凡十卷, 别有目录一卷。 明代臣十传, 吉路大藏经及其论事等制药一集重要文具而成。 收于大阵藏第一零零册, 法宝总目录第三册。 全书记有一一八一则, 分八门六十品, 每一门之首, 皆以二文具标示要旨。 就其形式, 内容而言, 实为当代之佛教概论。 八门六十品如下, 第一门, 标题位, 首标大觉先荣, 抚慰众生作则, 有八品十三则。 第二门, 标题位, 辩教门究竟, 数十学者之规, 有六品二十则。 第三门, 标题位, 果于词道可入, 起离自己本来, 有三品六十三则。 第四门, 标题位, 良由善恶二徒, 故使生审六道, 有十六品四一九则。 第五门, 标题位, 天堂言以少欢, 地狱呆其俱苦, 有八品九十七则。 第六门, 标题位, 欲超三界轮回, 释甲三圣修正, 有六品一五三则。 第七门, 标题位, 功臣果登正诀, 相好妙用神通, 有四品四十八则。 第八门, 标题位, 四十九年苦口, 末后一切收工, 有九品三五九则。 又于各品之中, 复分若干节, 各节之初, 均以七言二句之计是其梗盖, 并列迹经中重要文句, 其中则著名所录经论之初处, 如大藏经卷刺, 函刺, 赚者所用之大藏经为北宋东禅等决院版大藏经。 明史卷九十八一文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五, 中国佛教史及概论, 成员, 批八百九十二。 大藏政教写盆经, 请参阅写盆经。 大藏全咒, 樊八十卷, 目录八卷。 清代张家国师奉照传。 全称欲至满汉蒙古西藩和壁大藏全咒。 即由清雍镇十三年, 一千七百三十五, 赤板至大藏经中, 超出陀罗尼咒, 以满、汉、蒙、藏四体合之而成。 共有八套, 每套各十册, 总计四五亿经一零四零二咒。 其板是为每页八行二列, 一列之中, 又第一行为满文, 依序魏汉、蒙、藏文。 批八百九十三。 大藏法术, 樊七十卷, 本文六十八卷, 目录两卷。 明代记照奉赤编辑。 全称一代经律论法术。 乃广集散于大藏中之经律论事而成。 由增议法, 自一开始, 顺序排列至八万四千法门位置, 每项揭露出有关支出点。 本书系以大明三藏法术为主要根据, 兼彩诸臣法术, 藏臣法术, 教臣法术等书, 兼一载录外点名项。 共收四六八五项项目, 并附加略注。 卷出提友, 启教佛祖, 乃皆是教祖释迦牟尼佛之戏图。 批八百九十三。 大藏会乐, 凡四册。 民国会信者于, 1978、 1979年。 天华出版社应行。 为经典解题书。 收集自东汉至民国兼之佛, 典籍中国高森大德之著述, 搓涉提要, 介绍原委, 所录书目凡数千种。 分经藏, 小成经, 大成经。 大成经包括华言, 方等, 班若, 法华, 涅槃五部门, 律藏, 小成律, 大成律, 论藏, 小成论, 大成论, 密藏, 杂藏, 诸宗, 史传, 世慧, 目录等部, 等。 批893。 大藏经, 又作一切经, 一代藏经, 大藏, 藏经, 三藏圣教。 只包含三藏等之诸藏圣典。 一集以经, 律, 论三藏为中心之佛教典籍之总。 大藏经, 一词, 不见于印度或我国最早期之记载, 于我国南北朝时代仅有一切重藏经典, 一切经藏, 等称呼直至隋唐之后, 使有大藏经之称, 当时系旨由朝廷赤命, 清定, 转集之一切经。 早期之佛经典, 有九步经或十二步经之分类, 此外, 类边佛所说之四阿含, 五步, 而称为藏, 转集有关诸弟子之界一等, 称为绿藏, 诸论师之传述则称论藏。 请不吝点赞, 原始佛经如阿含及诸律等, 皆以口诵相传, 经过解极, 定证, 确认后成为证点之权威, 方以文字记录下来。 大臣经典则反之, 多以书写方式流通, 如佛本行及经卷五十一载用笔墨陀罗叶, 大放等大及经卷三十载用纸墨, 持心犯天所问经卷四, 宝女所问经卷四, 普耀经卷八探佛品等载用逐博, 亦有余毕上书写经文者。 此外, 正法念处经卷四十, 卷四十六, 大翻涅盘经卷十四, 梵王经卷上, 大佛顶首轮延经卷七等, 亦举出页纸, 画皮, 背叶, 纸, 素白叠的名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栏目, 八例语二种, 梵语原点经以残复权, 八例语藏经即义自梵语之汉译, 西藏译, 自西藏译本转译之蒙古语译, 满洲语译, 西夏语译等大藏经, 大体上仍完整地留存至今。 现今流传之佛典, 从语文上可分为, 八例文, 梵文, 藏文, 汉文, 日文, 蒙古文, 满文, 西夏文, 西阳文等数种, 前二种为原形符典, 后两数种则由前二种转译者。 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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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种, 南山刘文, 巴利文,巴利文三藏又称南传大藏经,为南方佛教所依据之圣典。 其成立年代被推定为西元前二至一世纪。 另据西兰老师Badipop essay,记载,西元第一日季末,西兰王婆他加玛尼王,Badipopajmy,于吴卫山,Badipajary,经舍邀及五百圣者,书写口传的巴利三藏,此集今日巴利文大藏经原型。 后经多次变迁,至西元五世纪,佛因,Badipajosa,又称佛陀麒沙,前往西兰,将当时用途与所传之佛典全部改为印度本土之巴利文,并彻底整理有关之著世书,巴利文三藏至此乃建完毕。 其后,佛因曾致缅甸等地传道,巴利文三藏亦随之传步于缅甸、泰国、越南、高缅等地,故知巴利文三藏系以西兰为众星,见次留步缅甸等。 今日巴利文系三藏有西兰字、缅甸字、仙罗字及柬埔寨字等之各种版本。 19世纪末期,泰王丘罗隆高五世,Chulalong Kornvi,曾发起会集,教堪流传南方佛典,并以仙罗字观本堪行全部藏经,避易学界置具。 此外,西洋佛教学者自19世纪开始巴利文佛典之研究,故巴利文三藏之出版语传译情形颇有与日俱进之事。 参阅,南大藏经,3748,梵文,印度贵族本有一种流行之雅语,然佛陀在世时,由于主张似性平等,故不采用雅语。 佛陀入灭后百年请,文法学家波尔尼亚语祥未离定,便于通行,佛教徒一采用之,以记录佛典,此籍梵文佛典。 梵文佛典与巴利佛典,孰先孰后,已不可靠,为其流布区域有精畏之别。 据,于加尼斯加王时,曾刊定三藏,凡无传本者皆书写之,以有传本者则教勘之,梵文佛典乃称丸。 然现存之梵文佛典大多仅于片段,内容亦笼统而杂乱,不若巴利文三藏之完整分明。 就教理而言,巴利三藏可说全属小成教义,梵文佛典则大部分属大成教义。 其中多数早已有汉译本,然亦有不少尚未汉译之珍贵文献。 近代在尼泊尔、西藏、中亚等地均有梵文佛典之发现,而以尼泊尔发现者位数最多。 请记得起飞封可,Jep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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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尔发,Jep筒。 旨尔回封可,Jep筒。 旨尔去飞封可,Jep筒。 旨尔四十三播护尾战尾尔, 旨尔发现,Rex筒。 旨尔发现,Rex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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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dgson 于尼泊尔搜集梵文盛典 共得380部新旧写本 1873年至1876年间 因人来特地 write 继续搜集 共得320余部 梵文佛典之所以多存于尼泊尔 据学者研究 佛陀入灭后三世纪初 中印度佛教遭到空前之教难 印度佛教徒多逃入尼泊尔 又于三世纪回教徒侵入印度 印度佛教徒再必入尼泊尔 其地气候苦寒 即是于泛妾之保存 除尼泊尔外 于田 敦煌 高昌 龟姿等处 均发掘大量梵文佛典 对世界之用线即影响极大 现存之梵文三藏原典 虽紧及光片语 寥寥可数 然在西元一世纪寝 流入西藏 中国 早已翻成布置浩瀚的藏文 及汉文三藏 而于全部佛教经集中 占重要 为之 汉文 佛教各系之翻译经典中 以汉译大藏经翻传最早 布置译庞大 起字后汉 气于带 细游语 巴历语 胡语等译出 最早期之经典翻译 以东汉环帝建合二年 148 至洛阳之安是高为代表 主要翻译小城经典 环帝末年之时 大悦是国之之楼家称义至洛阳 主要翻译大城经典 经典翻译之初 仅是各自书写传词 致福请 奥安 314 385 使将一经加以搜集分类 编成目录 此籍 宗礼重经目录 义卷、内分、转出经律论路 义出经路、古义经路、诗义经路、粮土义经路、官义经路、处经及杂经之路等八部分 共修经典六三九部八八六卷 为我国第一部之佛典目录 其后 僧幼、宝畅等义转各经路以增补之 当时并书写全部义出经 日公式 诸大四 气随堂 义经事业更甚 而有单义、众义、别申、疑惑、违望等之分 我国传术之超级、传纪及柱树等义相继入藏 总纪历代所编藏经目录 多达六、七十部 现存者有二十余部 其中以僧幼之初三藏纪及法经等之重经目录 费长房之历代三宝纪、道宣之大堂内典录、至深之开源氏教录、庆吉祥之志元宝刊同、痛总录等畏罪者 由于上举各种经路之中 开源氏教录已收录完备、技术正确、恩类合一 而受到各时代学者之重视 其分类法意为开宝藏已将大多数之藏经所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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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量以后 其量以后 抄及诸经药指之丰益胜 既有梁朝宝畅等之经律一箱五十卷 梁朝即文定学十传之法宝及二百卷 后卫弹险等之重经药及二十卷 梁朝于孝敬等之内点拨要三十卷 梁朝贤明之真言要及十卷 梁朝森明等之重经药超八十八卷 义林八十卷 梁朝敬矮之三宝及十一卷 作者不祥之法院经一八九卷 唐代道士之诸经药及二十卷 法院朱林百卷 唐代玄泽等之禅林超纪三十卷 明代臣十之大藏一览及十卷等 唐代玄泽 随唐以后 旧藏经中之范语及南解字巨父以英译之封义行 唐代玄泽之一切精英译二十五卷 唐代惠灵之一切精英译百卷 辽、姬灵之一切精英译十卷 后竟可弘之心及藏经英译随寒禄三十卷 宋代处官之绍兴中雕藏英三卷 此外 解题大藏经义不少 如唐代玄泽之大唐开元世教广品立章三十卷 宋代玄泽之大藏经纲目指要路十三卷 宋代王古传 元代管主巴旭之大藏圣教法保标十卷 明代季晓之大明世教会目一门四十一卷 标目四卷 明代智序之月藏之经四十四卷 日本净土宗僧随天之元山三大藏目路三卷等军事 《汉文大藏经》 《汉文大藏经》 《在隋唐之士集有转集》 《然其十卫有印刷术》 《凡有笔集》 《赖书》 《书写》 《直至宋代》 《史有刊本》 《而汉文大藏经》之勘印 《以宋太祖于蜀之成都雕刻》 《木板印刷》 《全部大藏经》 《未薄使》 《此籍官版蜀版开宝藏》 《此后》 《青印刻》 《赖之事业陆续兴起》 《宋朝记有》 《辽版之记丹藏》 《金版之金藏》 《福州版之万寿藏》 《毗卢藏》 《湖州版》 《浙版》 《支援绝藏》 《资福藏》 《济沙藏》等 《元代》 《根据宋本印刑藏经》 《藏经有谱》 《明藏与红靶藏》 《明藏与红靶藏》两种 《然缘莫天下大乱》 《藏经》 《烧经》 《烧经》 《明太祖红五年间》 《吉朔德于蒋山》 《典孝藏经》 《勘克南藏》 《燃教堪不经》 《时有托悟》 《南藏之外》 《有北藏》 《伦岩四版》 《鲍恩四版》等 《清世宗雍正》 《十三年至高宗乾隆》 《三年》 《一千七百三十五》 《一千七百三十八》 《以北藏为底本》 《附加星集》 《坎克隆藏》 《此外上有平家藏》 《百纳藏》 《吉明博四十五年》 《一千九百五十六》 《开始编行的中华大藏经》 《明国七十二年》 《陆续出刊的佛光大藏经》等 《高丽藏艺术汉文系统》 《始刻于宋真宗时代》 《高丽宗二年》 《一千零一十一》 《以宋代开宝藏为底本》 《加入真元禄所收割本》 《此籍高丽大藏初雕本》 《令于高丽宣宗时又开雕序藏本》 《高宗二十三年》 《一千两百三十六》 《开雕高丽大藏再雕本》 《即经所传之立本藏经》 《文宗十三年》 《一千零五十九》 《仿器丹本》 《而勘克高丽器丹藏仿课本》 《燃经》 《以全部一史》 《参阅》 《中文大藏经》 《一千零一》 《日本》 《日本刻印之佛典本》 《属汉文系统》 《然因日本藏勘勘印事业极盛》 《且致敬事》 《大藏经》之编辑月居完整 《形成后来居上而易之独秀之局面》 《日本印行大藏经》 《始于德川初期之天海藏》 《戏参照宋本与原本番刻成者》 《其次有德川后期之黄埔藏》 《为明代人言字版之番刻》 《明治时代》 《有红教书院刊行之缩刷藏经》 《戏依照例》 《宋、原、明寺藏教队》 《并加入若干的日本传述》 《明治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 《一千九百零二、一千九百零五》 《藏经书院刊行万字正藏》 《戏以黄埔本与立本为敌本》 《令参照明本而成者》 《明治三十八年至大正元年》 《一千九百一十二》 《日本藏经院搜罗万字藏中未收之一本》 《集成万字续藏》 《明治四十四年至大正十一年》 《东京佛书刊行会陆续印刑一套以日本传述为主之佛教全书》 《集大日本佛教全书》 《大正八年至十年》 由中野达会主编《日本大藏经编短会安行》 称为《日本大藏经》 《大正十三年》 《高南顺四郎等人发起勘刑大正西修大藏经》 《至昭和七年》 《一千九百三十二》 《完成》 《内容及古来汉文藏经》之大臣 《共收经律论》 《经律论万语卷》 《网罗印度》 《中国》 《日本》 《朝鲜一切佛教名著》 《为举世佛学界最完整之一部大藏经》 《教刊方面》 除利、宋、元、明寺藏外 并对照日本圣与藏本、公本、敦煌邪本及各种古译本、流通本而成 《朝鲜十三年》 《影印》 《教定红教本》 而有《朝鲜在定缩刷藏之堪行》 此外 另有南传大藏经与国义一切经之编义 两者均以日文堪行 前者系南传系统之阿利三藏与藏外佛教典籍之枕边 后者则为各种藏经中唯一包含解题、注解之藏经 参阅 《中文大藏经》 《一千零一》 《西藏》 《七世纪寝》 《西藏国王契宗弄赞》 藏SRO SAN SKAN PO 派大臣端美三菩提、藏芳、Mi、Sam Hoi 留学印度、端美留印七年 携回许多梵文经典、遂以梵字为基础 创造西藏文字 并开始梵经之翻译工作 八、九世纪之间 西藏译经事业极发达 西藏深家于翻译之外 并留下大量有关佛学之注释、综艺、历史著作等 至十四世纪 布顿、藏Bulletin Stone 将一切经典分为 甘朱尔、藏BKA Jayur 内含经、律 丹朱尔、藏Pstern Jayur 内含论典 两大类 藏文藏经历代之版本甚多 最早有十三世纪初开刁之旧奈唐藏 其后有李唐藏、德格藏、新奈唐藏、卓尼藏、布纳克藏、杰坤彭藏、雀姆陀藏、雀姆陀藏、永乐藏、万利藏、北京藏、拉萨藏等十二种 其中以德格藏、新奈唐藏、北京藏等三种最具代表性 由以德格藏为现存藏文大藏经中最完整之一部 参阅 参阅 西藏大藏经 2588 其他 西藏三藏流行于中亚西亚 至十三世纪寝 原是祖乎弊列侵入西藏 信仰喇玛教 以巴斯八位国师 巴斯八受命创至蒙古文字 并从西藏佛典译成蒙古文 至十四世纪初 萨迦派之喇玛森其乔士鲁 藏Charles KYOD SIR 至诸敏比丘等 即无数藏 蒙 回谷 我国学者陆续完成蒙古大藏经之传译 满洲大藏经始于十八世纪 先亦出藏 蒙大藏经之佛部 最早系清世宗时代之金城皇教领袖图观忽图刻图仪式奉斥翻译开版满 蒙 藏三体对照之甘诸耳 而全藏系于乾隆五十五年 一千七百九十 完成 其间亦曾尝试自汉文大藏经亦成满洲文 句文世界现存之满文藏经唯有一部 保存于日本 西夏一大藏经史自诵仁宗锦幼元年 一千零三十四 西夏王兆元号自诵请的大藏经 后至翻汉二字院 创至西夏文字 并请回古森翻译佛典 至元大德六年 一千三百零二 全藏完备 约有三千六百余卷 后世所发现之西夏文字课本 仅有数百余 此外 近世西洋学者研究东方学之风气日圣 佛学义在欧美学术界见陆曙光 佛典之翻译越受重视 早期多译字巴利文佛典 即至梵文元典被发现后 则见有曲字梵典译成欧美文字 然气目前为止 欧美佛典之翻译多属一经 一典之单行本 余值余量皆远不如东方各国 但若以现代佛学在欧美一日千里之发展观之 则欧美文字大藏经之编译应属指日可呆之事 佛祖统计卷四十七 英文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大藏经成立传播 突示又详 龙骨大学论从第二八七 大藏经旧高南顺四郎 大齐学报第四十二 中国大藏经翻译刻印史 中国大藏经雕刻史画 是道安参阅西夏文大藏经2579 批89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